这个男人掌握着天底下所有的财宝 还拥有着三宫六院 名副其实的九五之尊 然而这么尊贵的他 却被自己手下的御医告知 体内身怀六甲 这让身为九十五之尊的他 如何能接受这种逆天的事情 脑海里思索了一番决定 吩咐手下去准备剁胎药 顺便把嘴巴管延一点 不要让今天的消息传在别人的耳边 否则后果他们是知道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从天花板坠落下来 刚好狠狠地砸在了皇帝的身上 身上的女子有点呆呆的 根本分不清现场的状况 傻傻地指了指皇帝的鼻子 皇帝直接狠狠地将她甩到了一旁 大声地质问她到底是哪个宫里的婢女 居然这么大的胆子 爬在屋顶上偷看里面的一切 虽然女孩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 但是她还是根据现场的消息 总结出来一段话语 立马解释自己只是上屋顶上清理落叶 可是在清理的过程中 忽然之间屋顶裂开 她不小心就从上面掉下来了 皇帝的心情现在非常的郁闷 不论是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还是好端端地被人从天上砸了一下 不过女孩很快地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 因为她注意到了眼前男人的面容 跟自己所看的书中男主介绍的一模一样 在结合耳边偷听到玉依所说的话语 女孩瞬间就明白了 自己穿到了书中回想起自己 因为看完书以后 面对男主舔狗的人设 感觉非常的不爽 明明是自己被戴绿帽子生的孩子 他也要抢过来自己养 于是乎 就写了一篇五百字的小助人 让他自己怀孕 没想到却因为这件事穿越了 关键穿越也没找到好地点 开局又砸到了暴君的头上 再加上现在他还心情不好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的 就放自己离开 这个女孩本来在家里 吃着薯片哼着歌 就因为在小说评论区 写了一篇小论文 结果就穿越到了小说里 最关键的是 穿越的地方也不是那么的美妙 刚好就从天花板掉下来 砸到了暴君的身上 十分的害怕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 过了一会 暴君的心情平复了下来 摸了摸刚刚仗起的肚子 发现他已经削了下去 只觉得刚刚的一切都是错觉 自己并没有身怀六甲 可能只是肚子不舒服罢了 立马吩咐一旁的太医 过来确认一下 当获得了准确答案以后 皇帝也动了怒火 毕竟哪有男人身怀六甲 立马吩咐手下 将他们两个人拉出去喂马 这一幕吓得女孩瑟瑟发抖 皇帝询问了一下身旁的人 从天上掉下来的宫女 她的来历 发现之前所说的话都没有错误 而且自己的身体被她砸了一下 就恢复如初了 想到这就没有为难眼前的小宫女 吩咐手下处理一下 今天的屋顶的事情 随后看向了眼前 瑟瑟发抖的宫女 告诉她这里没有她的事情了 回去吧 从宫殿里走出来的萧萧 非常的开心 自己居然没有任何的损失 就从暴君的面前离开了 难道故事中 沙雕的暴君怀了个孕 连性格都改变了 然而萧萧不知道她所说的这几句心里话 全都传到了宫殿中的暴君脑海里 这个女孩兴高采烈的离开了宫殿 心里不禁感慨 沙雕皇帝的转变如此之大 却没有想到她心中所想的事情 全都原封不动的传到了暴君的耳里 听到这些话的暴君非常的震怒 没想到在她的宫殿里 居然有人会说她是暴君 然而身旁的太监却提醒她 这里除了他们两个人 就没有其他人了呀 皇帝在脑海里思索了一番 刚刚为什么会有人 像在自己的耳边说话一样 甚至连自己喜欢圈养沙漠之雕 这种私密的事情都知道 萧萧并不知道这些事情 只是觉得这是一场梦 满怀的期待躺在床上 觉得睡一觉醒来 世界就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阵声音 将她从睡梦中惊醒 再一次醒来 出现在一个神奇的空间 眼前写的一大行字 暴君叶叶 摇窝耳朵 下面分别是女主角与男主角的名字 随后身旁传来了声音 一个如同太蒙的生物忽然出现 向萧萧介绍自己的身份 自己是她的穿输系统007 以后可以称呼为小7 而如果萧萧想回到原来的世界的话 就得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 只要将主线剧情崩坏到100%的话 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 这个空间可以让她随时查看剧情 按下旁边的暂停键的话 就可以暂停这个世界的时间 除了数字以外都会停止 只有完成的任务够多 才会解锁更多的新功能 为了早日回家 萧萧在内心鼓励了一下自己 打算一鼓作气早点完成任务 回到家中继续过着显一样的日子 然而007发布的任务 却让她痛哭无泪 作为先手任务 就是让她去面对整本书的大boss 在暴君清醒的状态下 掐她的胸肌完成任务奖励 一的崩坏点 如果任务失败 生命减去时 当生命值为零 将会立马死亡 人的一生中有几次特别倒霉的时候 但这个女人却连在了一起 白天的时候意外穿越砸到了暴君的怀中 好不容易逃过了一劫 晚上回到睡的地方的时候 却觉醒了系统 然而第一个任务 却让她在作死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系统居然让萧萧在暴君清醒的状态下 掐她的胸口 但是没有办法 为了早日回家 萧萧只能趁着夜深人静 跑到了暴君的宫中 不过由于暴君早已入眠 她悄悄地躲在了床底下 打算等暴君清醒以后再出来做任务 一眨眼 一个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萧萧悄悄地从床里面爬了出来 看着毫无戒备的皇帝 先是轻轻地喊她起床 随后趁着她那清醒的一刻 手速立马跟上 掐向了她的胸口 只不过萧萧大意了 没有闪 没有想到皇帝的反应如此迅速 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皇帝抓住了脖子 暴君通过眼前 女人的心声也认出来了 这个就是昨天 从天花板掉下来的女人 就在有这种危机时刻 萧萧飞速地点向了暂停键 随着暂停键的落下 周围的一切事物缓缓地停住不动 萧萧将暗在自己脖中的手臂扒开 狠狠地喘了口气 随后趁着她们 一动不动的情况下 逃离了现场 这个女人叫迪奥萧萧 她拥有万物暂停的能力 就在刚才 她用着这项能力 完成了系统的任务 不过这项任务 让她非常的难以理解 搞不清楚掐胸机与主线任务 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然而007却表示 她也不知道 这些任务都是随机安排的 不过完成任务以后 系统也正好地来了升级 现在能让宿主的能力 跟到进一步地提升 已经不单单是拥有时停的能力 还可以播放与倒退 虽然说只有短短的三分钟 但大幅度地提升了保命的能力 不过萧萧并不想思考这么多事情 忙碌了一天的她 只想安安稳稳地睡一觉 睡觉时脑袋里在思考 当暴君发现自己不见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情况 在另外一边 由于时间继续地流逝 皇帝再一次地行动起来 但眼前的人忽然消失 让她不禁在思考 这是否是一场梦 可胸口上的疼痛 却确确实实地提醒她 这一切都不是梦 可这又是一场疑问 为什么她可以 悄无声息地前路进来 又悄无声息地 从自己的面前消失 而自己又是 为什么能听到她内心的声音 暴君心里下定的决心 一定要将这一切搞清楚 这个女人在安安稳稳地睡着觉 门外忽然冲进了几个大汉 一把将她从被窝里拉出来 压着她就准备去见皇上 跪在大殿上的萧萧 十分地难受 她没想到 狗皇帝这么快就猜到 是她干的这件事情 可惜刚获得的能力 只能倒退三分钟 这让她只能硬着头皮 将这件事情糊弄过去 当暴君叫她抬起头的时候 萧萧装得一脸无辜的样子 可惜这一切早就被皇帝禁收眼里 暴君也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询问她为什么要深更半夜 闯入她的寝宫 虽然说萧萧只是在内心里嘲讽皇帝 怎么会想要 指望自己承认这件事情 但皇帝却确确实实地 将这些都听到了 这让她非常的疑惑 为什么嘴巴没有动 却能听到声音 而且周围人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反而像凭空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 不过皇帝并没有继续地纠缠这个问题 而是直接走到了萧萧的面前 一把举起她的手臂询问她 之前袭击自己的人 被她抓伤了手臂 而你这手上的又是什么 这个女人本以为用时停的能力完成任务 暴君不可能发现是自己干的 可万万没想到 昨天已经留下了把柄 为了清清楚楚知道 昨天迫害自己的人是谁 暴君已经将她的手腕抓伤 就算她想要开口解释 也无计可施 暴君直接将她甩在了一旁 吩咐手下的人带她下去 松松筋骨 直到肯说实话为止 眼见实在没有办法了 萧萧直接使用自己的时间倒退能力 时间回到了三分钟前 一切回到了刚刚熟悉的场景 这一次萧萧不打算像刚刚那样 随便编个谎话 于是乎找了个借口 表示白天打扫卫生的时候 不小心睡着了 等醒过来以后天已经漆黑 但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皇上的被子没有盖好 因为害怕皇上会着凉 所以想偷偷地替她盖好被子 可因为黑漆漆的一片 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一通乱摸 这才不小心将皇上惊醒的 听到这句话 皇帝只是觉得一阵好笑 要不是自己能听到他内心的赌白 可能就这么简单给他糊弄过去 直接对着萧萧怒吼 是不是感觉自己很像傻子 这么明白着 糊弄人的话 觉得他也会相信吗 本来就在气头上 萧萧的内心赌白 又在火上浇油 皇帝直接忍无可忍 吩咐手下将戒指拿过来 他打算好好的替他管教一下嘴巴 这个男人吩咐手下拿来戒齿 打算看看下面的女人到底能嘴硬到什么程度 刚准备坐在凳子上 屁股上忽然传来呲痛 让他迅速起身 回头一看 他已经是菊花残满地 凳子上全都流满了鲜血 一旁的太监看到这一幕 吓得惊慌失色 大声呼喊着太医 就在此时 皇帝听到了一声嘲笑自己的笑声 这让皇帝非常的不爽 明明昨天 克里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干净 今天又结了一个薪酬 很好 既然他不想要见到明天的太阳 那边不要再见了 看到暴君 只是因为自己笑了一声 就要处死自己 萧萧当即也生气了 不就是昨天晚上 不小心掐了一下他的胸口吗 至于小气成这个样子 大不了自己让他也掐一下 这个事就这么这了 然而皇帝听到这句话以后 更加的忍不了 看到事情已经没有转机的余地 萧萧表示 那就让他体验菊花残满地体验个够 经过一系列的体验 萧萧的内心得到了非一般的快感 这是一旁的系统 看不下去了 提醒他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剧情可是进行不了的哦 萧萧想想也是 随后就继续了刚才的剧情 看到刚刚开场的那一幕 皇上即将菊花残满地 萧萧飞速地扑到了他的身上 拉住衣服不让他坐下 不过在拉着的过程中 不慎将胸口的衣服扒开 这一幕让萧萧有点猛逼 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这个女人本来只是想要阻止眼前的男人 菊花残满地 却没想到一个用力过猛 直接将他的衣服扒开 不过男人看了看屁股后面的场景 一想到如果没被阻止的话 自己的屁屁肯定不保 内心就松了一口气 一转头就看到眼前女人脚底下的伤口 这应该就是刚刚阻止自己 而受到的擦伤吧 虽然很生气之前发生的事情 但看着他为自己受伤的份上 就没有给予他惩罚 这个时候为内大臣求见 听到熟悉的场景 萧萧开始在脑海里 回想当初自己看到的剧情 书中记载的 就在这个时候 大殿上的匾额会从天而降 将暴君砸晕 皇帝听了立马感觉不好 往后退了一步 随后忽如其来的匾额 在他面前摔得四分五裂 看到这一幕 皇帝内心不禁冷汗直流 如果刚刚自己没有往后退的这一步 这一下肯定将他搞得头破血流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内心忽然传来一阵风娘话 皇帝回头一看 就发现 萧萧一直对着自己笑脸长开 嘴里一顿祝福的话语 这让他不禁在思索 这个女人究竟是如何知道 即将发生的一切 嘴上叫手底下的人 把萧萧带去新手库服役 不过自从这之后 皇帝的内心就如同有了心魔一样 一直都睡不好 十分的搞不懂 自己为什么能听到那封女人的心声 如果自己是获得了读心术的能力 可为何又只能是她 其他人却不能 而她又是从哪里获得了未来的消息 这让皇帝百思不得其解 终于皇帝忍受不了 这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准备再去见一见 那个疯狂的女人 萧萧因为自己的嚣张 来到了新者库 这里飘散的浓浓的血腥味表示 这并不是什么好地方 果然不出所料 下一秒就跑出来一个嬷嬷 跟她收保护费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另外一个公寓 立马推开了萧萧 表示没有钱 就不要在这里挡路了 看她那副穷酸样 就知道 只配刷马桶 随后掏出了一把银子 递给一旁的嬷嬷 让她在这一个月多多关照 这让萧萧非常的不爽 立马使用她无敌的暂停能力 将时间暂停 随后跑到他们的面前 把手扒开 将她递上去的银子 拿到手中 随后转身 随手将嬷嬷头上的簪子 摘下放到了她的手里 随后回到原来的位置 开启的时间加速 当萧萧发现自己的额头上的簪子 没有跑到手上的时候 她立马挥舞起手中的鞭子 打算给眼前 拿自己的东西 糊弄自己的人 一点好看 等这场闹剧结束以后 萧萧递上了银子 而之前那个 本来想拿银子收买萧萧萧的人 却被安排洗马桶了 当萧萧洗衣服洗泪的时候 忽然就有一盆冷水 浇在她的头上 紧接着刚洗好的衣服 被一脚踹翻 萧萧愤怒地叫她捡起 自己拆翻的衣服 然而女人却表示 就算她不捡又怎么样 她的后台可是云飞娘娘 就算把她揍一顿 又有什么关系 这个女人仗着有强大的后台 就想要欺负萧萧 然而萧萧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让她欺负的 就在她臭脚丫 即将踩下来的那一刻 萧萧开启了时间暂停的能力 本来是打算对她拳打脚踢 体验一下社会的险恶 却发现在人群的后面 看到了狗皇帝 这时007提醒她系统 又发布了新的任务 请对暴君胸口踹一脚 这让萧萧十分的不理解 为什么任务都跟胸口有关 可惜007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任务 毕竟这些都是时间管理局发不来的 她只是一个工具人而已 怎么可能会知道那么多 萧萧想了想 也没有在这个任务的发布上 过多的纠结 反而是发觉到了 这个任务上的漏洞 并不需要自己 亲自踹到暴君的胸口 那么里面的操作空间就大了 于是虎 萧萧将准备欺负自己的公女 以飞梯的形式 搬到了暴君的面前 开启了时间 紧接着只听到一声 喷喷的声音 暴君就直接被踹倒在地 这一幕惊呆了 在场的所有人 莲自以为自己后台很硬的公女 也立马跪在地上 赶忙求饶 可惜这一切都晚了 暴君直接封腹手底下的人 将她拖下去 至于发生什么事情 咱也不知道 这个女人通过自己的聪明才干 与时间暂停的能力 巧妙地教训了一下 想要欺负自己的恶毒公女 顺便还完成了系统发布的任务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感觉身上一阵凉意经过 紧接着回头一看 皇帝面容凶恶地走向了她 就这样她往前走一步 自己往后退一步 慢慢地 萧萧就被堵在了树上 当前这幅场面 让她回想起电视剧那些 霸道男总裁 想要告白的场景 笑脸不禁微红 内心在想 该不会是看上自己了吧 但想想立马 就觉得不对劲了 该不会把自己 流放在这个地方都不解气 想要秋后算账吧 皇帝根据眼前萧萧的心声 心情瞬间就冷静了下来 随后默默地转身告诉她 她询问过管理宫女的 发现她表现还算不错 所以这一次就给个教训 也许她重新回到居前伺候了 内心在想事情 还没有搞明白之前 是不会让她死的 可惜萧萧的脑子里 不知道在想什么 明明已经逃过了一劫 非要在脑子里感慨 眼前暴君的人设 是不是崩了 为了能搞清楚 事情的全部状况 皇帝只能忍气吞声 提示萧萧 还不赶快接纸 为了搞清楚 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 皇帝将萧萧调回了 原来的位置 当萧萧回到家以后 系统立马提示 她已经完成了任务 她也解锁了新的功能 可以任意地修改剧情 不过字数只能修改一个字 不过这一个字 是可以累积的 只要在这本书存活一天 就可以多改一个字 虽然有的字数限制 但多一个技能 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就这样默默地 苟了五天以后 系统又发布了新的任务 让原来的女主 在选秀中达到 比原本更低的位分 看到这个任务 萧萧立马两眼放光 毕竟她也是第一次 见到玛丽苏文的女主 而选秀选择的分配 是用清朝的制度 当时女主被封了一个贵人 只要让她在这次的选秀中 获得偿赞或者是答应 就可以完成任务 选秀的场景里面 布满了大家闺秀 萧萧一眼就看中了 在里面最为特别的 因为里面的女主一开始 是不想被选秀选中 所以穿的特别的特殊 却没想到这样 反而吸引到了他人的目光 不过在选秀的时候 皇帝十分挑剔 接连选了好几个 都没有给予名分 就连排到了女主 她也觉得长得还算可以 没有太高的性质 毕竟她现在满脑子都在想 这些女人有什么用 能预知未来吗 四处观察的时候 忽然飘到了假山后的 萧萧在四处观望 十分的好奇 她到底又想要干什么 这个女人悄悄地躲在暗处 在隐秘的角落里 观察的男主与女主接触的画面 当看到太后询问女主 读过什么书的时候 她立马发动了 自己能修改剧本的能力 将女主所读过的书 改成了金瓶眉 台上的两个人 听到这本书以后 都大为吃惊 但太后立马转移话题 当众告诉他人 虽然看的不是什么震惊东西 但平时看一些 也算还可以的 听到这句话以后 萧萧非常的震惊 这就是所谓的主角光环吗 就连看的小黄书 都能被当众夸奖 太后直接询问一旁的皇帝 自己感觉眼前的大家闺秀 挺不错的 不如直接给个贵人的身份吧 黄敬听到这句话 立马以刚开始入宫的秀女 不可以给太高的位置 唯有拒绝了 太后小小也罢 打算让眼前的女子 展示出才艺 如果特别出众的话 打破规矩也是可以的 剧情进展在这里 萧萧立马使用了时间暂停 毕竟原书中 就是因为女主跳舞 皇帝才对她增加了几分好感 看着自己 还剩下的两个修改字数 萧萧立马灵机一动 当剧情继续开始的时候 紧接着女主 就当众表演起了匹刹 那丝滑的匹刹动作 让中场的所有人都自愧不如 毕竟匹刹皮刀开档了 因为萧萧的一切的操作到 女主只获得了一个答应的位置 这让她安自窃喜 不过笑的声音太大 不小心被人家发现 当被抓出来的时候 她的内心是慌张的 毕竟这样 可是动不动就要砍头的呀 果然不出萧萧的所料 太后立马就吩咐手下 准备给她处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皇帝去出声阻止他们 毕竟她还指望着 眼前的萧萧 给她预知未来 避免灾祸呢 可这让太后觉得自己丢了脸面 毕竟连处理一个小小的 宫女皇帝都要跟她唱反调 而一旁的萧萧 听到一家子在吵架 心里不禁在想 暴君为什么会救自己 而且还是一个得罪过她的宫女 难不成那一天 被抓了胸以后 就迷恋上那种感觉了 皇上读了她的心声以后 脸色立马一黑 这一幕给太后看到了以后 觉得居然为了一个小小的宫女 甩这么难看的颜色给她 这要是到了以后 耐还了的 子女端不可留 就这样萧萧在死与活之间徘徊 在一旁的女主 看到这一幕 实在忍不住了上前来阻止 毕竟她只是笑了一下 又做出了什么呢 这个女人内心是真的善良 明明萧萧是在嘲笑她 然而她却觉得是自己的错 如果不是自己 在狱前出了阳相 她又怎么会笑 所以恳求太后 如果真的生气的话 她愿意代替受罚 这让萧萧不禁在想 不愧是女主 真的心地善良 一旁皇上也替萧萧解雷 告诉太后 其实不让赴死 也是有原因的 今天在场的人 都是达官显贵的女儿 如果传出去了 未免会对她的形象造成损坏 很容易就在别人的眼里 留下心神手辣的形象 太后想了想 额头露出了冷汗 觉得这件事情 皇上说的也对 便答应了女主的请求 饶了萧萧一命 萧萧一路狂奔 跑到了一棵树下 拍了拍自己的小胸图感慨到 还好逃过了一劫 这时女主也跑到了她的身旁 萧萧回头一看 女主身旁的丫鬟 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 回想起当初看到的剧情 好像这个小丫鬟 从小跟女主一起长大 不过到最后卖主求隆 反而被暴君处理死刑 只是萧萧并没有过多的提示女主 只是向她请了个安 然而女主却温柔地将她扶起 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 这个女人明明看起来这么温柔 身边的丫鬟却咄咄逼人 一副看不起别人的样子 这样萧萧想了想剧情 发现前妻的女主 确实十分地善良 让人特别地喜欢 不过后面过度地善良了 导致自己跟个蠢蛋一样 甚至别人要害死他也能 笑着原谅 小说里的男二说是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他却真的跟他生了 甚至绿了皇帝 还跟他说 男二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下的错 难道就连这一点容下他的气量都没有吗 一旁的丫鬟 看着他在那里傻傻地站着 立马像个机关枪一样 疯狂地输出 询问他为什么还不道谢 萧萧想想也是 毕竟女主刚刚救了自己 也应该跟他道一个谢 然而听到道谢的声音 丫鬟却并不满足 反而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询问他为什么没有一点点诚意啊 这让萧萧忍无可忍 直接唱出了成名金曲 感谢了四季 女主听到了这首歌不明的感觉有点厉害 然而一旁的丫鬟却听傻掉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跟过来的 皇帝躲在树后 听到这五音不全的歌曲 也是有点猛逼 经历了这几天的生死与折磨 萧萧再也忍受不了做任务的日子了 他希望赶快完成任务 回到家中 好好地当一条咸鱼 然而系统小七 却告诉他现在并没有任务 只要他好好活着就行了 等有任务的时候 自然会出来告诉他 躺在床上 睡不着觉的萧萧脑海里在想 看来自己要苟到大结局 才能回到自己温馨的小家 而像这种炮灰角色的话 只有跟在女主身边 才可以活得更好 当想到方法以后 萧萧飞速起身 打算出去找首领太监 给点银子 掉过去伺候女主 刚打开门 两块硕大的胸肌 就将萧萧的额头 创出一个大大的红包 本来嘴里已经准备好了 千言万语抬头一看 立马变成了皇上请安 然而皇上 只是不紧不慢地走进了房门 询问他今天自己救了他一命 怎么没有表示呢 这让萧萧不禁在内心感慨 为什么今天一个个都让他来感谢呢 没有办法 萧萧立马跪在地上 直接以磕头的形式 感谢皇上的救命之恩 不过心中却在想 明明是个皇帝 结果什么好事都要往自己的脸上贴 就自己的明明是女主 这个男人 为了更精确地听到 萧萧的心声 打算将他调过来伺候自己 这样也方便 他随时随地地盯着他 看着萧萧一脸猛逼的样子 皇帝暗暗自得 毕竟能伺候帝王 可是八辈子才能修来的福气呀 虽然萧萧表面上笑容满面 但内心却难受得要死 毕竟现在的日子 他还算轻松 如果他到皇帝那边去的话 肯定有非常多的事情 等着他来做 不过这对于萧萧 也是个好的机会 于是提出来 自己笨手笨脚 可能当不了 这个大任 不如将自己许给姑答应吧 听到这句话 皇上直接反问 他居然知道自己笨手笨脚 那为什么还要去折磨顾答应呢 不过皇帝在内心想了想 让他去后宫嫔妃那边 当宫女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眼前这个女人这么花牢 如果放在身边的话 一天不知道要被骂多少句 听到自己的要求 被同意了 萧萧立马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毕竟在女评小说里面 又有谁能比 女主的大腿还要粗呢 在回去的路上 在回去的路上 皇帝一直在想 到底自己哪个地方粗呢 忽然脑袋里灵光一现 脸色不禁微红 不禁在想 那一夜萧萧 到底对自己干了什么 面色微红的抱紧了自己 心中在想 这一定都是风言风语 再说了 自己习武多年 怎么没有一个女孩子的腿粗 自己一定要在背后 偷偷地练成最粗的大腿 让那个萧萧好好地 跪在他脚边求抱大腿 这个男人为了 将自己的大腿变粗 竟然做了一晚上的深蹲 一大早太监就提醒皇上 太监提醒皇上 昨日挑选的新人 这个点 应该已经去向皇后请安了 皇上想了想 应该觉得 今天不会出什么问题 毕竟萧萧那个女人 疯疯癫癫的 故答应应该不会 带着她去见皇后 然而事情 就是这么的凑巧人 越不想发生的事情 她往往就会出现在现实 女主因为萧萧是在宫里的老人了 于是乎带着她过来 想要看看自己哪里不对的地方 让她出声提醒 就这样 皇帝的后宫家里 全都带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开启了大会 说是欢迎新人 其实在这其中也就他们几个人的攀比 由于昨日是皇后的生日 各位贵妃都以为 昨天皇上在皇后的房间待了一整晚 早上连脚都站不稳了 虽然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得到皇上的宠幸 但是他们还是拿皇后的年纪说是 毕竟皇后可是比皇上足足大了两岁 怎么可能跟他们这些年轻的比较呢 本来就在这个时候 萧萧吃瓜吃得好好的 结果一旁的女主 却帮起了皇后说话 虽然女主将皇后说得心花怒访 但同时也将贵妃得罪得死死的 就在这个时候 皇上吩咐送来的礼物也到了 可这也告诉了众人 皇帝压根 昨晚就没有在皇后的宫里留宿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尴尬了 她贵为后宫之主 却因为一直没有得到皇上的宠幸而烦恼 好不容易昨晚借着生日的机会 皇帝在她那里待了一会 今天与小伙伴们开会的时候 狠狠地装了一个逼 然而却没想到 还没有装多久 就被皇上派过来的人给戳破了 看着这家死对头的嘲讽皇后 显得是那么的丢人 贵妃得了面子还不松口 把目标转向了刚刚为皇后说话的女主 然而女主却只是不卑不亢地告诉她 她只是在家中经常听自家的父亲告诉她 皇帝从来不赏伺候宫家里礼物 但今日皇后却得到了一幅字画 这也可以说明皇后对于皇帝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听到自己被一个身份比自己还低的嫔妃对了 贵妃直接抽起了自己的手掌 打算狠狠地给这个女人一点教训 就在这个时候 系统提示萧萧新的任务已经发布了 请阻止女主和男主的感情线发展 这让萧萧暂停了时间 整理了一下脑海里的思绪 在原来的剧本里面 皇帝刚好看到了女主被欺负的画面 看着她隐忍的样子 让皇帝不禁牺牲好感 所以萧萧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只要女主不要吃到这个巴掌就可以了 于是乎 萧萧将女主搬到了一旁 心想着只要在这个地方就打不到女主了吧 然而刚开启时间 她却把自己忘了 哄哄起来的大鼻都就狠狠地打在了她的脸上 这个女人明明用了暂停时间的能力 帮助了女主 逃脱了被善巴掌的命运 然而自己的位置却没有站好 那本属于女主的巴掌 猝不及防地扇到了她的脸上 就在这个时候 皇帝出现在这 满是后宫嫔妃的房间里 随后走到了萧萧的面前 抚摸着她受伤的伤口 不过看到了附近嫔妃的眼神 皇帝瞬间松开了 之前抚摸萧萧的手 毕竟自己任何的过度关心 都只会害得萧萧成为众矢之地 紧接着换成了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让萧萧跟贵妃道歉 这一幕让萧萧非常的如雨 感觉皇帝不去学变脸 真的是太可惜了 不过毕竟在这个深宫六院当中 还是得给皇帝面子 随后跟贵妃道歉 贵妃满脸笑容地表示 并不在意 紧接着飞速地靠近皇上 告诉她平时自己非常的温柔 当然皇帝并不想听这么多废话 直接转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看的人已经走了 皇后娘娘咳了咳 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紧接着开始分配新入宫的人住所 将女主安排到端妃的宫里 萧萧在脑海里思考了一下 关于端妃的记录 虽然这个女人看起来十分的和善 但其实是一个十分很辣的角色 这个女人因为过多的修改剧情 导致接下来的发展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看这本应该独自住一个院的女主 却跟另外一个嫔妃住在了一起 萧萧下定了决心 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 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刚好遇到了坐轿子 走的贵妃 然而刚一路过贵妃的轿子 就开始了摇晃 紧接着他们就将这件事情 直接安在了萧萧的头上 打算借助这件事 直接把她干掉 然而萧萧并不在意 反正自己有金手指 可以将时间倒退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女主却挡在了她的面前 打算给她讨一个公道 然而贵妃可不是吃素的 直接狠狠地一巴掌 就扇在了女主的脸上 萧萧看到这一幕 实在忍不住地 直接一个铁扇铐 就将贵妃打在了墙边 趁着贵妃愤怒的时候 将时间往后倒退了三分钟 紧接着趁着贵妃刚路过的时候 飞速地将女主拉到了一旁 果然不出所料 刚一路过她们又开始了摇晃 同样的剧情 但是她们却乖乖地躲在了远处 然而贵妃却十分不要脸的 肯定是她们干的 这样萧萧十分地无语 不管怎么样 这张水就一定要往她们头上泼呗 果不其然 在后宫里的女人心都是脏的 通过时间倒流的能力 萧萧已经知道贵妃娘娘会陷害自己 然而她却没想到人可以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明明她已经带着女主走到老远的地方 结果她还睁眼说瞎话 还好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躺枪的人 通过改台词的能力 萧萧成功地让他们两个拱起了火花 扭打在了一起 随后趁机飞速地逃离现场 回到工地以后 彩莲就开始是唤起了萧萧 让她去整理床铺 这个时候女主过来就走了萧萧 询问她怎么知道贵妃娘娘那边会出现那种情况 萧萧表示这非常的容易猜到 毕竟刚才还让她丢了脸面 贵妃娘娘肯定会回来报复的 女主觉得也对 干脆让萧萧帮自己看看工理 谁做事没头没脑 也好帮忙调教调教 看着他们两个如此亲近 一旁的彩莲坐不住了 立马将女主的手拉开 表示不要跟萧萧靠得太近 谁也不知道她是哪个妃子派过来监视人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门忽然被打开 一个太监带着三个丫鬟来到了这个房间 这个女人是真的有钱 上次给吓人的东西都是用金子做的瓜子 而轮到给萧萧的时候直接给了 一手长那么多 这让她大吃一惊 像急了过年亲戚要跟红包 而自己拒绝的样子 而这是一旁的彩莲 却想一把将手中的金瓜子抢走 虽然被女主劝下来了 但是内心也露下了憎恨的种子 通过脑海里的思索 萧萧很明白 眼前这个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 所以进入了系统空间 查看了一下后面的剧情 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她真的对自己出手了 彩莲打算趁着四井五岁的时候 将她一整袋的金瓜子偷走 架货给萧萧 但这小小的把戏又怎么能难到她呢 晚上的时候 彩莲来到了四井的身旁疯狂的摸索 但是找了半天都没有看到钱包的身影 不过自私自利的她并没有多想 只是当作有其他人提前先把钱包偷走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情对她有利 只要将这个锅盖在萧萧的头上就可以了 而在另外一边消失的钱包 正在萧萧的手中 她暂停的时间 想不到将这个钱包放在哪里 更为合适 忽然脑袋里灵光一现 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好地方 这个女人一叫起来 就发现自己放在身旁的钱袋不见了 将所有人召集起来 询问了个遍 却发现她们都有证明自己不在的时间 在这期间唯一只进去过一个人 那就是采莲 而他们在寻找凶手的过程中 皇帝紧张地在门外看着 忽然想到她明明是一代皇帝 为什么要四处躲闪 随后吩咐一旁的太监晚上 让四锦盗宫里伺候她 顺便把萧萧也一起带上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房间里传出物品被找到的声音 眼看东西就在自己的脏衣服里面找到 这让采莲觉得一定是他们在陷害自己 直接猛地抓住了萧萧的衣角 凶狠地询问她 这件事情是不是她干的 看着自己从小长大带的丫鬟 如今是这个样子 四锦有点生气 但毕竟是从小长到大的 还是说出了一个借口 替她远过这一次问题 这让萧萧不禁感慨 果然是圣母 就连这样子的还要帮别人说话 下一秒一位太监就从门外走进来 她是来宣告皇帝已经选中四锦的事情的 听到这件事情萧萧本来是非常开心的 然而刚听到后半剧的时候 却让她瞬间裂开 因为太监说晚上的时候 顺便也要把自己带上 这个女人只不过刚进皇宫一两天 却即将获得后宫嫔妃 梦寐以求的宠爱 可她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却并不开心 萧萧也看出来了 问题直接将其他人赶了出去 忽然听到事情 说四眠不想去失寝 打算拿一盆冷水 将自己淋感冒 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去了 彩莲拉住了自己家小姐的手告诉她 她喜欢的楚大哥 可能已经不在这时间了 又何必这个样子了 就算她能回来又能如何呢 笑点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妃子 从进到宫里的那一刻开始 他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萧萧想了想他们如何错过的 楚心然是故事谨心爱之人 只不过两年前奔赴战场 随后下落不明 虽然他们两个人两情相略 但没有分配 而这个朝代却有规定 正三品的官员 家中有适合年龄的女子 没有分配的话 每三年就要参加一次选秀 如果不参加的话 就会背上抗旨的罪名 可是就在女主参加了选秀 成为妃子的时候 楚心然却成功地在战场上活了下来 并成为了九门提督 可也就是他回来的时候 这个感情就变成了恶心的三角恋 这个男人为了试探萧萧 可不可以预知未来 借机用事情的方法让他们过来 然而四锦却用冷水将自己染上风寒 但是皇帝并不想再继续等待下去了 于是吩咐他们就算病了也要过来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萧萧非常的震惊 没想到狗皇帝那么饥不择食 连生病的时候都要过去 就在传送的公公走了以后 四锦询问萧萧有没有喜欢的人 当听到他没有以后露出了悲伤的微笑 这让萧萧一个哆嗦 全身长起了鸡皮疙瘩 晚上的时候 萧萧正在外面开门 忽然听到了里面激烈的惨叫 这让萧萧不惊起了吃瓜的心情 正在他响入飞飞的时候 里面却突然响起了节拍的声音 还在疑惑 忽然这间房门就被打开 萧萧一头栽进了皇帝的胸膛 还在疑惑 皇帝为什么忽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往房间一瞅 发现四锦正在韧力地跳操 正在疑惑大好的春光 就干这种事情的时候 皇帝询问他在外面 偷听什么呢 不过看着他疑惑的样子 便解释 既然祖子生病了 他学思一下多多出汗 就可以好得更快 随后拉住了萧萧的后脖梗 一点坏笑地告诉他 虽然说你主子生病了 但你没有啊 这个吃了疯狗吊儿的小公 竟趴在皇帝的寝宫门口听抢脚 里面传来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宁萧儿疑惑地想着 怎么还打起了接他 狗皇帝的癖好奇怪 就在他想了入神的时候 文芝亚一声从里面被拉开 宁萧萧一个不稳烹的一声 直接撞在了一个宽厚的胸膛之上 宁萧萧抬头 看着满头大汗的陆林渊心脏 竟有些痛痛的感觉 暴君这副样子 怎么有血 性感呢 不对他怎么还穿着衣服 侧身往屋里偷瞄了一眼 我看不知道 我累得去 顾四锦竟在跳开合体 嘴里还喊着口号 三二三四 五六七八 大好的春宵 你俩在房间里跳进身操 明萧萧的表情一脸难以置信 像被雷劈了一样 你在门外偷听 明萧萧连忙摆手 没有没有 奴婢刚才靠着大门打了个堵 绝对没有偷听 你家小主生病了 正寻思着他出汗能好得快一些 便让他再次运动运动 转身出来把门关上 明萧萧躬身说道 是是是 皇上思虑周全 那皇上和小主继续运动 奴婢就先倒退了 说完转身就要开溜 然而下一秒 伊领却被伸过来的一只手给勾住 身后传来陆林渊恐怖的声音 他病了不能士气 你没病 明萧萧早已吓得冷汗连连 微微扭头想要看一下陆林渊此时的表情 却还没等他看见 就被陆林渊拉着后伊领给拖走 皇上我有病 我有大病 转眼明萧萧被拖着来到书房 一屁股摔在了软踏上 皇上不要 明萧萧用手挡着自己的头 奴婢背剑之躯怎能配得上 话还没说完 一本奏折啪的一声打到了明萧萧的头上 陆林渊抬起拿着奏折的手 也知道自己配不上这 就不该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美事 说完把手里的奏折扔给了明萧萧 打开念给阵听 明萧萧接过奏折 看了一眼说道 皇上 这不妥吧 心里却在想 私自翻阅奏折可是要看 这狗皇帝他该不会是想杀了我 故意挖个坑让我跳 陆林渊听着他的心里话直皱眉 你放心念 朕不会以此论你的罪 朕觉得眼睛酸 懒得自己看 你胆小怕事 无论在奏折上看见了什么 朕料定你也不敢说出去 明萧萧心想 当皇帝懒成你这个样子 怪不得最后落的一个被命 惨死在朝阳宫的下场 陆林渊听着明萧萧的话心中一紧 握紧了拳头心里极力忍呗 明萧萧 就让朕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能预知未来 明萧萧 就让朕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能预知未来 念 这本是太怨怨怨怕的 他问您 最近吃的好吗 屁还放的多不多 痔疮还有没有饭 明萧萧艰难的忍着笑出来的心 憋得脸都红了 陆林渊捏着眉心极力掩饰内心的尴尬 下 下一个 明萧萧又打开一本奏折 看到内容后一脸的演组 南云司上奏南方水患行事日益言句 全请之缘 念完后心想我记得这个 南方的震灾 暴君让步军统领魏延携带梁草和部队去 还特意剥了三万两白银震灾营 结果魏延见钱眼开 半路上卷了银两就捧物 等重新派送梁草赶去南方的时候 南方已经受灾十分严重 恶嫖遍野 此伤不计其数 而狗皇帝也因为这件事 在南方诸城大师明星 宁萧萧才也描了陆林渊一眼 我那时候还心疼过他被天下人所误解 但他连斗折都懒得看 能是什么明决 我该被人骂 陆林渊听完宁萧萧内心的话皱了下眉头 很是愤怒 胃炎 很好 朕道从未看出你是这么个结绝小子 随着一声 拿过来 陆林渊的手伸到了宁萧萧面前 就在宁萧萧把斗折递给陆林渊的时候 脑中响起滴滴滴 宿主你有新的任务了 插暴君的鼻孔 任务完成 剧情崩坏值加1% 任务完成失败 宿主生命只减10% 宁萧萧满脸抗拒 你没事吧 我插暴君的鼻孔能不能崩坏 剧情我不知道 但他肯定能帮了我 小气的声音再次传来 剧情不能选择 还请宿主加油 宁萧萧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 缓缓一步来到陆林渊身前 看着看奏折的陆林渊 不就是插个鼻孔吗 看我怎么插你 一不做 二不休 皇上 你看看我 陆林渊扭头一脸疑惑的看过 宁萧萧快速出手 宁萧萧按在了倒退键上 倒退 陆林渊伸出手 拿过来 宁萧萧赶紧把奏折递给陆林渊 心想 回来了 任务完成了 这时小气的声音传来 任务判定失败 小气一脸笑眯眯的说着 由于倒退键让时间整体回溯 所以插暴君底孔的任务没有完成 请宿主在五分钟内完成任务 否则将判定任务失败 宁萧萧脸色阴沉 你说什么 这是嗡嗡嗡 嗡嗡嗡 嗡嗡嗡 耳边响起蚊子的声音 酸戏通道 这种事还请诉准少作为妙 嗡指间一只拳头快速哟 随即凡人的声音也没有 宁萧萧看着握紧的拳头 好像能像捏死一只蚊子一样 捏死小气噢 宁萧萧看着手里的蚊子 忽然想到了什么 又来一遍 皇上 你看看我 在陆林渊转头之际 两根手指准确地插进了他的鼻 宁萧萧收回手大喊道 这蚊子大板 竟敢吸皇上的龙血 还好奴婢眼机手快 这才能保皇上龙体不受轻荣 陆凌渊阴沉着脸缓缓起身 宁萧萧紧张地站在那里 狗皇帝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你 不相信我吗 我眼睛没问题啊 脸色阴沉的陆凌渊听着宁萧萧内心的想法新鲜 朕信你朕就是个大棒锤 还是开口说道 你这般眼机手快 还当真让朕大开眼界 有这本事别浪费了 从今月起朕就寝的时候 你就负责来给朕抓蚊子 宁萧萧听后睁大眼睛 还不等宁萧萧开口 陆凌渊把一根手指放到他嘴边 朕要是被蚊子咬了 你的脑袋就可以搬家了 宁萧萧内心骂娘 你他喵的把老娘当青蛙了 宁萧萧未完成系统认误 净插暴君笔补 得到暴君的惩罚让宁萧首页抓蚊 宁萧萧坐在凳子上给陆凌渊赶 这是系统提示恭喜宿主完成插暴君的笔补认误 剧情崩坏值加1% 目前剧情崩坏值为5% 系统得到升级 开启便利店功能 宿主可在便利店中选购你需要的物品 宁萧萧一紧 便利店 随即进入系统 打开便利店 看着打开的便利店所展示的物品 宁萧萧眼睛一样 啊 真是急事运了 我直接买一盘蚊箱不就一老永逸了 点开蚊箱 蚊箱 价格 三根 这三根是什么意思 小七正式飘了出来给宁萧萧解锅 宿主在便利店里购买物品 是需要支付货币的 只不过宿主要支付的货币不是金银财宝 是男主的头发 宁萧萧听后两眼放光 所以 狗皇帝的三根头发可以换一盘蚊箱 是啊 这哪是头发 这都是飘逸的钱啊 宁萧萧满眼看到的都是钱 暂停满嘴流着哈拉子兴奋的就像睡着的陆林院不去 我要薯条 饮料 护肤品全部都要买买买 宿主在时间暂停的情况下拔下来的头发可不能用来制服 还请宿主将你的小聪明用在正道上 嗯 听完小妻的话 宁萧萧一下就那样满脸阴郁 真想把这个讨厌的小妻塞到鞋子里枪死 一边点着拨放箭 一边想着 对了 不用非得拔呀 成年人 那有不脱发 说干就干 枕头下肯定有很多头发 找到一根 陆林院感到有稀稀锁锁的声音 就眉头缓缓睁开了眼 睁眼之后看到的竟是趴在自己身上的宁萧萧 一个机灵猛地坐起身来 脸色飞红喊道 你要干什么 陆林院此时还以为自己被这个大胆的小宫女给飞离了 宁萧萧赶紧从陆林院的身上跳下去 皇上息怒 奴婢 奴婢是在给皇上赶蚊子 对 赶蚊子 陆林院用被子挡在胸前扭头对着宁萧萧 知道的是你在赶蚊子 不知道还以为你骑在镇的身上赶路 看着站得老远的宁萧萧 你身后藏了什么 宁萧萧身后拿着三根头发的手赶紧松开 让头发掉在地上 没有 皇上你看 什么都没有 心里却想的是 古代帝王除非国丧 否则是不可能落发的 要是让狗皇帝看到我手上钻着他三根头发 他还不得砍了我 朕的头发 他拿我头发干嘛 难道要用来施无骨压胜之术 他到底要干什么 拿着你的扇子好好守你 你若再敢往朕的身上爬 朕就把你腰掌 说着便躺下身来心想 就看看你这个疯女人到底想要搞什么鬼 看着躺在床上睡着了的陆林院宁萧萧小声喊道 皇上 皇上 装睡的陆林院躺着一动不动等待鱼儿上钩了 这个疯女人要搞什么鬼 装睡的陆林院躺着一动不动等待鱼儿的上钩 宁萧萧看着以为睡着了的陆林院 内心又活跃起来 这么快就睡着了 当宫女果然没有人权 尤其是跟了这么个动不动叫喊打喊杀的宝军 一边在内心吐头 一边蹲下来在地上找那三根被他掉在地上的头发 真是到了八辈子的血没 还是快点把头发整了 把蚊香换出来 不然他要是被蚊子钉了 蚊香是个什么鬼 宁萧萧开心拿着手里的头发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宁萧萧闭上眼睛捧着头发 三根头发 一盘蚊香 随后手心里发出一团亮光 亮光熄灭后手里出现一盘蚊香 陆林院看着一切不可思议想着 竟然凭空出现了 宁萧萧把蚊香点燃 放在了地上 做完这一切 伸了个懒腰 睡觉去了 陆林院坐起身来看着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了 抓着自己的头发看了又看 真的没有蚊子了 所以朕的头发换了这盘能驱赶蚊子的东西 朕的头发还有这效果 于是便从自己的头上拔了三根头发 学着宁萧萧的样子 三根头发 一盘蚊香 然而出现的却是一阵冷风呼啸而过 呵呵 你怎么可能换得出来 人家可是穿越过来自带戏组组巴子中 怎么可能是个人都能做到的 陆林院攥紧拳头 我居然会相信这种小把戏 这肯定是宁萧萧的障眼法 而此时惹失的小宫女 已经去跟周公约会去 哪还在乎这个小皇帝啊 睡梦中的宁萧萧嘴里不停地喊着妈妈 妈妈 陆林院起身看着宁萧萧不停地说着梦话 忍不住好奇 缓缓起身下床 来到宁萧萧的身边 看着睡着了的小宫女 内心竟有些说不出的安逸感 静一时看得出了神 妈妈 我好想你 我想吃你做的饭 看着睡梦中哭着喊妈妈的小宫女 陆林院心里不禁皱眉 哪有什么好想的 还要跟马抢饭吃 看着睡觉不老实的宁萧萧 陆林院竟有些怕他着凉 忍不住给他拉了拉被踢开的被子 给他盖好 第二日下完潮的陆林院 便亲自安排他养的亲卫 暗中监视未言的一举一动 若是他在运送赈灾物资的过程中 有任何不轨一举 便将他就地格杀 亲卫领旨退下 三公公端着一杯茶过来 陆林院看着放下的茶 想起了宁萧萧昨晚睡觉说的梦话 便吩咐三公公 你去上寺院签一匹好马 送到中翠公去给不答应 就说朕为了嘉奖他昨夜事情有功 刻意赏赐他的 皇上这不妥吧 听说过事情完送金银珠宝的 倒是头一次见有人送马 听到别人的质疑暴君的本性 一下就暴露 少废话 真让你办 就办 是奴才这就去 带小太监转身后 陆林院悠悠开口 还有交代一声 这匹马由宁萧萧负责照料 其他人不许插手 至于名字 让他自己起 说到这 暴君的脸上竟浮上一丝淡淡的笑容 钟翠公里 三公公您怎么来了 彩莲一脸笑意的赢了手去 三公公牵着一匹高大见证的马 皇上为了嘉奖昨夜 顾答应事情有过 特意让咱家送匹马来给顾答应 跪在地上的彩莲 小主昨晚回来就病得更严重 吃了药 这刚刚才睡下 奴才们替小主谢皇上隆恩 都请起马 彩莲来到马的跟前 这马好俊 伸手就要去抚摸马的头 就在手药接触上的时候 啪的一声被三公公的扶尘给狠狠地打开 你可不能碰 皇上说了 这匹马虽是赏给不答应的 但是只许宁萧萧一人照料 旁人不许碰 不许摸 被打的彩脸扭头瞪向宁萧萧 一脸疑惑的宁萧萧瞪大了眼睛 我来养 三公公把缰绳逼给宁萧萧萧 这是皇上特意交代的 结果缰绳的宁萧萧满脸嫌弃 好端端地送我匹马干嘛 还让我伺候他吃喝拉萨 这时马儿竟把宁萧萧当作美味的食物 伸出舌头就舔了上去 可把宁萧萧给折蒙了 这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这么威俗 上来就舔 好臭啊 这狗皇帝按的神心 一定是想折磨我 三公公看着这波操作笑 看来这马儿和你十分投缘 皇上还说了 叫你给马儿起个名字 你快些想个名字 咱家得回去赴命 宁萧萧心想 又让我这个起名白痴给起名字 宁萧萧十分严肃地说道 那就叫他草宁萌了 几人听的是一阵无语 这是个啥名字 这个名字取自何一言 宁萧萧认真真的说道 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于皇上 几人听后又是一阵无语 待三公公的任务完成后就离开 彩莲讨好的跟上去 把人送出门口 三公公慢走 扭头却恶狠狠地增向院内的宁萧萧等 这马儿长得好俊俏呀 这宗毛好威风 彩莲来到几人身后 恶狠狠地喊道 都围在这凑什么热闹呢 小主还病着呢 说着又往前挪了一步 都给我散了 话音刚落指拼那的一声 彩莲直接被草泥马一脚踢飞出去 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 宁萧萧看着躺在地上的彩莲 一个没忍住扑的一声笑声 招呼着众人 小主等下醒了要喝药 你们快去把药背起 我去把马儿拴在后院 看着没人理会自己的彩莲 愤怒地喊道 为你们谁来捞我一把呀 朝阳宫这边 他给马儿起了个什么名 他说叫草泥马 还说灵感是从皇上这里得来的 陆灵渊努力想着 这名字跟朕有什么关系 后宫之中最不缺的就是勾心斗脚 而与我诈 皇后请宫 身子可好全了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 平气好多了 宁萧萧站在顾四井身后 听着那虚伪的对话在心里吐槽 哪有好多了 暴君让他做的那套操 比本草钢木运动量还大 那狗皇帝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春宵时刻 竟让人跳操 真是奇葩 皇后皱着眉头一脸关怀 瞧着脸色还是不大好 本宫不是交代过你 等身子好利索了再恢复请安也不迟吗 侍奉娘娘成婚定性是平妾的本分 平妾不敢怠慢 皇后被顾四井扶小坐低的姿态 本是满意满脸威想 你懂礼书 知礼节 不怪皇上喜欢你 本宫也是喜欢 话刚说完便听到 童贵妃驾到 来了个惹事的主 随着话落 童贵妃也来到了凤鸾宫内 一副高傲的姿态往那一站 不靴地说道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眼皮都不带扫一下皇后 皇后看着这个嚣张的童贵妃 你来了 平身次 做这个字还没说出来 便眼看着童贵妃早已坐了起 屋内众妃齐齐看向皇后 皇后轻轻皱了一下眉 眼神温怒地瞪着童贵妃 童贵妃从不把皇后放在心上 从桌子上拿起一颗葡萄看着说道 皇后宫里的葡萄不怎么好 皇后努力维持着笑容 北方高昌国距离京都路途遥远 不过最甜的最美人 已经在送来的路上 童贵妃笑得嘴巴都要裂倒了根了 南昌国的最美人 前二个已经八百里夹即送入臣妾宫中 若是等着那些驼马一两个月的运来京都 再好吃的葡萄吃到嘴里 都是一股子的美 皇后闭着眼睛 凝忍着不看童贵妃 宁萧萧抬眼看了一下童贵妃 童贵妃母家在前朝有权有势 所以才敢这么跟皇后说话 完全不把皇后当回事 这些好多了 凭妃事情 第二日 只要还有一口气 都得来凤鸾宫叩谢皇后 听着童贵妃等完 宁萧萧皱着眉头扶着顾四井艰难的起身 你入宫第一天就被皇上翻了牌 事情完就躲在自己宫中称病 你眼里心里还有没有皇后 说到这里童贵妃已经极度的发狂 还不跪下给皇后认错 皇后开口 她病着 是本宫 话还没说完就被童贵妃打断 皇后娘娘 后宫的规矩若历不及 起妃是皇后御下不言 童贵妃出来刷存在感 故答应那病是寒症 她在宫中休养时的皇上和皇后同意 怎么却惹着贵妃不高兴呢 按说这也是皇上的意思 难不成贵妃觉得皇上如此 也是御下不言 童贵妃温怒地皱着眉头 则 童贵妃还没开口就被宁萧萧按下暂停见了 看着童贵妃 阴阳怪气的真是烦人 随后摸着下巴 闭脸坏笑 反正修改字数攒了有二十个 不如就整一下这个阴阳怪气的贵妃 这个嚣张的童贵妃在众人面前出城 竟是被一个小宫女给恶搞 是谁在说话 嘎嘎地像是鸭子在叫 听得本宫头疼 宁萧萧坏坏地笑了 不如加一个字板 童贵妃高傲地扶着自己的头发说道 是谁在说话 嘎嘎地像是鸭子在叫 听得本宫耐头疼 众人听后栖栖瞪大眼睛 看向童贵妃 童贵妃反应过来也是满脸震惊 浑身冒冷汗神色慌张起来 一旁的云飞实在忍不住 直接转身扑的一声笑出了声 宁萧萧也是极力忍着 不让自己笑出 眼泪都要憋出来了 再看原文 贵妃修煞 用力砸了两下暗头 快步离取 宁萧萧看完剧情 看我再改 修改后 贵妃修煞 站起身来愤怒地 用力砸了两下自己的内衣 快步离取 皇后惊讶地看着 童贵妃这一波操作 一脸茫然 今天的童贵妃是怎么了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 云飞实在憋不下去了 直接大笑出来 不哈哈哈哈哈哈 一边笑一边 努力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贵妃是不是不舒服 可得记得找太医啊 哈哈哈哈 宁萧萧此时憋得 浑身颤抖脸都憋起 扫向一旁的顾四景 忍住 顾四景都没笑 我一个吓人更不能笑 带出来后 宁萧萧憋得满脸通红 捂着粉青小徒生 总算是出来了 刚才快憋死我了 身后传来扑斥一声 宁萧萧转身 看着身后的顾四景 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两人彼此看着 对方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宁萧萧一手捂着肚子 一边向顾四景摆手 奴 奴才刚才为了憋笑 腿都快掐清了 哈哈哈哈 顾四景也是笑得花枝乱颤 谁不是呢 顾四景伸出 被自己掐红了手背的手 给宁萧萧看 眼角还挂着 被掐得腾出来的内水 两人开心地笑着 宁萧萧突然觉得 这个女人还有点可爱 怎么回事 另一边 朝阳宫的书房 陆凌渊拿着亲卫传回来的秘姓 看得直皱眉 不均同领卫颜在南域关 有所欲动 携带自己的清兵 卷走三万两 正在白银连夜出头 陈等已遵照皇上孙子 将卫颜就地格杀 并由副将孙志川 继续负责押运 正在物资至南方 陈等会一路随行 请皇上安心 看完秘姓后 陆凌渊握紧了手里的指心下 果然 那个疯女人当真可以预知未来 朝中灾或是她可以提前知晓 那么朕的生死或许也能改变 弘贵妃竟做出了这样羞耻的事 三公公一边给陆凌渊扇扇子一边聊天 是啊 弘贵妃虽然跋扈了些 但也出身名门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陆凌渊本来看书看得正香呢 结果听了三公公的话 竟皱着眉抬起了头 宁萧萧当时是不是也在那里 三公公一脸讨好的笑了 是啊 皇上怎么知道的 陆凌渊心想 八成又是那个疯女人搞的鬼 中最宫里宁萧萧和琪琪 恰恰蹦蹦蹦拉拉坐在庭院里晒太阳 闲聊的时候 突然听见拴在一旁的草泥马 思鸣不休 琪琪看向草泥马 萧萧 草泥马是不是饿了 我早上给她喂过了呀 宁萧萧扭头看了过来 转身走到草泥马身边摸了摸她的脑内 你怎么了 草泥马水汪汪的大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她 凑上来的琪琪 会不会是哪里不舒服 蹦蹦也凑了过来 说不准是编坏了 马儿都是向往自由 持聘草原的 咱们天天把她拴在宫里 她活动范围就这一亩三分体 琪琪则是一脸兴奋地看着宁萧萧 觉得有道理 萧萧 你要不溜溜她 溜她 宁萧萧满脸嫌弃 我不要 好麻烦 但架不住草泥马的泪眼汪汪 思鸣不休啊 所以宁萧萧只好赶紧妥协 我溜你 别叫了 可别再叫了 宁萧萧骑在马背上 也体验了一把骑马的乐趣 琪琪他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哇萧萧你骑在马背上的样子 好帅呀 大火正热闹 一道怨恨的声音传来 小主不在宫中 你们就这样多懒 宁萧萧转头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只见彩莲双手掐腰一步 我是老大 你们都得听我的样子继续吼道 宁愿在这看人耍吼 也不做正经事 仔细我回了小主 下个月的月前给你们扣光 宁萧萧扭头 看着叫嚣的彩莲 懒得跟他起争执 便让蹦蹦把他从马背上扶下来 就在此时 彩莲洋装从他们身旁走过 实则提前拔下了自己的簪子 就在宁萧萧准备下马的时候 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簪子 在马屁股上用力撕了一下 撕就草泥马吃痛受惊 一个高抬腿 驮着宁萧萧撒了欢的就跑出去了 宁萧萧下的赶紧趴在马背上 死死地抱住马儿的脖子 在马背上狂喊 哎呀呀呀 萧萧 身后的蹦蹦跟骑骑一脸紧张地 看着跑出去的草泥马 心中担心不已 这个T4横流的小公民 竟被皇上给救了小命 草泥马在涌道上急驰着 宁萧萧疯狂地喊着暂停 暂停 但是骑在马背上的宁萧萧又晕又颠覆 以至于他根本没办法吻下形式 集中不了注意力 没法进入系统 暂停不了剧情 只能死死地抓着马脖子 大喊救命 彼时陆凌渊走在去往中翠东的路上 远远看见草泥马在游道上横冲直撞的 转身问向身边的三公公 那是什么鬼 三公公看着急驰而过的东西 回皇上 好像 是草泥马 宁萧萧还在他背上骑着 陆凌渊皱着眉 他这又是在表演什么杂技 话音未落 人就快步朝着宁萧萧的方向走去心想 这封女人笨手笨脚的 要是摔下马的时候后脑勺着地 不就摔死了 朕都没舍得弄伤的人 怎么能让一匹马给伤着 身后的三公公连忙想要阻止在身后喊道 皇上 陆凌渊并没有停下脚步 反而更快 而草泥马也直直地向着陆凌渊的方向奔来 马背上还飘着冥萧萧的喊声 救命啊 就在要撞向陆凌渊的时候 他微微一个侧身 躲过要撞上来的草泥马 瞅准时机一个侧翻就翻上了马背 冥萧萧本来因为害怕 闭着的眼睛猛地睁开 只是觉得身后落下了一个重量 他纤细地腰只猛地被一双大手环住 固定他的同时 也握住了他紧紧攥着江绳的手 松手 陆凌渊沉着冷静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他松开江绳 将草泥马的控制权交给他 随着江绳一松一紧间 草泥马急迟的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 他这才将江绳猛地向后一勒 口中淤了一声 彻底让草泥马乖乖停在原地 危机解除 陆凌渊看着还在自己怀里瑟瑟发抖的凝萧萧 本想开口训斥他 但忍住了感慰 没事了 凌萧萧扭头剃四红流 看见草泥马已经彻底冷静下来 这才长出一口气 过有几分劫后余生的怀 奴婢多谢皇上救命之恩 陆凌渊淡淡的声音传来 学艺不经就不要在宫里做这些危险的事 若实在闲着无聊想表演杂技 可以跟你主子去学匹茶 说完他抓着凌萧萧的衣领 把他像个小鸡仔一样从马背上滴溜起来放到了地上 自己准备下马时 搭了一把马背 却摸到了一些湿热的液体 定静一看 掌心染上了一片烟红 怎么会有血 跟他姨妈有什么关系 这个疯女人又在搞什么鬼 看着马背上没有伤头 于是他瞥向凌萧萧 可有伤着 凌萧萧愣了一下 伤他倒是没伤着 就是他昨天来的大姨妈 刚才又在马背上一颠一颠的 所以他默默地摸了一把自己的屁股妈妈 漏了 于是内心慌得一批 没 没伤着 内心却是另一道声音 他有洁癖 他要是知道 他现在手上粘着的是我露出来的姨妈 他还不得杀了我 凌萧萧背影着墙根 脸上露出一抹尴尬的笑容 不行 我就是贴着墙根一路走回去 也不能让狗皇帝看见我身后的血迹 他就这么贴着墙 面对着陆凌渊 一边笑 一边举步为奸地挪着步子 而他越是如此 陆凌渊就越是好奇 跟他姨妈有什么关系 这个疯女人又在搞什么鬼 于是一个剑步上前 啪的一下给凌萧萧来了一个壁动 转过去 拉住凌萧萧的胳膊 逼迫他转过身去 凌萧萧只觉得无地自容脸都贴在了墙上 然后 陆凌渊就看见了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幕 陆凌渊看见凌萧萧被血字染污的裙裤后 瞬间就明白了他掌心粘着的血字是从何而来 凌萧萧羞红着脸不敢去看陆凌渊 此刻陆凌渊看着凌萧萧的眼神里冒着火光 恨不能将他生抽活泼的去大声喊吧 凌萧萧 皇上息怒 奴婢不是故意的 这种事又控制不住 凌萧萧伸手不同 一脸委屈 皇上我可追上你了 皇上 正说着话的两人齐齐看了过去 气喘吁吁吁朝两人跑过来的三公公 哎呦 这草泥马跑得也飞快了 皇上您没事吧 陆凌渊一个转身挡在了凌萧萧的身前 将他挡得严严实实的 朕无事 对着三公公吩咐道 你去拿件斗篷过来 是 三公公转身快速离去 命萧萧窘迫地站在墙根 想要趁机溜走 连忙道 奴婢多谢皇上救命之恩 奴婢这就带着草泥马回去好生管教 可陆凌渊却一脸不悦地拦住了他 站着别动 废话 能让他动吗 他一动所有人不就都看见 他屁股后面的血紧 此时三公公正好拿着斗篷回来了 陆凌渊接过三公公手里的斗篷一水 哗啦一下就劈在了凌萧萧的背上 把他娇小的身体全部照在了斗篷里面 还贴心地给他寄好 命萧萧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拧着眉头 给他寄走空的陆凌渊一时静看出了神 地旁的三公公一脸一抹笑地 看着两人无语惺惺 这是个什么情况 而陆凌渊看着三公公投来的目光 为了避免自己的举动让旁人误会 陆凌渊还特意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补了一句 你家小主病才好 你穿着单薄 别再染上风寒感染给他 命萧萧满脸羞红轻轻轻说道 谢主隆恩 求求你 饶了我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后再也不敢 灵萧萧牵着草泥马回了中翠宫 半路上 遇见了琪琪恰恰蹦蹦蹦拉拉他 他们是出来找他呢 萧萧你没事吧 草泥马这么乖 怎么突然就发狂了 最主要的是人没伤着就好 刚才采莲用簪子刺马屁股的举 灵萧萧看得清清楚楚 他将江绳帝给蹦蹦 让他先把草泥马牵走 然后静直去了采莲房中 他一脚踹开房门 采莲正躺在床上 悠哉悠哉地磕着瓜子 见灵萧萧气势汹汹而来 他冷笑道 纳马儿是你负责倦影的 刚才发了性子 幸好没伤着你 若不然 你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看 灵萧萧反手锁上房门 然后快步走到他身边 拔下簪子手起簪落 几乎将整根簪子 都插入了采莲的大腿里 采莲的惨叫声 大半个东翠宫的人都能听见 他高声呼救 来人了 杀人了 救命 冰萧萧他疯了 很快 门外就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萧萧你冷静点 他是小主的家生奴婢 你得罪了他鼻气小主惩罚 是啊萧萧 你先开开门吧 冰萧萧才不怕 见采莲还要喊 他猛的一巴掌 就抽在了他的脸上 嘴闭上 再喊我就把你的嘴撕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神色多少有些争论 采莲欺软怕硬 碰到硬茶他就死了 喊也不敢喊 只是一味的哭 你就不怕我告诉小主吗 告诉他什么 告诉他是你用簪子 刺入了皇上律刺的马屁 孩子他受惊 你可知道方才那匹马出去撞到了谁 采莲看着宁萧萧身上披着的披风 怯懦道 皇 皇上 他撞了皇上 采莲的表情明显慌了 我这马是你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伤着了马让他发了口 你想要证据 宁萧萧猛然将采莲发际上的簪子拔了爽 簪子的末端隐约还能看见一丝干涸的血迹 我现在就去把他调表皇上 大理寺和刑部的人自然会给你们想到的证据 宁萧萧转身就要走 采莲这才知道跑 他扑倒在地上抱着宁萧萧的塔 哭着求情 萧萧 别别这样 你就饶了我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宁萧萧压根就没想将这件事告诉陆凌渊 一来陆凌渊现在恐怕想杀他的心都有 哪里还乐意听他说话 二来就算是告诉了陆凌渊 不再见证手段落后 只凭一根簪子也听不了采莲的字 你我都是做工女的 日子本来就过得不 我也不想对你赶紧杀局 但你一而再地找我吗 我若轻纵了你 只怕你日后会更加变本加厉 宁萧萧取来纸笔料在采莲面前 你想让我饶过你可以 但你得写下字句说明 今日这件事是你做的 并按下手印 字句放在我这 只要你日后不再招容我 我保证不会把他交出来 海莲将信将疑 但摆在他眼前的似乎 只有这么一条路可走 于是他写下了认罪书 并按上了自己的手 宁萧萧拿过字句 微笑着冲采莲扬了扬下来 你刚才不是问我有什么证据吗 他向采莲晃了晃手中的字句 挑没道 证据 这不就有了吗 我现在就去把它交给三处公公 至于你他赢着采莲震惊无比的眼神 薄唇轻气 冷笑着说 就等着去死吧 你就等着去死吧 这个恶毒的工艺可不是省油的 得先除掉头 明萧萧转身决绝向门外走去 可哪知道刚打开子 顾四锦就迎面走 采莲看见顾四锦过来了 也顾顾着被簪子的流血了 直接扑向顾四锦 哭着求他 小姐 快拦下萧萧 他要是去遇前告我的状 皇上肯定会杀了我 明萧萧知道 圣母肯定又要发挥他孤独众生的神经 顾四锦表情严肃问道 萧萧 你跟采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明萧萧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一五一十的跟顾四锦讲了一遍 顾四锦表情明众看向此年 你当真做了这样的事 采莲低垂眼眠 小姐 奴婢真的知道错了乌乌 奴婢是极度萧萧 才会一时犯了错 以前在府上的时候 小姐跟奴婢最亲近 什么事都跟奴婢说 可是入了宫 小姐有了萧萧 就跟奴婢没那么亲近 而且琪琪恰恰他们也都和萧萧亲近 平日里都不爱搭理我奴婢是一时气糊涂了 才会做出这样的措施 还请小姐面在奴婢照顾你整些年的份上 就原谅奴婢吧 采莲跪在顾四锦脚边 她深知顾四锦心软 于是打起了感情牌 顾四锦没有探索 但心里却已经动容了 于是说道 你不该跟我道歉 而是该跟萧萧道歉 采莲马上跪着转身明萧萧 萧萧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吗 真的不敢了 面对采莲的声味俱响 明萧萧表示内心毫无波冷 七 就知道打感情 这招不腻吗 最后还是顾四锦出来劝我 她十分自然地将字句从桌子上拿了馆 这字句放在我这 往后她要是明湾不灵不正 我便亲手将这字句交流到上 你觉得可好 宁萧萧无语到了极点 她从来就没见过这么扶不上墙的烂女 既然她这么想把这枚定式炸弹留在自己身边 宁萧萧也懒得废口舌去和她争执 毕竟以后吃亏受苦的人是顾四锦若不正 她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顾四锦也不是全然没有惩罚采莲 采莲 你得心有亏 我要免去你掌饰宫女的职位 从今天开始 掌饰宫女就是宁萧萧了 宁萧萧听后心想 掌饰宫女 还不赖 就在这时端飞突然走过来 三人躬身行礼 端飞笑着说道 我本来想找你几事晚饭 结果在外面碰到了近视旁的人 皇上又翻了你来 端飞又笑着说道 妹妹还真是独得恩主 本宫好生羡慕你 顾四锦却满面愁容 一点也笑不出来形象 又要去跳操了吗 是夜 朝阳宫外 宁萧萧靠在门外 又听见了寝殿内 传来了奇奇怪怪的声音 跳起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抬高 调整呼吸 你爹说你体质弱 让朕多照顾照顾你 体质弱就是缺乏锻炼 有进步 继续 宁萧萧无奈地听着里面的动静行行 人家爹是让你在床上多照顾他 不是让你在床下多锻炼他 你给他练成金刚八笔 等日后他这儿八斤事情的时候 一脚八笔快飞出去 说你不是自己惩罪受吗 正激情吐槽着 结果吱压一声 门 又开了 宁萧萧呆愣在原地 等反应过来赶紧来回晃动 皇上我没有听见 我是在挡门子 陆凌渊这次都懒得跟他说更多的话 直接拽着他的衣领 跟我走 就把他给提溜走 宁萧萧疯狂流泪 我不想念作折呀 大半夜的不睡觉 跟我玩猜拳 这狗皇帝是有病吧 被拉到书房的宁萧萧一脸猛逼 记录朝堂实录 不读作折了 宁萧萧呆愣地看着陆凌渊 陆凌渊挑眉 前朝替朕记录朝堂实录的官员 这两日生了重病不能临朝 朕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 内心却在想着 作折的内容有限 我更想知道的是 是那些藏在祥和表面之下的案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让宁萧萧临朝 让他和那些朝臣们有所接触 顾答应说你聪明 写字又快 朕觉得这个活适合你干 适合我干 我干你娘 宁萧萧 奴婢白天伺候不答应 宫里面那么多活作都做不完 哪有时间再帮皇上记录 前朝的官员都说了些什么 奴婢要是一时走神给皇上记错了 那可不是要酿成大错 陆凌渊贴他一眼 下一刻 沙包大的拳头就已经红在了他的面前 宁萧萧还以为陆凌渊是要打他 一秒认错 他正准备答应陆凌渊的时候 突然听见他说你与朕猜拳 你若赢了 你要什么 赠给你什么 你若输了 就乖乖照正的吩咐去做 不许推托 大半夜的不睡觉 要跟我玩猜拳 他还能不能再离谱一点 陆凌渊伸出小拳拳跃跃欲试 他脸上扬起自信脚牙的笑 仿佛赢定了一般 宁萧萧一脸坏笑 好吧 看在这个智障这么想玩的份上 我就大发慈悲 顺便教他做人吧 皇上定好规矩 咱们是一局定胜 还是三局两胜 陆凌渊说道 三局两胜 赠给你一个挣扎的机会 两人摩拳擦掌 猜拳正式开始 三 二 两人同时出拳 第一局 陆凌渊出的剪刀 宁萧萧出的步 第二局 陆凌渊出的拳头 宁萧萧出的剪刀比赛 全程耗斥三名 比赛结束 陆凌渊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利 他修长的手指敲击着桌案 冲他挑眉 你输了 宁萧萧冲他歪头一笑 我不认 这局不算 重来 陆凌渊猝眉 用看待疯子的眼神 陆凌渊气急败坏 用力拍打桌案站起身来 像一头炸毛的狮子 宁萧萧迎着他惊诧的目光 伸手在他脑袋上摸了摸 嬉皮笑脸 摸摸毛 气不着陆凌渊忍无可忍 正要发作之际 宁萧萧突然对着他打了个响指 时间瞬间倒退回三分钟前 陆凌渊定定坐在龙椅上 三举两胜 正给你一个挣扎的机会 两人摩拳擦掌 猜拳正式开始 知道了陆凌渊会出什么 宁萧萧在心里默念着 第一把出拳头 第二把出步 稳赢 陆凌渊扫了宁萧萧一眼 嘴角露出玩味的笑容 呵 蠢货 三 二 两人同时出拳 第一局 陆凌渊出的步 宁萧萧出的剪刀 第二局 陆凌渊出的剪刀 宁萧萧出的步又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 宁萧萧人傻了 不对啊 他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他在人设里有百分百猜拳必胜这一条吗 不行 再来一次 这一次因为耽误了一些时间 倒退回三分钟前 已经到了两个人要出拳的阶段 宁萧萧来不及想 果断出拳 结果这一次竟然意料之外的连赢两局 激动的他笑出声来 高举双手大喊 赢了 他是笑了 这次轮到陆凌渊抑郁了 这封女人怎么回事 猜拳之前要出什么 都不用提前在脑子里过一遍吗 宁萧萧学着陆凌渊刚刚的姿势 手指轻轻扣机着桌面 冲他挑眉 皇上 你输了 变赌服输 你说了如果我赢了的话 我要什么你就会给我什么 你可不能耍赖 陆凌渊冷笑道 朕乃九五之尊 一言九鼎 自然不会耍赖 宁萧萧一脸傲娇 那我想要宁萧萧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陆凌渊给阻止了 且慢 陆凌渊抬起手 十指抵在宁萧萧红润的船上 但前提是 你得赢 宁萧萧撅着嘴 我赢了呀 三局两胜吗 陆凌渊一脸得意的坏笑 三局两胜不假 但宫中猜拳的规矩是比谁输得多 方才朕输了两把 自然是朕输得多 所以赢得是朕 而不是你 宁萧萧听后满脸黑线 哪有这样的规矩 皇上这分明就是耍赖 陆凌渊得意的斜眼看向宁萧萧 一副朕就是耍赖 你能把朕怎么样的欠挡掉 这天下的规矩 皆由朕来定 朕的规矩 就是规矩 宁萧萧白的陆凌渊一眼 气得在心里飙了句脏话 你牛逼 你伟大 从明月起 你便装扮成小太监同镇一起上朝 但是 皇上 宁萧萧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前 又看了一眼陆凌渊 有些尴尬 皇上你觉得我这个身体条件 能扮成一个太监吗 陆凌渊转头羞红着脸看着宁萧萧 突然 咳咳咳陆凌渊被自己一口唾沫心里给枪中 用力咳嗽了好几声惺 的确 宁萧萧确实有些过于有料了 而且她五官又长得精致 皮肤也白 让她扮成的太监 肯定一眼就会被人识破 见陆凌渊沉默了 宁萧萧赶紧乘胜追击 所以啊 皇上还是找个正儿八经的小太监帮你记录吧 奴婢不是不想帮皇上 实在是自身条件有诸多限制 陆凌渊转身沉思着 宁萧萧在陆凌渊身后兴奋的想法 快放弃吧 狗皇帝 陆凌渊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好法子 无妨 既然你有心帮朕 朕自然有办法能让你隐于朝堂 宁萧萧一解 什么法子 陆凌渊敲了敲自己面前的桌案 似笑非笑地看着宁萧萧 没有说话 什么意思 陆凌渊又将手伸到桌案底下 敲了敲桌底 宁萧萧灯时反应过来了 这个皇帝该不会是让我钻到桌子底下去吧 皇上你该不会是要奴婢明天钻到你桌子底下去吧 正是如此 陆凌渊笑道 宁萧萧瞪大眼睛看着陆凌渊 这不合适吧 在内心疯狂吐槽着 你有病吗 你让我钻到桌子底下 这跟钻你裤裆底下有什么区别 我死都不钻 陆凌渊听着他内心的吐槽 脸色阴沉着说道 要么钻桌子 要么砍脑袋 你自己选 明潇潇 这个狗皇帝 你给我选择的余地了吗 他在心里把陆凌渊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但是嘴上还是笑嘻嘻地说 砍不砍脑袋的奴婢倒是无所谓 主要是奴婢喜欢钻桌子 陆凌渊逆他一眼 失笑道 哼 你喜欢就好 这个大胆的小公母 竟在桌子底下明目张胆地看着皇上的两腿之间 皇后请宫 洪贵妃瞥了一眼 顾四井空空荡荡的座位 表情嫌恶 她又不来了 丽妃也是一脸羡慕开始挺适 咱们哪有人家的本事啊 每每事情过后 第二日都能得皇上允许 不用来给皇后娘娘请安 洪贵妃听后表情明显变得愤怒起 冷喝一声 龙岸前只放着一张龙椅 陆凌渊上朝便坐在那里 待陆凌渊在龙椅上坐好 三公公高喊道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弃禀皇上 臣有本要奏 微臣夜观星象 发现三合星所饕贴至天象有所异动 宁萧萧在桌子底下握着那不熟练的毛笔正在奋力写着 在内心不断吐槽 能不能说慢点 饕贴要怎么写 宁萧萧的吐槽并不能阻止下方的汇报 还请皇上做一场水路大法事 且将这些痴妹王两封印竹 以宝国运昌盛 宁萧萧直接彻底无语助 说话快就算了 还竟说些他不会写的字 痴妹王俩 能不能说点我会写的字啊 陆凌渊直接喊道 下一个 然而底下的宁萧萧却突然瞪大了眼睛 看着陆凌渊的双腿之间 在心里告诫自己 不可以瑟瑟 然而上面的陆凌渊 不自在地别过头 皱着眉头 都在想些什么呢 就不能想点有用了 上奏的人是个五将 粗人一个 说话也不够大脑 他是魏延的同僚 与魏延私交甚密 得知陆凌渊将魏延秘密处死 他忍不住要替魏延名不平 微臣以为 皇上处死魏将军 这件事做得也太过了些 魏延这些年征战四方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皇上只因为揣测 他可能会写款刺头 便当即处死 不给他一个警示的机会 如此做法 只会含了咱们五将的心 陆凌渊谋色清冷立着他 魏延挟三万两白银 丝陶是不争的事实 南方天灾 百姓潦倒 救命的钱他也赶他 朕杀了他有什么问题 微臣一见满夫不懂这些 但微臣相信魏将军 不会做这种事 陆凌渊博怒道 你相信 你能用你向上人头 和你妻儿性命替他担保吗 朕陆凌渊命三公公 将当日负责 斩杀魏延那名铁卫的 飞鸽传书承上 交给那名武将仔细查阅 他看过后 才知道魏延坚守 自道一事罪证确凿 属实是死有余辜 于是连忙下跪 向陆凌渊赔罪 微臣瞎了狗眼 信错了人 为了这等解决 小人冲撞皇上 还请皇上降罪 他是个忠心的 陆凌渊并未责罚他 直到 陶忠若还有像魏延 这样坚守自道 罔顾百姓性命之人 朕绝不侵扰 这次 朕命运砍了魏延的脑袋 有他诛遇在前 谁还赶不起后尘 朕并扒了他的皮 说完 怒儿拍案 张显君微 然而他似乎是忘了 宁萧萧还在 桌子底下躲着呢 他一拍桌子 吓得躲在桌子底下的 宁萧萧脱口而出了一句 哎呦我去 这一声明显的女声 被所有人都听见了 大家呼一环视四下 都在找寻声音的来源 只见一张桌子 被先飞在地 从下边钻出一个小宫女 直接扑到皇帝的怀 嘴里不停地喊着 好大 好大 真的好大 众朝臣听得各个面红耳势 随着宁萧萧一句 他要我去 台下众大臣 纷纷交头接耳的议论起 陆凌渊看着台下众大臣的反应 是无语 叫什么 是想被发现吗 抬脚踢了桌下的宁萧萧一行 本一是想示意他闭嘴吗 宁萧萧被踢得 也是满脸愤怒 粉粉瞪着眼 踢什么 你不拍桌子 我能叫出声吗 可没想到 宁萧萧刚吐槽完 陆凌渊又是一脚踢了 结果这一脚 刚好踢到了宁萧萧的左地上 宁萧萧瞳孔地震满脸阴郁 宁萧萧气不过 伸手在陆凌渊的大腿上 红粉地掐了一脚 啊 陆凌渊被宁萧萧 突如其来地掐了这么一脚 尖叫的声音高了一个八度 还微微发颤 多少有点擦边 众朝臣一脸震惊齐齐看着他 三公公也被这个操作给折磨了 陆凌渊尴尬得面红耳饰 心想 竟然敢掐震的大腿 三公公赶紧上前问道 皇上您怎么了 陆凌渊用手挡在嘴边 可可真没事 轻轻嗓子 继续 桌子底下的宁萧萧一脸得意地 坏笑着让你踢我 活该 就在这时刷刷刷的声音传来 一只超大个的蟑螂 正在缓缓爬动着 宁萧萧扭头看过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 瞬间被吓得浑身冷汗淋淋 蟑螂扭头滋滋滋 宁萧萧当时吓得魂都飞了 震耳欲龙的尖叫声 从他的嗓子眼里冒出来 下一刻 他被激发了无限潜能 神力加持 竟抬手一把掀翻了龙岸 碰得一声 仲潮臣也是被这一幕惊得不轻 纷纷往后退 三公公同样目瞪口呆地 看着竟不知该如何反应 荒荡一声 龙岸被掀翻落地 冒出滚滚沉烟 此时的宁萧萧正趴在陆凌渊的胸前 浑身颤抖个不停 嘴里不停地喊着好大 好大 陆凌渊是满脸飞现 凌潮潮又晕晕呼呼补充了一句 真的好大 众潮臣各个面红耳赤 皇上这是 众潮臣们看见这一幕 岂先是惊诧不已 不过很快就露出了一副磕道了的表情 似乎刚才陆凌渊那不正常的叫声 和一脸享受的颤抖 也有了合理的解释 毕竟上朝的时候 他在桌案下 裤裆旁藏一个女 还能做什么事 死 皇上真会玩 凌潮潮还处在被蟑螂惊吓的恐惧中 陆凌渊满脸愤怒尴尬 紧咬着后曹牙喊道 退 朝 朕让你抄路朝堂室 你又是掐阵大的 又是掀翻桌案 跳到阵身上 你要做什么 跪在地上的凌潮潮低着头 捂着一张脸怨罪 皇上息怒 奴婢不是故意的 但是那只蟑螂他真的很大 陆凌渊冷着脸 问道你有多怕蟑螂 他能吃了你吗 他是吃不了我 可是他能恶心我呀 人人都有怕的东西 难道皇上没有吗 陆凌渊一脸的忧怨 当然有凌潮潮赶紧接上 对啊 皇上贵为九五之尊 都有怕的东西 奴婢一个小小的公民 肯定胆子更小了 陆凌渊脸上的笑意瞬间冷凝 眯着眼睛对凌潮潮说道 正现在 最怕的就是见到你 凌潮潮瞬间正住 委屈巴巴的别别嘴 皇上要是真的这么讨厌奴婢的话 不如以后别见奴婢了吧 免得奴婢做错了什么 再气着皇上 心里却想的是 我还不想见你呢 听着凌潮潮心口不一的话 朕是不是给他脸了 让他觉得朕拿他没办法 所以他才这么有恃无恐 陆凌渊决定这次 一定要好好收拾收拾凌潮潮 虽然杀不了他 但也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他不是最怕脏东西吗 呵呵 宫里蟑螂老鼠 还有苍蝇的小卑鄙最多的点 就要数下人的攻防了 朕不杀你 但要锻炼你的胆识 真正的勇士 敢于直面恐惧 你既然这么怕脏东西 那朕就罚你去刷公筒好了 你见得多了 自然就不怕了 凌潮潮光是想想那个味道 就已经快要吐出来 皇上 奴婢知错了 你罚奴婢什么都成 就是别罚奴婢去刷公筒 皇上饶命饶命 陆凌渊才懒得搭理 转身神清气爽地走了 留下跪在地上 委屈巴巴的凌潮潮 可等在一旁的三公公 不过三公公是个 有眼泽的心想 我在皇上还小的时候 就伺候在侧 还从未见过得罪了皇上 还能完好 活着的人 三公公低头看着 跪在地上抽气的 凌潮潮心想 凌潮潮可是第一个 而且不止得罪了皇上 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 就算是犯下了 今天这样的大错 皇上也只是罚他去刷公筒 想着想的三公公 竟喜极而泣 皇上终于开窍了 三公公也只以为 是他们彼此间 特殊的情绪罢了 三公公可不敢得罪 这个有可能是未来娘娘的 于是便安排他去朝阳宫刷公筒 因为那里是皇帝的寝宫 所以公筒已经被刷得很干净了 三公公开口 这里是皇上的禁房 你把这里的公筒刷干净就可以了 宁潮潮看着干净到闪亮的禁房 眼睛瞪得老大了 嗅了嗅心想 好香的厕所 这么干净根本就不用打扫了 于是开心地对三公公弯腰行李 多谢三公公教福 三公公也是笑得脸都抽筋了 嘴上说着 哪里哪里 心里却想的是 我都懂得 皇上怎么可能真的舍得罚你 我可是最懂得主子的形色 可当陆凌渊回宫后 知晓三公公竟然安排宁潮潮在朝阳宫刷公筒后 立马气炸锅了 什么 你安排他在朝阳宫刷公筒 一拍桌子起身怒吼道 正是要惩罚他 不是让他躲懒偷闲的 于是他气冲冲地跑去了宫房 人还没到声音就远远地传了过来 宁潮潮你给震出了 宁潮潮为了表现自己刷得很卖力 此时手中还拿着刷子扭头看去心想 皇上找我什么事 这个男人满脸嫌弃皱着眉头 他怎么拿着那种东西就出来了 真是恶心人 陆凌渊快步走来大喊道 宁潮潮 你给我出来 宁潮潮为了表现自己刷得很卖力 出来的时候手中还拿着刷子 皇上找奴婢什么事 奴婢还有很多宫筒没有刷呢 陆凌渊看见宁潮潮手里的刷子 忍不住往后退了紧 满脸嫌弃皱着眉头心情 他怎么拿着那种东西就出来了 陆凌渊刚要开口 就听见外面传来的贵妃娇嘀嘀的声音 皇上皇上臣妾心煮了银耳燕窝粥 特地给皇上送来 皇上你在哪里 宁潮潮一听这声音心响 是同贵妃的声音 陆凌渊刚想开口 回应贵妃 宁潮潮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 上前一把捂住了陆凌渊的嘴 还对她做了个虚的手势 皇上皇上 不能让贵妃娘娘知道我在这儿 她不带见奴婢 要是看见奴婢在你的寝宫 她肯定会长奴婢似的 陆凌渊瞪大双眼 满脸羞红 身体不停地颤抖着赶紧往后退 与宁潮潮拉开距离后 阴沉着脸惊恐的手指发颤 想要扶上被宁潮潮捂过的嘴 好像又有些嫌弃自己的嘴似的不想碰到 声音颤抖地说道 你 你用你刷过公筒的手 来捂朕的嘴 宁潮潮被这一提醒 瞬间反应过来 玩犊子了 忘了暴君有洁癖了 皇上臣妾来找你了 宁潮潮回头看了一下 贵妃的声音越来越近 宁潮潮回身快速走进了宫房 探出头来对陆凌渊说道 皇上 你要罚我等一下再说 我先躲一躲 说完 将宫房的门盒上 陆凌渊对宁潮潮这一系列操作 整个无语至极 阴郁地看了一眼紧闭的门 又见旁边放了个扫帚 于是想都没想 就拿起扫帚杆插进了门栓里 将宫房门从外面卡死 你喜欢躲 就在里面躲一辈子 说完转身返回正殿 三言两语打发走了 准备在他面前发情的贵妃 然后就开始批阅起了今天的奏折 似乎全然忘记了 宁潮潮还被他关在宫房里 约莫过了两个时辰后 三公公奉来了一碗鲜牛乳 皇上 这两日宁夜里总是睡不安了 奴才让小厨房给宁热了一碗鲜牛乳 里面添了些酸早人喝和欢啼 祖安神之笑 皇上趁热喝了吧 陆凌渊头也没抬随口应付了他一句 知道了 放在一旁吧 三公公将碗斩放在桌岸边上 本来都已经准备告退 又突然试探地问道 皇上 命萧萧已经在宫房里锁了两个时辰 他求饶求得嗓子都咬了 您看这陆凌渊抬眼眯着三公公 你如今的差事当得是愈发好了 奴才不敢 三公公惶恐道 奴才多嘴 不敢讨扰皇上 这便告退 刚退出去没两步 又被陆凌渊叫住 等一下 朝阳公夜里静 想个办法让他把嘴壁上 别吵到阵睡觉 三公公这种在狱前活成人精的奴才 陆凌渊放个屁 他都能知道他身体里缺什么维生素 怎么可能不知道他话外的意思是什么 不就是心软了想把宁萧萧放了 但不好意思自己开口 所以让三公公去当这个好人吗 三公公心领神会 笑着应他 奴才明白 皇上放心奴才知道该怎么做 心想 这是让我把人放了呀 我然还是舍不得 陆凌渊脸色微红 心想我才不是心软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宁萧萧格外的宽忍 此来想去 只能用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 他要是在工房里睡一晚上烟入味了 到头来恶心的还不是正 这个走路像是去干架的很不分心 又一次把狗皇帝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面 被三公公从工房里面救出来的宁萧萧 感激地跪下 给三公公磕头道谢 谢谢三副公公救命之恩 三公公伸手 鼓起泪流满面的宁萧萧 好了好了 快回去吧 回公路上 宁萧萧在心里又一次 把陆灵院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面 狗皇帝把我观测锁里 就在这时 滴滴滴 宿主宿主 你有新的任务 和暴君跳四小天鹅舞 任务完成 剧情崩坏值加2% 任务失败 宿主生命值减50% 还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 小七的这番话 无异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道笋 令萧萧气愤地说道 我现在恨不得去掐死他 你竟然在这个时候让我和他跳舞 还他喵的芭蕾舞 而且你这种任务 和剧情崩坏有什么关系 说着一脚狠狠踢飞脚下的小石子 愤愤地说道 我怎么感觉你是在玩 小七飘在戏品空间里 表面满腔无奈时 则一副看好戏的梦 宿主 我一天到晚996 我也省回的 是游戏不好玩吗 我加班加点的玩你干嘛 宿主要想尽快回去的话 还是乖乖听从安排 完成任务比较好 冷静下来后仔细想着 这次的任务如果成功的话 剧情崩坏值可以增加百分之 但要是失败 他的寿命值就会减少散 冷静下来的宁萧萧决定面对现实 他做 可是问题来了 他到底要怎么完成这个任务 他不待见暴君 暴君也同样不待见他 别说一起跳舞了 他就是碰到暴君一下 说不定自己都会小命误宝 还不能用暂停键去完成 他边走边想 芭蕾舞倒是也不难 这个舞的精髓 不过就是崩起脚边来跳一下 我可以先暂停时间 然后给暴君摆好pose之后 再继续剧情 拉着他跳一下就完事了 只是做这些的时候 他身边不能有 暴君那个人最好面子 如果只是我单独跟他两个人了 我可以再给他摆好pose之后 装作自己脚下不勇腰摔倒 去把他的手拉一下 这样的话 他就算生气 最多也只是罚我再去刷刷公主 起码小命能保住 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能尽快找到一个 所暴君独处的机会 这样既能完成任务 也能将对自己的不利降到最低 第二天早上 芭蕭蕭正在给顾四锦梳妆打扮 彩莲拿出了许多药膏 高兴的来给他 小姐 这些都是皇上让人给你送的 都是顶好的东西 可见皇上记怪了 顾四锦艰难的扭过头了 记怪我 恐怕是记怪我高抬腿做的 够不够标准吧 收了鹿铃铃的东西 顾四锦总得回些什么 于是便说道 彩莲 把我做的甜汤给皇上回来 送过去吧 是 彩莲应来 明潇潇从旁听着 心底一醒 送甜汤去朝阳宫给报君 这不是绝佳的独处机会吗 于是他开始给自己了 一把抱住彩莲 小主 我去送吧 彩莲的腿还没好 走起路来一补一补 也不方便 还是让我去吧 彩莲瞪大眼睛瞪着宁潇潇 顾四锦笑着开头 那就潇潇去跑一趟了 宁潇潇达成目的赶紧回到 是 小主 说完转身就停 留下身后彩莲愿毒的眼神 这个大胆的小宫女 竟偷偷摸摸地跟踪皇帝的行程 她是活够了吗 宁潇潇将石盒从彩莲手中接过来 转身拎着石盒就去了朝阳宫 走在路上 宁潇潇心情大好一路 封着欢快小曲 然而 彩莲却和顾四锦小声念叨起 小姐 她总往狱前跑 露脸的事都让她做了 顾四锦明没看见 潇潇是看你不方便才主动帮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 彩莲不甘心继续说道 本来就是 她日日在皇上面前晃悠的次数 可比小主多多 小姐可得当心着 毕竟日房夜房 家贼难房 她可别是对皇上 动了什么不该动的心思 顾四锦不想再继续听下去 摇头示意她闭嘴 以后别说这种话了 旁人的善心在你眼里 倒是落不了半分后 你从前在府上的时候 还懂得分寸 怎么如今入了宫 却越发爱是小镜子 顾四锦说完扭头不再看彩莲 你要是以后再这样 我就把你送回布府去 彩莲底下头 是 小姐 我知道错了 彩莲虽然低头承认自己错了 但还是能看出她满脸的布府 突然恶狠狠瞪着眼睛心想 宁萧萧 总有一天 我会把你赶出宫去的 而宁萧萧将甜汤送来的时候 才知道自己大意了 原本以为只有陆凌渊一个人 在朝阳宫批阅奏折 却不想今日三公公也在一旁伺候着 眼瞅着到嘴的鸭子飞了 她好一阵丧气 听见她叹气的动静 陆凌渊抬眉瞥了她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拿去小厨房 朕现在要出去 没功夫喝 宁萧萧笑着问她 这大中午的外面日头晒 皇上要去哪呀 朕去哪跟你有何关系 做好你自己的事 再多问不该问的话 朕割了你的舌头 说完不嗅而去 独留宁萧萧一人在风中凌乱 不成 这任务要在24小时之内完成 现在没给她剩下多少时间了 她得跟着陆凌渊 看能不能找到新的机会 于是 她便像个跟屁虫一样 偷偷摸摸地跟在陆凌渊身后 陆凌渊这一路是网欲不去的 宁萧萧突然想起 原作中对于她的生活习惯 也有一些描述 她评语里如果批跃奏折类了 或是遇见了什么不好解决的麻烦事 都会到玉湖边上散步 为求清静 也从不让人跟着 宁萧萧心想 这个距离看着陆凌渊 其实还是蛮帅的 不能乱想 得办正事 这不是瞌睡了给她递枕头 自己送上门来了吗 一路跟陆凌渊到了玉湖 果然见她抬手 是一侍卫与内奸在此地址 自己只身一人朝着玉湖边上走过去 陆凌渊正站在玉湖旁 她被定格时聚谋低垂 望着微有涟漪的湖面 像是在撕存着什么 宁萧萧故意在灌木丛中 发出了一些动静 引得陆凌渊注意 男人回眸 锐利的目光扫视着 传来稀疏小洞的灌木丛 不一会宁萧萧的目的就达成了 陆凌渊轻拢的声音传来 谁在哪 这个大胆的小宫女 在湖里扑腾这样的救命 于是皇帝想都没想 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湖里 宁萧萧 你可不能给朕死 宁萧萧成功引起了陆凌渊的注意 十分自然地从灌木丛中 探出半个脑袋 在目光与陆凌渊对上后 笑着说道 皇上好巧啊 在这里也能遇见你 怎么会是他 陆凌渊眉头猝起 心下疑惑 自己出朝阳宫的时候 他还在放石河 怎么比自己还提前盗玉湖 你方才不是还在朝阳宫 这会儿怎么陆凌渊还没说完 就被宁萧萧打断 陆小主让奴婢来于花园采花 奴婢放下石河后 就一路小跑赶来了此地 宁萧萧信口胡舟 从灌木丛里起身 走到了陆凌渊身旁 怕他不信自己所念 还刻意将手中的那两朵花 在他面前晃晃 皇上你看陆凌渊懒得 在搭理他转身就走 留下一句 那你就接着踩 别打扰这 这会儿宁萧萧也算是 离陆凌渊很近 但距离还是不够近 宁萧萧往前挪着身子 在心里想着 再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然而他的小心思 都被陆凌渊听得一清二楚 他又想做什么 就在这时 宁萧萧便按下暂停键 将站得笔直的陆凌渊 摆出芭蕾舞标准后 然后自己站在陆凌渊身边时 这身高差太多了 连起脚尖来 摇摇晃晃地站在他面前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 不管了 继续 陆凌渊突然被人改变了站姿 一时间也是摇摇晃晃地立不住身 偏此时 宁萧萧还伸手抓住了他的手 赶起来 陆凌渊看了一眼 要倒过来的宁萧萧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 甩开了宁萧萧的手 便是这轻轻一甩 导致宁萧萧杀不住闸 整个人向后倒去 竟直接掉入了玉湖里 砸起一片水花 他在水里像只鸭子一样扑腾 双手胡乱拍打着水面 救命 救命 他慌乱呼救 可陆凌渊才不会上他的道 回想他方才种种怪异举动 倒看着像是不意要将自己 拉到玉湖里去一样 他肯定是想装溺水 让朕去救他 然后趁机拉住朕 把朕往水里扑 朕要是姓名 朕就是个棒锤 然而这一次 冰萧萧他真没装 他是真的不会游泳 原本他想要抢脱自己冷静下来 闭上眼睛调出文档来按下倒推键 可他只要一停止挣扎 整个人就会陷入玉湖里 这导致他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里 也就没办法调出文档使用金手指 他只能一边奋力在水中扑腾 一边冲入凌渊高声扑 皇上救我 我不会游泳 皇上 陆凌渊懒得搭理他 转身就要离去 可就在他转身一刻 水面上突然没有了动静 宁萧萧的呼喊声 也随着几声冒泡泡的咕咕声 消失不见 陆凌渊猛然回头 发现宁萧萧已经沉入浒中 令他真正意识到事态严峻 这一次 他丝毫都听不见宁萧萧的心声 难不成 是真的 这一刻 所有的疑虑都被打消 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件事 宁萧萧 三公公打老眼看见陆凌渊头 吓得魂都没了 来人呐 快快快 快跳下去救皇上 一声令吓 十数名侍卫下饺子一样跳入浴湖中 好在宁萧萧才沉水 陆凌渊很快就找到了他 将他救了上来 哎呦皇上 您可吓死奴才了 三公公拿了件衣裳就往陆凌渊身上劈 陆凌渊一把推开他 半跪在地上用力摇晃着宁萧萧 伸出手来轻轻扶上他的脸 陆凌渊年少学习游泳的时候 嘴也没歇着 宁萧萧 宁萧萧 你给朕醒来 朕不许你死 这样的霸总发言 要是宁萧萧能听见 他一定会吐槽一番 但这一次 他丝毫没有反应 而后 他深吸一口气 俯身下去紧紧贴着宁萧萧的薄唇 将新鲜的空气送入他的口中 人在应激反应的时候 通常会紧闭牙关 就像宁萧萧现在这样 他牙齿不受控的用力有 陆凌渊不管吹进去多少空气 都没办法让他恢复呼吸 他只能霸道地 用手用力地把宁萧萧的嘴掰开 迫使他将嘴巴张开 然后用舌头将他的牙齿顶 才得以将空气 顺利送入他的口腔 以三公公为首的吃瓜群众 哪里见过这场 他们急小声议论着 皇上是有多喜欢这个小宫女啊 这都死了 还一个静青都没完 撕 你们说皇上不会有什么怪品了 比如什么的越说越离 在陆凌渊反复施救之下 宁萧萧渐恢复了意识 溺水过后 脑袋都会短暂的神志不清 下意识地咬上了陆凌渊 陆凌渊吃痛 连忙撒开宁萧萧 朦胧中 宁萧萧看见陆凌渊浑身上下湿了的通透 法丝沾满水渍贴在脸颊上 看起来狼狈不堪 但格外地帅 然后再度晕厥过去 他不是在装晕 因为他没有在心里嘀咕 陆凌渊叹了叹他的鼻息 发现他恢复呼吸之后 立马扭头喊道 传太医 三公公赶紧离止 是 扭头吩咐身边的侍卫 快传太医去中翠宫 陆凌渊扭头拦住他们 中翠宫离这里太远了 时间都耗费在路上了 转过头来 看着躺在地上的宁萧萧喊道 去朝阳宫 这个女人一觉醒来 竟发现自己躺在了皇帝的御床之上 还以为是自己失身了 却不想竟是被皇帝给救了一命 昏迷过去的宁萧萧 此时正陷入梦境之中 原本刚才沉入玉湖之后 那种枪水带来的强烈窒息感 渐渐消失 反而令她感到了一阵 前所未有的舒适安逸 紧接着 也能听见小七对她大喊 宿主 坚持住啊 宿主 的声音 但身体却止不住地往下沉 不会真的要 就在她失去意识前 她看见了一束十分刺眼的光 有人逆光而来 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宁萧萧努力睁开眼睛 想要看清那人 竟是陆凌渊 宁萧萧 有人在喊她 就在这时 宁萧萧猛地睁开眼睛 一瞬间醒了过来 宁萧萧看着房间的样子欣喜 这是朝阳宫 我怎么会在这里的床上躺着 我该不会是被那狗皇帝给占傻了吧 就在这时 滴滴滴的声音在脑中响起 宿主扶大命大姐为一条命 让我给宿主鼓个掌吧 说着宁萧萧的脑海中 就出现了一阵鼓掌声 像极了KTV包房里面 那个令人射死的尴尬鼓掌音响 宁萧萧感觉 好吵啊 这时有说话的声音传来 皇上放心 微臣失真后 他的情况已经趋于稳定 应该马上就会醒过来 宁萧萧转头看了过去 陆灵渊正在和太医交流他的情况 今日是 谁敢说出去一个字 杀无赦 两人赶紧攻身行礼 奴才遵旨 陈遵旨 宁萧萧心中疑惑 刚才是陆灵渊救了我 宁萧萧咳嗽了两声 引起了陆灵渊的主 听见声音陆灵渊一个快速转身 走了进来 宁萧萧又是一阵咳咳咳 咳完抬头看向陆灵渊 他嘴上的伤痕 宁萧萧想起两人亲吻在一起的画面 顿时一阵脸红 好像是被我咬的 心脏竟蹦蹦地跳得好快 陆灵渊看着醒来的宁萧萧 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下 太好了 他没事了 陆灵渊又端起了帝王的架子 走到宁萧萧床前 低眉看着他 你要是想死 下次找个没人的地方去死 别死在阵的面前 会气 宁萧萧听后皱起了眉 须着声音说道 奴婢多谢皇上救命之恩 还不忘在心里吐槽 把我的感动还给我 陆灵渊扭头沉声喊道 何愿判 宁萧萧听后在心里一嘀咕 何愿判 这时何愿判上前 坐在宁萧萧身边来给他吧 宁萧萧抬头看着 给自己把卖的何愿判心想 何愿判 就是那个偷医药房的人 身换成了假药 谋取私利的太医院愿判吗 陆灵渊听完宁萧萧的心里话 心中一紧 扭头看了过去 这个女人突然开始疯狂的咳嗽 她扶着自己的胸口 一副难受的模样 奴婢感觉喘不上气了 好像快要死了 御药房的药材 都是把质量好的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时间久了质量差点 就放在最上层 宫里的主子一般都用不上那些已经坏了 所以那些药如果用不完 就会定期丢出去焚烧 因为上层的人身基本不会有人用 所以和院判就趁机把那些人身都换成了假 把这些真人身偷偷卖出去 结果晋王的母亲病 陆灵渊误送了假人身去给晋王母亲治病 这一吃 晋王的母妃吃了暴毙而亡 这件事间接导致陆灵渊和晋王结下粮子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钻王生出了谋逆之心 后期更是成为了谋反的主力军 这些宁萧萧对剧情的分析 陆灵渊听了一清二楚 守静不知不觉地握紧 而她接下来的一番心声 也令她觉得意外 宁萧萧抬头看了一眼陆灵渊 要不 我提醒一下陆灵渊 很好 还算你知恩图报 终于不叫镇狗皇帝了 陆灵渊刚说完 就被宁萧萧的下一句给没道了 宁萧萧接着又在心里想了一句 毕竟狗皇帝刚才救了我一命 陆灵渊顿时就怒了 刚说完不叫镇狗皇帝了 这死女人就来了一句 何愿判起身回道 没什么答案了 微臣等下开处要给她 磕下去区区寒气就成 就在这时 咳咳咳 咳咳咳咳咳 原本已经情况稳定下来的 明萧萧突然开始疯狂的咳嗽 她扶着自己的胸口 装出一副难受的模样 对陆灵渊有气无力的说道 皇上奴婢感觉喘不上气了 好像快要死了 何愿盼皱着眉头眼神 带着些不愿扭头看过去 陆灵渊听后嘴角上扬 扭头也看了过去 我累个去 吓我一大跳 令萧萧坠装的也推向了 奴婢听说吃人参能大补 说不定能吊住奴婢的一口气 那个 皇上我能为您讨个人参吃吗 听了她这样的诉求 在场的工人都猛了 这宫女是活腻了吧 皇上好心救她一命 她还恬不知耻地 赶问皇上要人参吃 那人参也是她一个小宫女配吃的 命萧萧一时也拿不准 这狗皇帝的降临 在心里说道 我经历了 就看你的造化了 就在众人都以为 陆灵渊会训斥室宁萧萧的时候 怎料她却意外地轻笑一声心响 算你有点良心 她点了点头 然后用十分温柔的声音 对宁萧萧说道 你要的 朕都给你 宁萧萧一时没懂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惊愣在那里了 何院判是一脸不可置信 唯独三公公一脸磕到了的表情 就差偷笑出声来 你就宠着她吧 宁萧萧看着一脸傻笑的 陆灵渊反应过来 嘴上说着 谢 谢皇上 心里却想着 暴君是不是吃错药了 何院判此时内心慌的一批 但表面上没有显露出分口 她还是对陆灵渊说 那微臣这就去医药房取了人参来 给这姑娘煎药服下 双手作一告退 可还没走出两步 陆灵渊就叫住她 你是院判 怎能让你伺候宫女 三福 你带人走烫医药房 随便挑两根人参拿来 三公公领指 是 皇上 宁萧萧顺嘴补刀 公公给我挑放在最上面的吧 奴婢听说放在最上面的药材 都是质量已经不太好了 准备丢弃的 拿来给奴婢用了 也不算浪费 何院判听了宁萧萧的话后 吓得浑身冒冷汗 陆灵渊似乎颇为赞同她这句话 汉手道 就依着她的吩咐去做 她一个公币 是配不上什么好样 三公公满脸笑容 你俩就完吧 赶紧回答 是 皇上 此时只有何院判心里在打鼓 内心有一万匹马在策马奔逃 最上面的人声 这个老头活腻歪了 竟敢当众诅咒皇帝 微臣用皇上的列祖列宗启示 若微臣有做过这样的事 就让皇上全家不得好死 何院判见三福都要走到门口 吓得他额头浮出了一层细腻的汗 皇上要不还是微臣去吧 这三福公公不懂药材 宁姑娘的身子虚寒 得大不 用那些质量不佳的人声 只怕收效甚微 无妨 陆灵渊头也没回白白手 收效甚微也是有效果 吃不死他就成 宁萧萧听后无语至极 怎么办 我现在后悔帮这个皇帝了 他就活该被人搞死 现在他后悔也已经晚了 何院判满头大汗的站在那里不敢动 张张嘴不知道在说什么好 只能闭嘴 默默等着 御药房距离朝阳宫不算远 三公公较成很快 不一会就回来了 三公公回到 皇上人身拿过来了 明潇潇看着拿过来的人身笑了 心想 这个何院判跑不了了 何院判看着拿来的人身心想 完了 算了 毁灭吧 突然指着三公公手里的人身大喊道 三福公公 这不是人身 三公公一听瞬间一身冷汗 明潇潇看着何院判这波操作瞪大双眼 陆灵渊皱了皱眉头 脸色冷了起来 何院判再次开口 回皇上 这药材根本就不是人身 商路与人身外貌极相似 但商路有毒 其根部毒性最强 倘若误实 其毒性会在两个时辰内发作 食用者会出现呕吐抽搐等症状 严重者还会诱发心机而亡 听何院判说完这话 明潇潇瞪大一双鹿眼 这鸭的 他竟然自己主动说出来 三公公手一斗假人身哗啦一下掉在地上 满是惊恐地跪在地上 乌叶道 皇上 这事可跟奴才没关系啊 奴才依着您的吩咐 确实拿的是御药房 跪子最上面一层的人身 皇上明察 何院判在这个时候也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臣请皇上彻查此事 若御药房中有人坚守自盗 则是陈御下不言 陈愿领罚 陆灵渊一脸阴郁地看着跪在地上的何院判 陆灵渊突然转头描向凌潇潇 因为凌潇潇又在心里说话了 原来他早就给自己安排好后路了 就算去彻查 他也可以把下属推出来做替罪养 凌潇潇微微转头看了陆灵渊一眼 该怎么办才好呢 凌潇潇突然诡异地笑了 好久没改过剧情了 不如趁机整一下暴君 让他刚才对我那种态度 陆灵渊冷声开口 何院判 你在宫中勤勤恳恳侍奉了二十多年了 朕可不希望在调查结果中看到了 接下来的剧情是被宁潇潇改过后的版本 何院判听陆灵渊说完 赶紧声泪俱下表忠心 于是哭着说道 皇上 微臣用皇上的列祖列宗启示 若微臣有做过这样的事 就让皇上全家不得好死 一语落 万籁俱敬 何院判一愣 我说了什么 怎么这么不对劲 三公公抬头看向何院判 一时无语 心想 你压得活该 宁潇潇笑着偷偷给何院判竖起大拇指 说得好 给你点赞 陆灵渊暴怒不已 修长的脖梗上青筋凸显 他食指用力钻拳 将拳头捏得劈啪作响 来人 将他拖出去 凌迟处死 这个皇帝竟拉着一个大男人 在这里讨论女人 痛惊是个什么玩意儿 宁潇潇缓缓下床 心想成功解决何院判了 对着陆灵渊说道 奴婢感觉身体没那么难受了 那奴婢就先行告退了 刚走下床的宁潇潇 偏偏在这个时候 突然啊了一声 陆灵渊扭头眸碎 阴沉打量着他 见凌潇潇捂着小妇 神情苦楚 他便道 你怎么了 凌潇潇尴尬的摇了摇 没 没事 心想 妈的 怎么在这个时候来姨妈了 他的小妇传来阵阵坠痛感 他面色苍白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来大姨妈的时候 跳到玉湖里 抛了个冷水澡 他不痛惊谁痛惊 陆灵渊见他这副模样 一点都不像没事的样子 追问他 到底怎么了 有事就说 凌潇潇笑着轻轻说道 多谢皇上关心 奴婢真的没事 心里却想着 你要我跟你说什么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我痛惊吗 不成 我在不走等下就要血崩了 到时候暴君看我弄他一床 又得砍我脑袋 于是他坚强地站起来 给陆灵渊行了个礼 奴婢告退 一搏一搏地走了 陆灵渊则一脸疑惑 还在回想凌潇潇的心里话 是什么鬼 痛惊 那是什么 是他娘胎里带出来的病症吗 这病还会血崩 那会不会死人 不成 朕得找机会问问太医院的太医 这不机会就来了 陆灵渊站在那里自带威严 何院判坚守自盗 以公谋私 辜负了先帝对他的信任 罪该万死 朕让你坚然他的位置 可不要让朕失望 陈锦记圣恩 绝不欺瞒怠慢 起来吧 谢皇上 此人正是原太医院赴院判走马上任 前来面圣叩谢圣恩的 他来得刚好 陆灵渊平退左右 一把搭在宋院判的肩膀上 一脸神秘的问道 宋青家可知道痛经是个什么病症 宋院判脸色微红 面露难色 这微臣才疏血浅 倒没听过这病 皇上可口详细描述一下具体的病症 陆灵渊想了想 肚子疼 冒冷汗 脸色发白 还还会血崩 宋院判扶着胡须脸色微红的说道 听皇上这般描述 似乎像是 癸水有益 这是千斤一颗的病症 可用真酒一术来缓解 不知是后宫哪位娘娘 陆灵渊心想 既然能治 那就不是什么大病 可是她又不能让太医 直接去给一个宫女治病 思前想后 觉得反正都是女人 宋萧萧有的问题 说不定顾四景也有 让太医去给宫女治病太招摇 但是让太医去给后妃治病 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况且顾四景心善 和宋萧萧的关系也走得清静 她也不会放任着宋萧萧不管 于是便拍了拍宋院判的肩膀随口道 是顾答应 你去给她诊治诊治 是 微臣尊治 这边宁萧萧回来的时候 脸色苍白 手扶着肚子 有气无力地进来 琪琪正好在庭院洒扫 见她一脸的狼狈样 连忙上去搀扶她一把 萧萧 你这是怎么了 宁萧萧续着力气说 月室来了 小肚子疼你也肚子疼吗 小主也是 昨个晚上来了月室 接着疼的床都起不来 刚才让恰恰去熬了红糖姜茶 你也喝一点吧 宁萧萧心想 这还真是患难主仆 痛经都痛到一起去了 便对着琪琪说道 那我先去看看小主吧 此时 顾四锦正躺在床上 大夏天的盖着棉被 脸色煞白 浮汗连连 宁萧萧走到她床前问她 小主感觉怎么样 要不让太医来给你瞧瞧吧 顾四锦抿唇摇头 不要折腾了 我才入宫就让太医来给我整病 难免要落人口实 她说完话看了宁萧萧一眼 这才发现她和自己一样 也是捂着肚子一脸的痛苦之色 便问 你这是怎么了 你也来那是了 快坐下 她牵着宁萧萧的手 让她坐在自己的太颜上 宁萧萧醋没点头 谢谢小主关心 我没事的 顾四锦看着宁萧萧沉默片刻 起身将彩莲画了进来 彩莲 你去趟太医院 请太医过来 这个女人一进来就满脸不悦地说道 奴婢刚才说要去请太医 小姐不是说咱们才入宫 就把太医叫来宫中不好吗 怎么又 顾四锦接过话 不仅是我 萧萧也一样 她看着比我还难受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间天使 自己痛惊 宁愿忍痛都不愿意叫太医 但看见自己的下人跟她一样 就立马让人去请太医 这样的女主 就算是绿茶 也很难不让人为她的善良和人品所折服好吧 宁萧萧连忙摇头 不用了小主 奴婢没事的 彩莲白的宁萧萧一眼 她若是来的月是还肚子疼 就应该在宫里好好待着 一大早就不知道人跑去了哪里 行踪飘忽不定的 让人捉目不透 小主 小主 宋院判来了 拉拉在外面惊喜呼喊着 顾四景觉得奇怪 宋院判方才晋升为太医院的院判 按理来说 她只负责伺候皇帝 皇后与太后 好端端的 怎会来一个答应宫里 饶事如此 她还是起身去营 宋院判缓步入内 笑着说 小主别乱走动 皇上记挂小主体寒 特意让微臣来替娘娘诊治 顾四景愣了一下 心下惶恐 这如何能成 明示院判 按理说只能伺候皇上和皇后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答应 我宋院判笑着接过话来 皇上的旨意 小主就不必妄自菲薄了 顾四景脸色微红 没想到皇上对我的事这么伤心 随后便说道 那就有劳宋院判了 瞧着眼前的这一幕 命萧萧也被暴君这一番骚操做给惊到了 随后宋院判便开始给顾四景失真 明萧萧看着两人心想 怎么回事 我已经阻止陆林渊和顾四景感情线的发展了呀 暴君突然来这一出是闹哪样 他俩要是在一起了 这剧情还怎么崩坏 我岂不是没命狗到最后了 他百思不得其解 哎呀 肚子疼好疼 想不下去了 这时正好顾四景已经试完针扭头看向明萧萧 宋院判起身对着顾四景说道 往后几日 微臣都会来给小主示针 做巩固治疗 顾四景在三泻过后说道 宋院判 我有个不情之情 说着从身上掏出一袋银子塞到了宋院判手中 说道 萧萧是伺候我最得力的功力 他如今也被那是困扰着 宋院判明依者人心 请明也替他诊治诊治吧 宋萧萧是半点也没料到顾四景会让宋院判给自己也治病 这件事若是传出去 那顾四景岂不是得受罚 他连忙摆手道 小主 奴婢没事 其实不用顾四景用力攥着他的肩膀将他摁倒软塌上 萧萧你快坐下 还请宋院判 替我的宫女诊治 一切后果我来承担 宋萧萧很无奈 不知道该说啥了 这时宋院判的声音传来 快把手伸出来 要扎针了 后来的几日 宋院判日日都去中翠宫给顾四景还有宁萧萧是真 这件事很快就在后宫传开了 童贵妃宫内 宋院判今天也去顾答应那里了 小宫女小心翼翼地回道 回娘娘 宋院判今天也去了 算上今天已经去了四天了 童贵妃侧躺在他上 看向另一边 皇上不仅连顾四景来月室的日子都记下来 还让宋院判去给他诊治 对他可真上心呢 旁边的小宫女脸色变得阴郁起来 娘娘 马上要到玉佛节了 太后幸福 最看重这个日子 娘娘可想好要给太后送些什么了 玉佛节 童贵妃手撑着头沉思了一会儿 眼皮一条 是个除掉顾四景的好机会 警告警告 世界即将崩塌 请宿主尽快拯救世界 本以为大病出狱后去给皇后请安 肯定又少不得要听一番后妃们的冷嘲热讽 结果接着他们对她的态度却是出奇的好 就连一向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的童贵妃都笑容满面地问了她一句 你怎么样啊 一入宫就病了两三次 身子若可得仔细养着 面对她的关怀 顾四景还真有些不适应 多谢贵妃娘娘关怀 嫔妾没用 给大家添麻烦了 皇后开口 都是自家姐妹 说这话就见外了 过两日就是御佛节 今天叫各位姐妹们来 是商量一下送什么礼物给太后 让她老人家高兴高兴 一向喜欢赠人金银朱翠的童贵妃 这次却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 本宫以为 送礼就得送到新坎上去 太后既然潜心礼佛 那还有什么比咱们 送去自己亲手抄录的佛金 能更显真心 皇后最终拍板定案 我觉得童贵妃的提议甚好 那大家今日回去 手抄佛金两卷 抄好了便交来本宫这儿 本宫拿去送给太后 童贵妃开口 交给皇后娘娘做什么 谁抄好了自己送去不就完了 这样的小事也要讨扰皇后 未免显得咱们一个个的 也推不懂事 皇后只以为童贵妃 是怕她抢了风头 所以她会有此说辞 便道 那就依你的意思 各自抄完了 各自送去太后宫中吧 随后众人便纷纷离去 童贵妃看着离去的顾四锦 身后的小宫女 对着童贵妃小声说道 娘娘 内务府已经打点好了 送给顾四锦的笔墨指 都是经过特别处理的 童贵妃回头小声吩咐道 派人盯着中翠宫的动向 顾四锦一旦拿着佛金 要往太后宫中去 便来通报本宫 是 娘娘 中翠宫内 收到内务府送来的笔墨指宴后 顾四锦开始专心致志的腾抄佛金 彩莲在一旁给顾四锦研墨的时候 因为心不在焉 有好几次都把金墨颇建出来 差点滴在顾四锦腾抄佛金的宣纸上 彩莲 你专心一些 若是墨点子撒上来了 这满一张的佛金就都白抄了 彩莲撇着嘴闷闷不乐地说道 小姐你干嘛这么急 内务府刚送来纸墨 你就立马写起来了 玉佛节不是后天吗 顾四锦一刻也不停地写着 头也没抬得说道 大家送给太后的礼物都是一样的 那自然是谁先送 太后对谁的好感就更多一分 你若是觉得闷 便去换了萧萧来 你下去歇着吧 彩莲冷哼一声 明萧萧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她就会夺懒 小姐哪还能找到她 明萧萧倒是想夺懒 但有陆凌渊在 必然是要让她睡得比狗晚 起得比鸡早 干得比驴多 这不 刚陪着顾四锦请晚安 就被三公公叫去了上书房 陆凌渊坐在笼椅上 明萧萧只能可怜巴巴的拿起奏折 一本一本地读过去 听明萧萧一直在咳嗽 陆凌渊贴心地问道 为何念了两个时辰也不喝水 明萧萧委屈巴巴地说 皇上你也没让我喝呀 陆凌渊心想 呵呵 这个时候你倒听话了 朕不让你干的是多了 你哪件事少干了 于是便往明萧萧面前 推了一杯茶过去 明萧萧接过茶便 咕咕咕咕一口气就喝完了 陆凌渊看着她喝茶的样子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了几分 看着她问道 你复通好了 明萧萧笑着说道 回皇上 好拳了 心里却想着 暴君怎么突然关心起我了 突然 他脑海中想起了刺耳的嗡靡 警告警告 世界即将崩塌 请宿主尽快拯救世界 世界即将崩塌 请宿主尽快拯救世界 明萧萧赶紧起身 心想 发生了什么 警告警告 请宿主尽快拯救世界 我去 这什么鬼 他不过就是给暴君 读了一下午的奏折 怎么世界就要崩了 明萧萧焦急地进入戏头 小七你说清楚了 怎么世界就要崩塌了 小七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请宿主自行查看后面的剧情 并尽快想办法解决危机事件 书中世界一旦崩塌 宿主也会跟着一起消失 明萧萧听后瞪大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 什么 当务之急 是赶紧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于是他连忙对陆凌渊说 皇上 奴婢有事 先告退了 陆凌渊才不会那么配合他呢 你去哪 真让你走了吗 没办法 生死攸关之际也顾不上面子了 明萧萧面露难色 另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屁股 急得在原地蹦蹦跳跳的 皇上 人有三级啊 你要是再不让奴婢走 奴婢可就要在这儿 陆凌渊一脸问号看着明萧萧 就没什么事是这个疯女人做不出来的 于是他连忙摆手让他离开 明萧萧撒腿就跑 直接飞奔出去 独流陆凌渊一个人在那里怀疑人生 脑海里再次响起 倒计时三分钟 还请宿主快速阻止世界崩塌 过躁的嗡名声伴随着小气倒数的声音 吵得明萧萧头疼 他慌忙喊道 暂停 暂停 将书中的时间静止 然后一路狂奔去了仙兽宫 在路上他不断地想着剧情 顾四锦抄佛金的纸墨被童贵妃动了手脚 看着是上好的空白宣纸一张 其实上面是写过字的 只不过用的是特殊墨水 只有遇见极浓的檀香 才会显现出来 送给他的金墨也是一个道理 无论顾四锦写了什么上去 那金墨遇见极浓的檀香 就会褪色消失无踪 整个皇宫里 就只有太后的仙兽宫中常年焚烧檀香 所以只要顾四锦将抄好的佛金 拿去太后宫中 那么 他写的佛金就会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童贵妃提前在上面写下的 辱骂太后的内容 宁萧萧此时跑得是满头大汉 看着后面的剧情 太后愤怒地大喊 大胆 居然敢辱骂挨家 拖出去 太后正好接过顾四锦手中的超好的佛金正在看 明萧萧走进来 发现顾四锦已经将佛金递给了太后 心想 玩犊子了 太后已经看到顾四锦的手抄佛金了 现在只能修改剧情了 明萧萧捂着头叹了口气 于是调出文档 噼里啪啦地在键盘上一顿操作 小七看着宁萧萧更改的剧情眼睛一亮 嘖嘖 太精彩了 宁萧萧却在心里想着 这样会不会有点扯了呀 明萧萧一脸诡异的笑容 算了 就这样吧 管她呢 这个女人躲在一旁 金的下巴都快要掉地上了 这什么情况 难不成这老妖婆有受孽倾向 就喜欢被人骂 明萧萧改好剧情后按下播放键 太后看过佛金后 见其上所书皆是对她的辱骂之词 灯时笑竹颜开 她将佛金丢到一旁 眉开眼笑对顾四锦说道 哀家最喜欢被人骂 说吧 欣然服了顾四锦一把 又到 来人 赏顾答应五十黄金 躲在一旁的贵妃 见太后看见那些辱骂她的话 竟然是这种反应 金的下巴都快掉了 这什么情况 难不成这老妖婆有受孽倾向 就喜欢被人骂 太后赏了顾四锦黄金后 跟个没事人一样拉着顾四锦 就开始嘘寒问暖 还说让她加把劲 赶紧给她生个大胖孙子 贵妃越看越气 对身旁的香兰说道 怎么回事 你确定你那佛经上面写的是骂人的话 香兰 确定 那些字是奴婢模仿顾答应的笔记 亲手书写的 断不会出差错 且刚才太后也说她最喜欢被人骂娘娘 莫不是咱们误打误撞正中的太后的下怀 弄巧成桌反而替顾答应做了嫁衣 贵妃追问 你都写了什么 香兰支支吾吾 按着娘娘的吩咐 什么难听写什么 说太后是老婊子 说她死了没人买 说她生来见种活该被先帝唾弃 诸如此类的贵妃私存了一番 道 人人都有怪品 还记得先帝的荣妃 就喜欢让先帝拿鞭子抽她 没想到太后喜欢被人骂香兰 那娘娘可得好好表现一番 可不能让顾答应独占凹头 贵妃自私一笑 那是自然 只见她从门后走了出来 离了离自己的怡荣 便走进了先兽宫 太后见识她来 对她招招手 贵妃来了 快 快坐到哀家身边来 贵妃含笑上前 在路过顾四锦的时候 用眼角的余光瞪了她一眼 香兰把手抄佛经奉给太后 太后欢喜收下 你和顾答应倒是想到一起去了 你们都是有孝心之人 顾四锦把她骂成那样 她还觉得顾四锦有孝心 于是贵妃的胆子就更大了 太后臣妾有话要对您说 怎么了 您您真是个老婊子 太后到场震惊 顾四锦一脸问号 这贵妃今天是吃错药了 太后脸上的笑意凝住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你说什么 贵妃只当太后是觉得自己骂的声音不够大 她不够过瘾 于是轻轻嗓 陡然将声调拔高了一截 臣妾说 太后您是个老婊子 太后 贵妃 老婊子死了没人买 太后 贵妃 老婊子生来就是见重 活该被先帝唾弃 太后 贵妃这一番骚操作属事 把顾四锦都给吓傻了 她连忙说 贵妃娘娘 太后面前不得放肆 贵妃回头横了她一眼 冷笑道 怎么 就许你讨太后欢心 不许本宫讨吗 本宫啊 她突然尖叫了一声 是因为太后抄起奉手拐杖 对着她就抡了一棍子 太后 您为何要打臣妾 太后气得不轻 主管而立 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哀家是婊子 哀家死了没人买 好啊 贵妃 很好 哀家活了大半辈子 还从没人敢这样跟哀家说话 贵妃 怎么回事 她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太后压根就没给她解释的机会 高声呼吓道 来人 将贵妃拖下去 仗则五十 再给哀家狠狠地掌嘴 非得把她这张吐不出象牙的狗嘴 给哀家抽烂了 她才能长记性 太后气得险些被过气去 顾四锦连忙跟上前 太后 贵妃娘娘或许不是有心的 您谁在替她说话 同罪论处 顾四锦吓得不敢出声 与此同时 在她低下头的那一刻 眼睛瞬间瞪得老大 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说不定她是那里不行 不行 哪里不行 就是那里 那里是哪里 小宫女一脸坏笑地 要与小白兔普及高级之士 顾四锦吓得不敢出声 与此同时 她的余光也瞄见了被太后放在手边 自己刚才奉给太后的那卷手抄佛经上 那上面全都是乌言慧语 比起贵妃刚才骂太后的话 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立马就知道 自己是被人暗算了 不过好在太后没看见 顾四锦眼疾手快 趁着没人注意 把那份足以将她论死罪的佛经 藏进了自己的袖子 非也是地逃出了仙寿宫 宁萧萧在宫外默默注视着一切 看见顾四锦偷偷将自己的佛经收了回来 脸上露出了老母亲般欣慰的微笑 起码还不算是个傻子 刚一出宫门 宁萧萧就假装和她偶遇 小主 佛经送给太后了吗 顾四锦一把抓住宁萧萧 萧萧 我们快回去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牵着她的手就往回走 吓死我了萧萧 有人要害我 她将佛经递给宁萧萧 宁萧萧看了一眼上面的乌言慧语 劝她 好在小主聪明将佛经拿了出来 不然现在在先受宫受刑的人 恐怕就会是你了 顾四锦 我自问入宫以来并未得罪过人 究竟是谁要这样害我 贵妃疯癫无状辱骂太后 都被罚成那样 我不过是个财入宫的答应 若是太后看清了佛经上的内容 我这条命起飞都难保 她是真的害怕 脸色都下摆了 也不怪她 明潇潇蹲下身来 抓住顾四锦的手说道 小主别怕 我和琪琪他们 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两人不由地笑了起来 顾四锦点头 嗯 有你们真好 就在这时 咚咚咚 敲门声响起 琪琪近来说道 小主经释房的公公 前来传旨 今天晚上 陆灵渊翻的又是她的牌子 顾四锦听到这好消息 下意识就是一阵腿酸 不由地叹了口气 她私下与明潇潇说 潇潇 你回回跟着我去守念 你说皇上为何翻了我的牌子 却要我在朝阳宫 跳一夜的健身操 明潇潇心想 我怎么知道 陆灵渊脑子里在想什么 于是随口说道 说不定是她自己不行 顾四锦一连猛 家好奇地问道不行 哪里不行 宁潇潇用手向下指了指 就是那里顾四锦疑惑的 问道那里是哪里 好家伙 你可这俄罗斯套娃呢 宁潇潇正准备一本正经地 跟这个小白兔科普一下 男女之事的时候 端飞掀了帘子进来 脸上堆着笑 可听说了 皇上又翻了妹妹的牌子 顾四锦抬头一脸疑惑 端飞娘娘 宁潇潇则是尬在那里 心想 我刚说到关键的地方 就被你给打断了 这个上好的手串 却被这个小宫女 她对顾四锦也多有照顾 故而顾四锦对她也十分恭敬 她府里后迎端飞落座 端飞笑道 本宫入宫这么些年 还从未见过皇上 对谁有像对妹妹这样上心 她的手搭在顾四锦的手背上 轻轻拍了拍 本宫看你成宠 实打实地替你高兴 顾四锦 皇上对嫔妾不过是图个新鲜罢了 对娘娘才是贴心贴面的好 小嘴跟抹了蜜似的 可谁不喜欢呀 端飞唤了一声贴身闭� 秀儿 把东西拿出来 秀儿从秀口拿出了一方折叠起来的卷帕 展开后 里面静静躺着一枚紫金手串 做工考就精致 一看就不是反品 这是去年年节时 本宫在宝箱阁求来的平安手串 可惜本宫日渐风雨 佩戴困难 倒觉得正合是你 她牵起顾四锦的手 不由分说就将手串戴在了她白皙的手腕上 瞧瞧 美人配美式 这紫金衬你肤色 显得愈发白皙了 顾四锦不好意思收下端妃的柜礼 连声推托 端妃娘娘这可使不得 贫妾无功无德 哪里配收下您这样的大礼 端妃按着她的手 不许她把手串取下来 些许心意 已是你我姐妹情好 若是这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 那就是不愿与本宫亲近了 顾四锦进退为谷 只好勉为其难将手串收下 还让彩莲去拿了一只 她陪嫁入宫中的流金点翠步摇来 给端妃作为回礼 两人表面相处的其乐融融 而旗下的暗涌 只有在一旁冷眼旁观的宁萧萧最清楚 端妃送给顾四锦的这串紫禁手串 手串中间是镂空的 用提纯过的马射射箱做填充 这一味药 可是损伤女子根本的力气 原作中 端妃是在顾四锦第一次有孕的时候 将手串送给她 而顾四锦的第一个孩子 也正是因为这个手串的原因而小产的 端妃走后 顾四锦对这个手串爱不释手 嘴里还念叨着 端妃和云妃 旁的主子娘娘带小姐都挺好的 才经历过佛经仪式 顾四锦还不知道到底是谁要害她 她对宫中的人心已经存疑 只冷笑着叹了一句 人心隔肚皮 谁又能看穿谁心里在想什么呢 宁萧萧心想 呵呵 你这会儿倒是通透了 傻子一样带着端妃送你的避孕大礼包 当成个宝 也不知道人心隔肚皮这句话是怎么从你口中 说出来的 就在这时琪琪从外面进来 小主 宋院判来给你诊卖了 宁萧萧心想 宋院判 有主意了 宁萧萧富尔顾四锦 小声提醒 小主 不如把端妃娘娘刚才送你的手串让太医咽一咽吧 也可安心 顾四锦虽然并不怀疑端妃 但宁萧萧事是小心也不是坏事 顾四锦看了一会手串 她将手串卸下来递给宁萧萧 太医请完卖起身 晨三日后再来请卖 说着就要离开 这时顾四锦扭头看向宁萧萧 萧萧 宁萧萧点头 走到太医面前递给太医 这手串是我家小主托人从集市上买回来的 烦请太医帮忙瞧瞧 看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晨愿效劳 太医说完伸手就去接过镯子 然而宁萧萧嘴角上扬无声地笑了起来 看着有点渗人 哈哈 宁萧萧却提前松开了手 手串并没有递给太医手里 而是啪哒一声直接掉在了地上 大大 你竟然敢把小主的东西摔在地上 小宫女大声呵斥道 宁萧萧一脸不好意思地笑着 手滑了顾四锦看着地上的手串 起身 这些粉末是什么 顾四锦看见手串被摔出了裂痕 里面有暗褐色的粉末洒落出来 太医只见占取了一些 立马就闻出了这东西是射箱 这儿回小主 这手串里面被人藏了足量的射箱 小主若是日日佩戴 射箱粉末日夜渗透进入小主机体 只怕会伤了小主的根本 听完这话 顾四锦只觉得脊背一阵发凉 汗毛都立了起来 宁萧萧一脸从容 淡定吩咐太医 有劳太医 今日是还请不要外传出去 说完将之前顾四锦给她的金瓜子 掏出来赏给了太医 太医收下赏赐 连连保证自己会守口如瓶 然后喜滋滋地走了 太医走后 宁萧萧赶紧把门关上 彩莲试个暴脾气 捡起了手串就向外冲 宁萧萧拦住她 你干什么去 我要去找端飞理论理论 问问她给我们小姐送这东西是什么意思 是屈居末流的答应 端飞贵为四妃之首 品级指在皇后和贵妃之下 你在她面前说话声音大一点 她都能让人拔了你的舌头 彩莲恢复理之后待立在原地 也没了主意 宁萧萧隐约听见了顾四锦的啜气声 萧萧 我心里实在害怕 为何连端飞娘娘也是这样 我从未得罪过人 为什么他们一个两个的都要置我于死地 宁萧萧心想 强烈的矛盾冲突是吸引读者追读下去的关键 所以各路反派自然都要跳出来找你的麻烦 不然天天四月静好的 读者只会以为作者是在水闻 谁还会看 命萧萧表面却说着不痛不痒的场面话 劝了顾四锦一会儿 她深吸一口气 像是突然想明白了什么 抬手抹去类字 彩莲把手串拿过来 小姐 这手串里面都是不干净的东西 奴婢拿去丢得远远的才好我让你拿过来 顾四锦动了怒 彩莲这才将手串递还给她 她接过手串 将里面的射箱通过那个肉眼几乎不可见的缝隙 一点一点的尽数倾倒出来 然后将镂空的手串重新佩戴在手腕上 彩莲 小姐 你这是做什么呀 顾四锦谋色一尘 她给我的东西我若不带 日后她指不定还会想出什么法子来戕害我 我只有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在她面前演好这出戏 才能自保 她将射箱用纸包好 递给宁萧萧 萧萧拿去找个不显眼的地方买了 宁萧萧接过 是 小主 宁萧萧走后 突然变成了一个小孩 对着陆凌渊 儿臣给父皇请安 陆凌渊着实被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给吓了一跳 宁萧萧前脚踩走 彩莲在顾四锦面前说道 小姐 老爷说的没错 这宫里面每一步都是刀山火海 说着把手搭在了顾四锦的肩上 要想自保 唯一的办法就是得到皇上的宠爱 顾四锦摇了摇头 我又何尝不知道 可我若是转头他人怀抱 又如何能对得其楚欣然 彩莲一下就跪在顾四锦身边 小姐以为被别的嫔妃这样无休止地谋算暗害 你还能活到与楚少爷在相见的那天吗 彩莲的话虽然不中听 但却是大事话 顾四锦忽然睁大眼睛 心想 我已经坠入了后宫的泥潭 不是我不争不强 那些女人就会放过我了 彩莲的话继续响起 后宫这些人无休止地谋算暗害 小姐 你得学会自保 她必得先学着自保 顾四锦狠狠地攥紧拳头 如今 只有活下来了 我才能有希望再见到楚大哥 在经过了短暂的思想斗争之后 顾四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我要争宠 明霄霄处理好射箱 在回宫路上 看见了琪琪恰恰他们手上拿着网洞 她便好奇问道 你们要干什么去啊 抓蝴蝶啊 小主说她有用 让咱们尽量多抓一些回去 明霄霄心想 抓蝴蝶 难道是原作中那个名场面要来了 这是原作中作者照抄了《环环传》里面的名场面 顾四锦第一次下定决心要争宠 可不就是在事情的时候 穿了一件十分宽阔的斗篷 然后在里面藏满了蝴蝶 等陆陵渊接触到她后 她便将斗篷解开 成群的蝴蝶从她身上偏仙飞舞 看待了暴君 从而让暴君在那晚霸道地占有了她 明霄霄闭上眼睛查阅了一下后面的剧情 发现果然是这狗血的一幕 不过吐槽归吐槽 其实她还是有点小心奋的 突然 明霄霄扶着自己的胸口 为什么感觉胸口闷闷的 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难受 小七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 滴滴滴 宿主拟有新的任务 阻止顾四景的争宠行为 让她勾引暴君失败 任务完成剧情崩坏值加1% 任务失败宿主生命之减10% 宁霄霄被小七吓了一跳 吓死我了 差点忘了我是需要持续崩坏剧情的 到了晚上 顾四景去朝阳宫事情的时候 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她穿着一身宽阔的斗篷 在斗篷里藏了不计其数五彩斑斓的蝴蝶 明潇潇躲在门外偷偷地看着 顾四景缓缓走近 皇上我有个惊喜给你 正在热身中的陆凌渊头也没抬 什么惊喜 顾四景即将展开斗篷放出蝴蝶的时候 明潇潇按下了暂停键 她长叹一口气 摇了摇头 对不起了接下来的剧情是 顾四景将斗篷展开 刷了一下 出现一个穿着红肚兜的孩童 朝着陆凌渊扑了过去 儿臣给父皇请安 顾四景也被吓了一跳 看着面前的小娃娃吓得一声冷汗 陆凌渊被这场面吓了一跳 一边后退一边惊悚地喊道 顾答应 这孩子从哪来的 顾四景也傻了 我他妈怎么知道这孩子是从哪冒出来的 小娃娃突然高举双手兴奋地说道 父皇怎么会母妃这样的话 我当然是你们的好大呀 明潇潇更是惊得下巴都掉了 这谁呀 得赶紧进入戏头 看看这个红肚都是从哪冒出来的 她连忙查看了一下文档 这才发现出了大事 顾四景将斗篷展开 藏在里面的儿子偏先而出 明潇潇一拍脑门 这该死的输入法 她在修改文档的时候没有注意 本来打的是儿子 结果一不小心打成了儿子 也没检查就把播放键按下了 完蛋 不能让剧情朝着奇奇怪怪的方向发展 倒退 倒退 这次输入 扑龙儿子 总不会有错了吧 还十分仔细地检查了三遍 比高考交卷的时候还要严谨 剧情继续 顾四景将斗篷展开 藏在里面的大扑龙儿子 忽扇着灰扑扑的翅膀 朝着陆凌渊飞了过去 一个劲地往他脸上撞 顾四景看着这一幕一脸猛逼 这是怎么回事 最后事情的结果如宁潇潇所料 顾四景讨好陆凌渊的计划 彻底宣告失败 不仅如此 他身上那些大扑龙儿子 还差点把陆凌渊恶心的半死 于是陆凌渊露出诡异的笑容 咬牙切齿地道 顾答应这份惊喜甚好 朕就奖励你今天晚上再跳一夜的操 说完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这个已经被飞蛾攻占的寝殿 宁潇潇听见他往外走的声音 赶忙躲在了一根柱子后面 在心里不断地吐槽着 不能让暴君看见我 不然他又要拉我去读奏者 划拳 钻桌子了 被飞蛾攻击的陆凌渊身上 沾满了灰色的粉末 如果没有听见宁潇潇这句吐槽的话 他应该静止就去了偏殿 让人备水洗澡了 而现在 他既然要躲着阵 朕就非要把他抓出来 陆凌渊目光飞快扫过长廊上 一排排雕龙画缝的石柱 不得不承认 宁潇潇躲得很好 却还是被陆凌渊给发现了 陆凌渊走到柱子旁 猛个一把抓住宁潇潇的衣领 将他给滴溜了住 皇 皇上 你躲在这儿做事 奴婢没有躲 奴婢命潇潇灵机一动 用自己的袖子开始擦起了柱子 奴婢是看这柱子脏了 再擦 陆凌渊冷笑 你倒是个勤劳的 冥潇潇 奴婢向来如此 皇上谬赞 陆凌渊 既然你喜欢擦 那你就把朝阳宫这一百零八根石柱 全都擦干净 冥潇潇心想 狗皇帝 滚拿滚拿滚拿 结果他在心里说滚拿的时候 说得太快 在陆凌渊耳朵里 听见的就变成了咕咕瓜 他脸上笑嘻嘻 是 奴婢遵命 孰然 一股霸道的力量扯着他的手臂 将他拉了过去 但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 跟我走 什么 什么任务 冥潇潇一脸不情愿地 被陆凌渊给拖走了 冥潇潇直接被三福公公 给带到了牛棚 给了他一个木桶 皇上洗澡要用到牛奶 挤牛奶的工作就交定你了 冥潇潇顿时就犯起仇来 看着牛棚里的奶牛 我哪会挤牛奶啊 你在供牛棚做什么 让你去挤个牛奶 你跑到供牛棚里去挤牛奶 你能挤出牛奶来才怪呢 冥潇潇去挤牛奶 怎么还不回来 三福 你去找一下他 三福公公脸上的笑容 藏都藏不住 是 皇上 心想 这才多大一会 就让我去找人了 您这关心的 有点太明显了呀 牛棚这边 冥潇潇在用力挤着牛奶 但怎么半天 也没挤出牛奶呀 是我手法错误了 被挤得奶牛 疼得摸摸直叫 这是三福公公 激动的声音 从身后传了 你在供牛棚做什么 冥潇潇回头 啊 这么的我在这里挤了这么久 竟然挤的是头公牛 旁边这个才是母牛棚啊 宁潇潇尬的呕了一声 赶紧起身笑着 对三福公公说道 对不住啊 我马上把奶挤好 心里却想骂娘 这黑灯瞎火的 谁特么的能分清 哪个是公牛棚 哪个是母牛棚 可怜的公牛终于解脱了 满脸感激的 看着三福公公 宁潇潇终于挤好牛奶 站在最后边 心想 总算忙完了 终于可以回去了 他的小心思 却被陆林渊听得一清二楚 陆林渊扬声道 三福 镇的龙袍左巾上 有一颗金丝扭扣松动了 你拿去四支库 让他们尽快修好送回来 奴才遵旨 只是奴才走了 谁伺候皇上沐浴 陆林渊轻轻扭头开口 让那个挤牛奶的留下来 宁潇潇瞪大眼睛心想 留我 留我干嘛 留我给你搓背吗 三福公公又是一副 磕到了的表情 得累 奴才这就把龙袍 送到四支库去 皇上宁慢喜 他走后 还顺带把其他伺候的 你全部都叫走了 其他人都跟着我走吧 皇上沐浴时身边 只需要一人伺候 说完带着其他人都走了 宁潇潇站在那里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了 啪的一声房门 被三福公公好心地给关上了 陆林渊嘴巴上扬 一脸得意地哼了一声 转身往屏风后边走去 宁潇潇愣在门口 有些不知所措 心里不满地吐槽着 干嘛把我留下来 我也不会伺候皇上洗澡啊 就在这时走到屏风后边的 陆林渊开始脱下外衣 宁潇潇瞪大眼睛看着屏风 只见陆林渊的完美身形 完全展露在宁潇潇面前 虽然还搁着屏风 却也让宁潇潇面红耳饰 心跳加速 瞪大眼睛看着那人瘾 这身材也太好了吧 陆林渊听着宁潇潇的心里话 赶紧跳进浴桶 坐在浴桶里 宁潇潇一脸意犹未尽 没得看了 陆林渊被宁潇潇大胆的想法 搞得脸色微火 一阵无语 这压的脑子里装的 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还愣着做什么 把帕金给震递过来 是 皇上 宁潇潇看了一眼 挂在屏风旁边的帕金 有点高 他点着脚尖将它拿了下来 宁潇潇拿下帕金心想 但是要怎么给陆林渊递进去 总不能绕过屏风给他吧 那自己不就什么都看见了 虽然他有那么一点点的想要瑟瑟 但是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 他正犹豫着 陆林渊听着他的胡思乱响的声音心想 想得美 突然怒吓一声 快点扔进来 宁潇潇听后也是开心不已 解决了他的难题 开心地说道 来了 皇上接着 他将帕金用力向上一抛 越过屏风 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然后帕金不偏不已地 拍在了陆林渊的脸上 啪的一声 比被人打了一耳光的声音还要脆声 陆林渊整个人如同石化住了一般 愣了好几秒才慢动作 将帕金从脸上拿了下来 他长叹一口气 默默感慨 如果老天觉得朕有罪 可以一道雷把朕劈死 实在没必要派这么一个蠢货来折磨朕 轰隆隆 他刚感慨完这一局 天空呼而雷声大作 他立马改口 恶其实蠢货也挺好的 相处久了还觉得有点可爱 暴雨总是说来就来 雷声才落 密密麻麻的雨点就砸了下来 下雨了 明潇潇抬头看着外面 明潇潇最喜欢下雨天 要是这个时候能有杯奶茶喝就好了 他一边想着 一边在脑海里哼唱着 你爱我我爱你秘血 冰城甜蜜蜜陆凌渊听见他美妙的歌声后 愣住了心响 唱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真爱他 做梦 茶奶茶的宁潇潇默默盘散着 对呀 狗皇帝如果洗头的话 肯定会掉头发下来 那我等下在他的洗澡水里面找一找 有没有掉下来的头发 不就可以换奶茶了吗 他问 皇上你洗头吗 陆凌渊的声音就传了出来 别说废话 把朕的请义递进来 宁潇潇一脸失落 是 陆凌渊开始后悔了缓缓起身心想 朕为什么要把他留下来 明潇潇看了一眼 他的请义也挂在了屏风上 先拿哪一件呢 随手从屏风上拿下来一件 是一条明黄色的内裤 上面还绣着一条萌哒哒的袖珍明小金龙 朕还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皇帝的内裤 未免有些可爱 他明嘴偷笑 准备给陆凌渊丢过去 朕在此时 听陆凌渊用藏着杀意的语气说了一句 你若是再敢丢进来 朕把你手砍了 不丢进去 奴婢怎么把请义给皇上把眼睛闭上 走进来 递给朕 哦 明潇潇闭上眼睛 拿着龙内裤心想 先拿内裤好了 穿衣服就要先穿内裤的 没想到暴君竟然穿这么可爱的内裤 继续往里面走 然而这时 明潇潇的肩膀不小心撞到了屏风的边上 屏风被这么一撞眼看着就要倒下 他的那个地方好大 那么大正常吗 这个大胆的小宫女又出来搞事情 他闭着眼睛往前走 屏风被他撞了一下 向前砸了下去 而宁潇潇还在闭着眼睛向前走 砰的一声 吓得他圆壁跳了一下 睁开了眼 映入眼帘的 便是陆凌渊一丝不挂 站在自己面前的模样 朦胧的水气弥漫四下 陆凌渊皮肤白嫩细腻 宁潇潇看呆了 面颊瞬间长得通红 甚至不自觉吞了口唾沫 陆凌渊的脸颊也不知是阴露 还是阴修飞红一片咬牙喊道 宁潇潇 宁潇潇回过神来 连忙转过头去 这才发现自己手中 还静静地钻着陆凌渊的内裤 他一把将龙内裤扔过去 直接带在了那尴尬的地方 尴尬地说 皇上 你的龙内裤这世上最尴尬的事 不是一男一女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坦诚相见 而是我一丝不挂 你却全副武装 并且还盯着我的X咽了口唾沫 宁潇潇感觉到空气中 凝结的杀气越来越浓 他连忙将屏风扶起来 然后灰溜溜地跑到了屏风后面 嘴里还说着苍白无力的解释 不瞒皇上说 奴婢天生有眼疾 会选择性失明 所以奴婢刚才什么都没看见 陆凌渊一边穿衣服一边说道 把嘴闭上 正不想听见你的声音 宁潇潇回道 是 脸却更红啊 他捂着发烫的脸心想 他的那个地方好大 那么大正常吗 陆凌渊从小到大又没有见过别人的 一直以为自己除了长得帅以外 和别人没什么不同 听了宁潇潇暗戳戳夸自己 他窃喜忠又带了些许的疑惑 很大吗 不该人人都是如此吗 他换好寝衣 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宁潇潇害怕被暴君杀人灭口 抢先一步说道 那个皇上也洗完澡了 没什么事的话 奴婢就先回去了 跑什么跑 陆凌渊叫住他 你正事还没做 他显然也不想提及刚才那件射死的事 很快话锋一转 就让宁潇潇跟着他去书房念奏折去了 他慵懒地依靠在太师椅上 表面上看着像是在闭目养神 其实他比谁都忙 左耳要听宁潇潇念奏折 右耳还要听他的心声 一刻不得闲 不过他今天的心声 少有关于朝政的 他好像一直在觊觎朕的脑袋 又是请安折子 我想喝奶茶不想读奏折 有了暴君的头发 我就可以换奶茶喝了 陆凌渊抬眼瞄了他一眼 我要是直接上去薅他一把头发 他应该不会杀了我吧 他假装不经意瞄了陆凌渊一眼 那眼神 分明就是在看猎物 陆凌渊没来游的头皮一紧 你敢动震的头发 不行不行 为了杯奶茶不至于 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冥潇潇擦了他嘴角 差点流出来的哈喇子 要不让他熬夜 对啊熬夜掉头发 反正按照惯例 我读不完奏折 他是不会睡觉的 冥潇潇看了一眼 桌上堆积如山的奏折 默算着 我读慢点 一本读十分钟 这些读完天都该亮了 他隔三差五 让我来读一次奏折 我就让他隔三差五的 熬一次通宵 等过段时间 他脑袋就成了秋天的树 不用风吹 走两步路头发就掉完了 到时候我还不是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冥潇潇想好了计划 马上就放慢了 读奏折的速度 陆凌渊嫌他读得慢 就躺在床上小气起来 冥潇潇慢读奏折的声音 就像是在给人催眠 不一会儿 就听陆凌渊的呼吸 声沉了下来 皇上皇上 冥潇潇试探的 叫了他两声 没有反应 这个大胆的小公女 趁着皇帝睡着的 静在他身边找头发 说干就干 不过好在书房的灯火亮堂 他很快就收集到了两根头发 一杯奶茶的价钱 可以换奶茶喝了 换什么口味的好呢 于是他在脑海中 掉出了便利店 准备买一杯奶茶 好好喝喝 他哪里知道 此刻的陆凌渊 其实是在装睡 而他装睡的原因 也很简单 那奶茶是什么鬼东西 能让他如此惺惺念念 这也想喝 在用暴君的两根头发付款之后 宁潇潇的掌心 短暂的闪烁过一阵金光 一杯奶茶就出现在了他掌心里 宁潇潇拿起奶茶在脸上蹭了蹭 想死我了 还是我最爱的玉泥布布奶茶 宁潇潇打开奶茶 怎么没给吸管 差评 宁潇潇将速风撕开瞬间 奶茶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 他激动到小手都有些颤抖 就在他即将喝下第一口奶茶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了暴君的声音 你在那做什么呢 宁潇潇一惊 卧槽 他怎么醒了 他背对着陆陵渊 慌乱之中将奶茶藏了起来 没 没干嘛皇上 是要我接着独奏折吗 心想 快让我接着催眠你吧 赶紧睡 熬夜会猝死的 陆陵渊打了个哈欠 懒洋洋的说 不念了 朕困了 算算时辰 你主子也跳了快两个时辰的操了 你去叫上他 一起回宫去吧 宁潇潇人傻了 皇上奴婢觉得小主他 他可能还能再跳一会儿 陆陵渊继续说道 喜欢跳回自己宫里跳去 陆陵渊看他走后 起身走到刚才 宁潇潇藏奶茶的地方 把宁潇潇藏起来的 芋泥波波奶茶拿了起来 他端向了片刻 又耸着鼻尖儿嗅了嗅 闻起来奇奇怪怪的 颜色看着也不怎么好 这玩意儿真能好喝 秉着试试看的态度 他浅尝了一口 没想到这一场 却意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嘖嘖 味道甚好 他默默感慨一番 然后一口闷了 此时的宁潇潇 心里把陆陵渊的祖宗 十八代都骂了一遍 臭皇帝死皇帝浪皇帝 总有一天 姑奶奶要把你头发拔光 让你变成一只眉毛的秃鹫 宁潇潇双手握拳 被砌成了包子脸 愤恨地往前走着 突然站住灵光意识 等一下 我怎么一到关键时刻 就忘了自己有金手指了 可以暂停时间啊 把奶茶喝了之后 将杯子扔掉啊 刚才怎么没想到 不过现在好像不算晚 反正陆陵渊也不知道 那地方藏了一杯奶茶 于是按下暂停键 一路狂奔赶回了朝阳宫的书房 我的芋泥波波奶茶 我来找你了 才一进去 人就傻眼了 陆陵渊被定格的姿势十分魔幻 他正坐在暖座上 用一个小勺子 挖着奶茶杯底的芋圆和波波吃 看着陆陵渊手里那空空的奶茶杯 明潇潇整个人都不好了 双手抱头 脸色阴郁地大喊道 我的芋泥波波奶茶 真是要命 小宫女胸前的两坨肉 竟被太后给惦记上了 没想到 就因我一时疏忽 就让芋泥波波 就让芋泥波波奶茶入了豹君的口啊 你你你 你妈没教过你捡来的东西 不能随便吃吗 你就不怕有毒啊 喝都被喝了 这个时候埋怨也没用了 于是他蛮横地夺过了豹君手中的奶茶 放心吧 芋泥波波 这最后一口 我绝对不会留给豹君 说完一口就把芋圆和波波都吃进自己的肚子 剧情继续 陆陵渊看着手里空空的奶茶杯 拧着眉 这么快就吃完了 还想吃 打开衣柜 糟了 没有干净的宫女服了 就在这时 恰恰过来喊她 萧萧 你不是要陪小主去给皇后请安吗 你准备好了吗 宁萧萧扭头 我的宫女服都拿去洗了 现在没衣服穿了 恰恰也挺为她着急的 那要不萧萧你先穿我吧 反正宫女服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个子没你高 所以可能你穿会有些小 宁萧萧笑了 没事 有的穿就行 现在哪里还管什么大小 有的穿不耽误正式就行了 谢谢啦 可当宁萧萧换上了恰恰的宫女服后 才知道大小真的很重要 恰恰的宫女服勒在她的身上 显得她的地都快变成衣了 顾四锦带着宁萧萧来到皇后请宫 门口的太监说道 皇后今日身子不适 免了六宫请安 顾四锦关切发问 皇后娘娘怎么了 需不需要后妃去市集 宁萧萧心不在焉地想着 身高没什么问题 但胸部有问题啊 太紧了 太监这时回到 昨天后半夜下雨 娘娘睡前没有河窗 吹着风了 太监看过 开了要喝下已经睡了 娘娘特意嘱咐 让后妃们不用看望 小主有心了 顾四锦带着宁萧萧出了皇后请宫 走在路上 宁萧萧眼睛冒着光 小主 既然皇后说了 不用去给她请安 要不你再睡会儿吧 顾四锦却笑着摇头 不了 总归已经梳洗打扮好 不去皇后宫中 那便去太后宫中请安吧 宁萧萧无语地低下头 好吧 我真想谢谢你 哈哈 顾答应你这小嘴真会说 哀家听着书心 顾四锦来到太后宫中 宁萧萧本以为只是点个毛刷的存在感 可谁知道一进先受宫 两人竟聊了起来 突然太后脸色一变 目光不悦地看向宁萧萧 准确来说 是不悦地看向了她的地上 太后不悦地说道 顾答应 你身边的奴婢好大的胆 还不跪下 顾四锦一脸疑惑怎么回事 刚才还好好的 太后 宁萧萧一脸猛逼 但见老太太气得不轻 她只能起身先跪下再说 顾四锦并未察觉到宁萧萧 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 于是起身拦住了宁萧萧 静言道 太后 不知她做了何事惹名动怒 一个奴婢穿得如此暴露 我看她是想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去勾引皇上 宁萧萧听着太后的话 脸色也不好了 就命鬼要勾引你的短命儿子 大是我的错吗 你自己没有 难不成还不让别人有吗 太后愤怒地皱着眉头心想 我最讨厌丰满的女人 先帝曾经被前朝的喜飞 迷得神魂颠倒 多半的原因就是因为 她装备了两个巨无霸 先帝还对她说过 喜飞的手感极佳 要不是喜飞短命 得了肺劳年纪轻轻就死了 恐怕今日坐在这太后的宝座上的人 就该是她了 从那以后 我看着疯懒的女子就气不打一出来 顾四锦连忙上前解释 太后明鉴 萧萧今日因为宫女服洗了还没有干 便穿了别的宫女的 有些不合身材会如此 她实在是无奈之举 并非有意为之 无奈之举 太后换来贴身嬷嬷轻竹 轻竹 你带她下去 把她胸前那两坨肉给挨家缠束起来 那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戴什么 结果看到了什么 能让这个皇帝面红耳饰 轻竹将宁萧萧带下去 蛮横的用术带在她的胸前绕了五六圈 缠得宁萧萧都快脱不过气了 也只能勉强把地匠集成币 穿上衣裳后还是显得比太后大许多 太后看过后便说自己头疼 让顾四锦赶紧带着宁萧萧回去 日后别在自己面前瞎晃哟 随顾四锦走出鲜兽宫后 宁萧萧被勒得呼吸都费劲 顾四锦十分关切 萧萧你怎么样 她看宁萧萧脸色发白 忙到 前面有片紫竹林 你快去把绷带解开 这要是一路等回了宫 血液不循环可要坏掉了 宁萧萧卸了顾四锦一声 然后非也似地钻进了紫竹林里 然而她死也想不到 这片人烟罕至的紫竹林 却是陆凌渊 每每给太后请安的时候 必然会走得竭尽小路 穿梭在紫竹林的陆凌渊 听见不远处似乎有人的脚步 落在竹叶堆上的沙沙声 顺着声音寻去 结果映入她眼眠的 是一抹熟悉的身影 宁萧萧 她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宁萧萧觉得自己 王子竹林深处跑了这么久 肯定不可能有人追来了 于是放心大胆地 解开了衣裳的扭扣 将手伸到背后去 摸索着解开绷带的箭 就在这时 陆凌渊突然现身 吓得宁萧萧三魂丢了七魄 你在此地作善 好死不死的 陆凌渊话音才落 宁萧萧就解开了绷带的箭 没有打解的绷带瞬间松散脱落 而她的一双臂 也瞬间在身前盛放开来 像果冻一样 QQ谈谈的 还晃了两下 两人之间的距离相隔五米 陆凌渊看着她的巨型果冻 宁萧萧看着陆凌渊 瞪得像同龄一样的眼睛 三秒过后 两人十分有默契的 同时大喊了一声 啊啊啊 宁萧萧双手护在巨型果冻前 没等她开口 陆凌渊先怒了 宁萧萧 你脑子有病吗 这是朕的紫竹灵 不是你家 你你竟然做出这样恶心的事来 她气得不清 仿佛她看见了 什么辣眼睛的东西一样 宁萧萧红着脸 一边穿衣服 一边心底默默吐槽 装什么呀 你嫌恶心还一直盯着看 你看就看 你脸红什么 该脸红的是我好不好 你装什么纯青小男孩 昨日的坦诚相见 在今日有了一个 互不亏欠的结局 就在这时 萧萧你还好吗 顾四锦的声音有远极近 她应该是听见了尖叫声 所以担心明萧萧 便闻声赶来 陆凌渊听到声音一阵尴尬 净出了一身汗 心想 不能让她看到震 不然会被误会我在菲力宫里 陆凌渊扭头 蹦蹦跳跳地快速逃走 明萧萧则一边穿衣服一边心想 不成 要是让顾四锦看见了 她这个时候和暴君在一起 她一定会联想到什么 如果让女主将自己当成了敌人 那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狗了 她刚想让陆凌渊先躲一躲 结果还没开口 就看见陆凌渊像只小兔子一样 灰溜溜地跑了 她跑起来左蹦右跳了 还还挺可爱 她的背影刚消失不见 顾四锦就来了 萧萧 你怎么了 我好像听见了你的尖叫声 顾四锦左右环顾 像是在找什么 好像还隐约听见了男子的声音 明萧萧连忙道 没有男子没有男子 奴婢奴婢是看见了一条蛇 所以吓得尖叫起来了 啊 有蛇吗 顾四锦最怕蛇 抓起明萧萧的手就跑出了紫竹林 回宫后 宁萧萧躺在自己的床上 开始懊恼起来 我绝对是投猪 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忘了我有金手指了 刚才狗皇帝看见我的时候 我直接按下倒退键 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明萧萧一把抓住被子 把自己裹在被子里 现在好了 被看光了 好丢人啊 闷死我得了 这个吃了疯狗丁儿的小公民 竟然敢跟皇帝的妃子 动手打起来 顾四锦正和彩莲 再去往皇后宫中的路上 虽然皇后说不用他们示警 但顾四锦心里总是惦记着 结果走到半路上 看见天色突变 便对彩莲说道 彩莲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待会怕是要下一场暴雨吧 在两人身后的灌木丛边 萧长在探出了头 恶狠狠地看着顾四锦心下 当初一起入宫时 只有我得了常在的位子 其他人都是答应 一开始对他各种示好 但如今都进宫一个多月了 罚得头筹的却是顾四锦 他连雨露均沾都做不到 那些向他示好的嫔妃 见他不中用 纷纷气如碧履 他心里也是有恨的 故而今日和顾四锦狭路相逢 他也没给顾四锦什么好脸色的 在顾四锦过去后 他在身后喊道 这不是顾答应吗 彩莲和顾四锦平下脚顾纷纷扭头 看到来人是肖长在 赶紧带着彩莲上前行 见过肖长在 肖长在却故意骂了一句 无妹子手段就是多 真真而是上梁不正下梁弯 这话顾四锦听得真切 粘着帕子的手也钻紧了些 本来他是不打算和肖长在计较的 但彩莲气不过 直接开队 肖长在你说什么呢 肖长在吃笑 我声音那么大你还听不清吗 还是你们主谱本就犯贱 非要人多说两遍上不了台面的话 才觉得爽快 他轻了轻嗓 刻意道 我说 胡妹子手段多 上梁不正下梁弯 彩莲气的就要上前 顾四锦见他上前要与肖长在争执 揽了他一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不想在后宫生事 奈何肖长在不依不饶 我说错了吗 我在家中就听过你们顾府那档子事了 你娘原先不过就是个伺候你爹的洗脚臂 后来不知怎么臂 伺候伺候着就爬到了主家的榻上 摇身一变就成了妾 后来主气难产死 你也配 顾四锦原本目光未缩怕事 但听肖长在这样羞辱自己的母亲 便瞬间和他争辩起来 不许你这样说我娘 我娘他不是那种人 你不许这样说我娘 肖长在善笑 不是那种人 那是什么人 呵呵你不让我说 我偏要说 他凑近顾四锦 自聚质地永生 你娘就是个不要脸的贱火 彩莲上前一把推开肖长在 愤然道 肖长在别太过分了 被推开的肖长在被婢女扶住 面目猙獰地喊道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和我动手 我是常在 他不过是个答应 我还说不得他吗 彩莲似是听见了什么极好笑的事 冷笑着说 肖长在当真以为 这宫中谁遵谁卑 是靠位分来区分的吗 你入宫一个月 我家主儿也入宫一个月 我家主儿侍请了三次 你呢 皇上可曾记得你是个什么东西 他越说越放肆 仿佛自己才是正主一样 无宠之人 就是低贱 彩莲这句话说得贱阅至极 但也正是因为他态度这么高 才让肖长在懂得忌惮 万一呢 万一顾四锦下次事情的时候 给陆凌渊吹几句耳边风 那倒霉的不就该是他了 正当他进退两难之际 忽而在身后听见了一把慵懒的声音 哟 可真是热闹 看来顾四锦今晚是不能事情了 再让他去朝阳宫跳操 命都要跳没了 哟 可真是热闹 来源正是丽妃 他虽没有贵妃那么跋扈脚 但也不是个好相语的主 他自入宫以来 三年间陆凌渊连他宫门都没踏进去过一步 甚至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清楚 所以 彩莲的那句无宠之人 就是低贱在他听来格外刺耳 皇后娘娘病着 是没人能管你们了吗 谁刚才在这儿叫嚷都没完 萧长在舔着笑脸淋上去 指着彩莲说道 回丽妃娘娘 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婢子 故答应这两日得宠心 身边的奴婢也一个个的放肆无状 丽妃挑眉看向彩莲 只一个眼神 就吓得彩莲跪在了地上 丽妃娘娘饶命 奴婢奴婢不是有意的 实在是萧长在他刚才出言不逊 侮辱我们主 奴婢气急了才会 啪 丽妃一巴掌拍在了彩莲的脸上 冷笑着说 萧长在是常在 顾四锦是答应 常在训是答应 哪来的出言不逊 即便是萧长在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 也轮不到你一个奴婢 对着主子大呼小喝的 彩莲是丽妃娘娘教训的事 奴婢怕又是叶尔光 本宫让你回话了吗 丽妃奉谋扫向顾四锦 顾答应平日里就是这样教奴才的 顾四锦跪地宫颈道 丽妃娘娘恕罪 嫔妾疏于管教 让宫中奴婢冲撞了娘娘 嫔妾回宫后定好好管教她 这是你的家生奴婢 你管教了多少年了 也没见她懂礼数 轰隆隆雷声大作 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 丽妃沉声道 哎呀 这场雨来的正是时候 你们主仆俩就在这跪着 在雨中好好反省反省 自己哪错了吧 顾四锦低头皱着眉头回道 是 颈尊丽妃娘娘教会 此时倾盆大雨伴随着 轰隆隆的雷电哗啦啦地下了起来 琪琪冒着雨跑了进来 哎呀 好大的雨啊 琪琪一脸兴奋地对着宁萧萧说道 萧萧 小主今天又被翻牌子了 正在练习毛笔字的宁萧萧抬头 连续两天 琪琪高兴地说道 是啊 说不准过几天就会生胃粉 宁萧萧叹了口气 哎 看来今天晚上 顾四锦又得跳上七八十遍的健身操了 琪琪疑惑地说道 不过去了这么久了 小主怎么还没回来 宁萧萧起身 应该是被雨困在路上了 我去接她 外面的雨哗啦啦地下着很大 宁萧萧撑伞准备去皇后宫中迎她 走到半道上 她远远看见顾四锦和彩莲 被淋成了落汤鸡 冒着大雨走了回来 两人互相搀扶着向她走来 她立马迎上去 发生了何事 你们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顾四锦不肯说 倒是彩莲一肚子委屈 喋喋不休个没完 萧长在羞辱我家小姐的娘亲 后来丽妃来了 也帮着一起欺负我们家小姐 他们就是嫉妒小主 获得了皇上的恩宠 顾四锦此时被动得浑身瑟瑟发抖 不停地咳嗽起来 宁萧萧伸手摸向顾四锦的脸颊 小主身上好烫 咱们得赶紧回去 看着顾四锦一脸委屈又隐忍的模样 宁萧萧莫名有些心疼 看来顾四锦今晚是不能事情 再让她去朝阳宫跳操 命都要跳没了 你今晚不必回去 就睡在镇的寝宫 皇上这是要做什么 这是要光明正大地给顾答应撑腰了 皇上 钟翠宫那边说顾答应生病了 今晚不能来事情了 公公上前回道 正在软塌上看书的陆凌渊头也没抬 心想 不想来跳操开始装病了 眼神就没离开书面 开口说道 告诉他跳一下病就好了 到了晚上 陆凌渊的寝宫 今夜事情的时候 还是宁萧萧负责首页 他扒着门缝听着里面的动静 果然 陆凌渊又要教他跳心的健身操了 宁萧萧心想 真是个傻子 也不说自己身子不舒服 就跟着陆凌渊在这儿跳 宁萧萧真害怕他剧烈运动过后 一不小心猝死过去 不能再让他跳下去了 于是他冒着大不尽的风险 哐当一下 推开了寝宫的门 陆凌渊一惊 猛地扭头看过去 宁萧萧正好跪在地上 对陆凌渊禁言道 皇上 小主他今日真的不能跳操了 小主下午淋了雨 现在还发着高烧 皇上要是再让他跳下去 恐怕得出大事 陆凌渊转身 看向顾四景心想 他真的生病了 下午近视房的奴才 通传过顾四景发烧的事 不过他那时候 以为这些只是顾四景 不想跳槽 故意找出来的借口罢了 所以他想也没想 就驳回去了他的请求 毕竟他不来士气 自己就没办法 光明正大的将灵萧萧叫来 可现在仔细看一眼 面色苍白嘴唇 军烈的顾四景 似乎当真状况不大好 陆凌渊问 为何会凌雨 顾四景低头回道 都是贫妾自己不小心 贫妾 明萧萧抢过话来 哪里是你不小心 陆凌渊此时也听出来了 这里边有问题 浑身散发出阴沉的气息 冷声说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萧萧才不是他那样圣母的幸福 索性将今日发生的事 给陆凌渊转述了一遍 期间还不忘添油加醋 煽风点火 所以小主就在外面跪着 淋了将近两个小时的雨 陆凌渊听后眼角眉烧流 露出了些许怒涩 转身说道 你今夜不必回去 等下阵会让太医来给你诊治 今夜你就睡在阵的寝宫 阵道要看看 他们能翻出什么浪来 顾四景听后是一脸震惊 明萧萧听后 却是替顾四景高兴得不得了 心想 流速朝阳宫 这可不是一般的待遇 以后就没人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欺负顾四景了 在顾四景躺下休息后 明萧萧还是被陆凌渊拉到书房读奏折了 八品首领十四两前梁 副首领十三两前梁 命萧萧读着奏折 却看到陆凌渊有些总神 心不在焉的 手扶着下巴 眼睛一眨不眨的 他怎么回事 心不在焉的 是有心事吗 想以此来继续控制朕 朕不会让他得逞的 他送来的女人朕一个都不会碰的 朕会保护心爱的人 不会让他卷入后宫的漩涡 当皇帝 未必是天下第一得意识 旁人只觉得陆凌渊一出生就是人生赢家 有一个当皇后的母亲 十四岁就被立为太子 二十一岁顺利登基 后宫家立美眷数不胜数 一指令下便能定天下生死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一切 原本都不是他想要的 太后生他的时候 血崩难产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自此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故而他将全部心血 都倾注在了这个他唯一的儿子身上 他变态的掌控欲 令陆凌渊的整个童年都活在窒息的氛围里 三岁时 哗啦一声一只水杯摔在地上 太后颤抖地喊道 狐狸精 都是他害的 让我在皇帝面前出丑 迟早有一天 迟早有一天本宫要杀了他 母后 太后听到声音皱着眉头扭头 脸色阴沉地转身 你来做什么 小小的陆凌渊手里拿着一幅画递给太后 这个送给母后 太后接过小陆凌渊手里的话 问道 这是什么 小陆凌渊开心地回道 这是我画的 送给母后 希望母后不要再生气了 然而太后却阴沉着脸 把小陆凌渊画的画直接撕了 我当初拼了命 把你生下来 可不是让你画这种东西的 现在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是 读书和讨你父皇欢心 直接把画撕碎丢在地上 走 我要检查你的功课 哈哈哈哈 我来抓你了 哈哈 母妃你抓不到我 四皇子你小心点 小陆凌渊坐在书桌前 听着外面孩童的笑声 很是向往 竟有些走神 然而 太后阴沉着脸 走进小陆凌渊 然后给她换了的地方 说道 之前的地方太嘈杂 所以母后专门 为你准备了这个房间 四周都被围得严严实实的 这样就没人会打搅你读书了 要好好用功读书 不要辜负我的期待 话落 太后哐当一声把门关上 小陆凌渊眼含泪水地 看着门被关上 外面咔嚓一声 被直接上了锁 转眼 又换了个场景 你说什么 啪 太后一手拍在桌面上 长大一点的陆凌渊 学会了反抗 想要反抗自己的母后 我今天想要休息一天 休息一天 我又何尝不想休息一天 太后一把抓住 陆凌渊的肩膀 你知道不知道 这后宫里有多少人 想要你我母子二人的命 说着眼泪哗啦啦的 就掉了下来 母后为了生下你 这辈子都不能再生育了 你知道其他人 是怎么看母后的吗 你知道皇上 是怎么看母后的吗 母后只有你了 母后只有你了 陆凌渊此时 深深地陷入回忆当中 额头上都浸出了汗水 她已经不能再控制阵了 她已经不能再控制阵了 因为厌恶后宫的 争宠行为 阵一直拒绝利后内非 陆凌渊进入后宫 想以此来继续控制阵 阵不会让她得逞的 她送来的女人 阵一个都不会碰的 阵会保护心爱的女人 不让她卷入后宫的漩涡 阵在想 究竟是什么的变态 才会在宫里裸奔 我不去 我才不要和你野外格斗呢 宁潇潇看了一眼后面剧情 结果看见了 陆凌渊大段的心理活动 她生活在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从来不知道 在压迫底下成长起来的人 会有怎样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这或许就是她日后 会成为暴君的原因之一吧 在现代的时候 宁潇潇就是同学里面的气氛组 射手座的天性 就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场子冷下来 再不开心的人 她也能想办法逗对方开心 于是她试探地开口 皇上 你想什么呢 陆凌渊的思绪被她拉着回来 瞥了她一眼 随口道 正在想 究竟是什么样的变态 才会在宫里裸奔 宁潇潇 这个耿波不去了是吧 下午的那场雨 洗涤了苍穹 事叶 暗蓝色的天空中繁星力步 美得如同一幅画卷 宁潇潇脱腮看着夜空 不觉看吃了 等她回过神来 才发现暴君不知道何时坐到了她身旁 也在探看着漫天繁星 她这才想起来 似乎在原作中 陆凌渊就很喜欢看星星 为此还在宫里面建了一个摘星格 原作中 她还带顾四景去看过星星 那是个如同今日一般 漫天星辰如碎钻的夜晚 看完星星 两个人还来了一场野外格斗 想到这儿 宁潇潇不自觉打了个哆嗦 怎料哆嗦还没打完 就听陆凌渊抓耳的声音响起 朕带你去一个地方 摘星格 宁潇潇憋得满脸通红 打面 我不去 我才不要跟你野外格斗 野外战斗是什么 陆凌渊不知道 她只知道宁潇潇不想跟她去 她越是不想去 自己就越是要逼她去 于是她只听见了宁潇潇的心声 还没等她开口拒绝 就把她给拽走了 宁潇潇是独在朝阳宫后面的一处建筑 不算高 一共三层 但胜在眼前视野开阔 观景并无阻碍 可是对于宁潇潇这种矮满疾患者 大半夜不让她睡觉 让她去看一晚上星星 还不如让她跟顾四景一起跳一套 本草纲目 奈何陆凌渊兴致高昂 非拉着她去不可 到了地方 两个人坐在外搭的高台上 彼此也没什么共同话题 就开始不约而同地举头看着星星 宁潇潇好奇陆凌渊在想什么 被皇帝辱骂 被兄弟欺凌的片段 她只是看着文字的描述 就已经觉得压抑到喘不过气来 更何况是直面这一切的陆凌渊 这是宁潇潇第一次觉得 作者给她这样一个设定 还安排那样一个不得善终的结局 实在是有些狠心了 她想岔开话题 让陆凌渊暂时忘却烦恼 于是指着夜空中的凡星说道 皇上知道何为星座吗 陆凌渊摇头 可恶 伸手指向天空 就是这些 你看哈 正是处男怎么了 很丢人吗 堂堂皇帝竟被嘲笑是处男 宁潇潇手指在空中滑动着 将几颗星星练成了一条线 就是这些 你看 把这几颗星星练成线 这就是我的星座 宁潇潇兴奋地手指着夜空扭头 看着陆凌渊 陆凌渊无奈冷笑 朕只看见你在空中胡乱比划 哎呀皇上 奴婢没跟你开玩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星座的 奴婢的生辰是11月28 所以奴婢方才画出来的 就是奴婢的星座图案 宁潇潇说着又画了一遍 皇上你看 像不像是个扮人干马的人 手里拿着弓箭的样子 这一次 陆凌渊看得认真了一些 顺着宁潇潇的笔划 他好像真的看见了 他所说的那个图案 似乎是有些像 是吧是吧 宁潇潇笑着说 这是射手座 象征着自由和乐观 陆凌渊愣了一下 目光不经意 瞥了一眼自己的拇指姑娘 射哪里 宁潇潇 不是那个射手 是弓箭手的意思 哦宁潇潇有些无奈的耸耸肩 又开始比划起来 皇上的生辰是九月十六 这个就是你的星座图案 这个星座的人 基本上都是完美主义者 和皇上一样 后半段话 宁潇潇没说 陆凌渊这个重度洁癖患者 和处女座的吻合度 也是接近百分之百 不过他补了一句 这个星座 叫做处女座 陆凌渊扭头脸色有些难看 眉头紧促 声音凛然 你说谁是处女 宁潇潇尬的笑了 这个星座他就叫处女座 我可没说皇上你是处女 心里想的却是 什么处女 你充其量就是个处男 陆凌渊听着宁潇潇的心里话 心虚地皱着眉头 正是处男怎么了 很丢人吗 他刚要发作 就听宁潇潇突然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刚才说的是皇上这个星座的优点 皇上知道缺点有哪些吗 陆凌渊冷冷道 正懒得知道 宁潇潇充耳不闻 自顾自地说 在所有的十二个星座里面 皇上的星座是最为严格自制的 这个星座的人 会习惯性地自我审视与自我批评 所以就会给人带来一种冷漠 疏离的感觉 可是他们的内心 其实也是很渴望能做一个快乐的人的 陆凌渊越听越不耐烦 索性打断了他的话 你的这些无稽之谈正懒得听 你若是 命萧萧突然扭头眼睛亮亮地看着陆凌渊 所以奴婢的意思是 我的星座刚好与皇上的星座互补 如果以后皇上有不开心的事情 完全可以说给我听呀 陆凌渊静一时看呆了 反应过来后别扭地说道 说给你 陆凌渊扭头态度冷漠拒绝了他 朕从未有过不开心的事 即便有 也不会与你说 哦宁萧萧懒地搭理他双手抱胸心响 真是个比鸭子嘴还硬的大木头 不理你了 而此刻 陆凌渊正以余光偷偷打量着他 看着少女在月光下若凝滞的肌肤 与小巧精致的五官 有那么一瞬间 他觉得自己心跳的节奏 似乎快了半拍 生气的样子也挺可爱的 陆凌渊的脸上竟染了些许红玉 这天夜里 陆凌渊和宁萧萧在关心台 看了半晚上的星星 宁萧萧不是鼠婴的 他可没有陆凌渊能熬 不一会 人就摇摇晃晃地开始犯迷糊了 他还要在这里看多久了 好困哪 他脑袋不受控地向右倒 不偏不倚靠在了陆凌渊的肩膀上 陆凌渊扭头看了一眼宁萧萧 睡着了 转身把宁萧萧抱起 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 陆凌渊竟感觉 还不错 很好 抬脚把宁萧萧抱进了 关心楼的房间里 这个大胆的小宫女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 竟跟暴君睡在一起 当场就炸了 谁能告诉我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早上 宁萧萧醒来缓缓睁开眼睛 揉了揉还没睡醒的眼睛 宁萧萧猛地睁大眼睛 看着面前还没睡醒的陆凌渊 脸上瞬间染上一抹红韵 好帅啊 看着陆凌渊好看的睡眼 一时静看呆了 突然反映过来 自己是靠在陆凌渊的肩膀上睡了一夜 而他的龙袍 竟然在自己身上披着 他瞬间清醒过来 赶紧远离陆凌渊心想 我怎么睡着的 我为什么会靠在暴君的肩膀上睡一夜 这龙袍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盖在我身上 我又为什么会在摘星格的屋子里 并消消此时是一脸的猛逼啊 他用手背测了测自己的额温 是他疯了还是我疯了 赶紧调出文档看看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结果发现已经发生过的剧情 再度查看的时候 统统变成了马赛克 小气飘出来告诉他 已经发生过的剧情 是没办法查看的 会变成马赛克的哦 明消消双手抱头 什么 那谁能告诉我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手里捧着暴君的龙袍 自我说服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 难道是昨天晚上我睡着后 他把我抱进了屋 还把衣服盖在了我身上 然后他睡在了我旁边 然后我自己套在了他身上 不对 我睡觉有抢被子的习惯 这衣服很有可能 是我从他身上抢过来了 不成 我得赶紧把龙袍给他还回去 不然让他发现了 我又该玩完了 他抖擞了一下龙袍 正要给陆凌渊盖上的时候 他却突然醒了 一抬眼 就看见宁消消拿着自己的龙袍 像拿着一张网 那双手张开的姿势 像是要扑过来 把龙袍盖在他头上 把他给闷死一样 他立马警觉起来 你做什么 啊 这 奴婢看皇上龙袍掉地上了 他要是知道昨天晚上 我抢了他的龙袍给自己盖上 我不是死定了 于是他决定恶人先告状 皇上你看你 这么大个人啊 龙袍盖在身上 还能抖到地上去 昨天晚上你龙袍掉了三次 都是奴婢捡起来 给你重新盖好的 陆凌渊宁没打量着他 想说什么 又忍住了 心想 这女人为什么可以这样 睁着眼睛说瞎话 昨天夜里 分明是你将龙袍 抖落在第三次 每次都是正捡起来 重新给他盖好 这个时候 他可不敢惹着那位姑奶奶 陆凌渊一边打着喷嚏 一边往回走 回到朝阳宫门口的陆凌渊 突然怒意满满地说道 钟翠宫那个名萧萧 你传真的旨意 让内务府三个月 不许给他发阅历 不 半年不给他发 身后紧跟着的三福公公 有些不知所措 自家主子这一大早的 又是发哪门子疯 从前谁得罪了他 他哪次不是大手一挥 直接摘了那人脑袋 他还是头一次听陆凌渊说 要罚谁的阅历银子的 这惩罚于他而言 未免有点可爱 陆凌渊却没有意识到他的改变 却在心里想着 昨晚我一定是疯了 居然陪着那个宁萧萧 在摘辛格睡了一夜 成 皇上宁萧萧气 奴才这还有一件事 赶着要跟皇上汇报 西凉国君的车马 已经到沙门关了 估摸着再有三日左右 便能入宫 此次设宴 后宫女眷中 皇后和贵妃 是肯定位列其中的 另外还有两个名额 最大的藩帮国家 近年来他们的实力突飞猛掌 已经具备了 可以和他面对面谈条件的资本 这次他们的国君亲自入京都 八成会提出些什么 不利于起朝的要求 所以这场宴会 后宫女眷在不在场无所谓 但宁萧萧一定得在 于是他道 端妃是四妃之首 叫上他 还有他宫里面的顾答应 也一并叫上 这三福公共有些为难 皇上 答应是最末等的嫔妃 是不能出席国宴的 后妃出席宴会的名单 即便递上去了 顾答应的名字 恐怕也会被太后给抹掉 陆凌渊扭头进屋 答应去不了 常在总能去了 传阵旨意 即刻封顾答应为顾常在 以顾四锦这隔三差五 事情的恩宠 他成为常在也是早晚的事 三福公公领旨 是 皇上 朕要告退 陆凌渊又叫住他 慢着 那个宁萧萧月历 还是照常给他发着 就当刚才朕没说过 要罚他的话 三福公公文言 又是一副磕道了的表情 就说嘛 陆凌渊那么宠着宁萧萧 怎么舍得罚他 三福公公走后 陆凌渊缓缓缓坐下 心情比刚才要好很多 性不自觉地仰起嘴角 有了宁萧萧 朕就能动膝先机 不让这西凉 占我起潮半分便宜 既然需要他帮忙 那就先不罚他了 毕竟这个时候 他可不敢惹着那位姑奶 顾四锦被封为常在的消息 很快就在东西六宫传开 这两天 中翠宫的门槛都快被人给踏破了 都是个陆娘娘小主 都放在库房里 一个都不打算拿出来用 他是害怕急了自己一个不留神 又遭了哪个后非的暗算 彩莲抱着一个礼盒 这些礼物像都是他的一样 高兴地说道 小主一身为常在 各宫的娘娘小主 送来的贺礼都要摆不下了 宁萧萧拿着笔在对着礼丹 头也没抬得说道 你别乱动 我还没对完礼丹呢 顾四锦却一脸猛逼 骤然被禁风 连他自己也是猛圈的 旁人都以为他得陆林渊爱重 侍寝了那么多次 才得来这个位分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夜夜侍寝的时候都在做什么 他私下里偷偷问宁萧萧 萧萧 你说皇上他日日 叫我去侍寝的时候跳操 会不会有什么别的企图 宁萧萧打去的 说不定皇上是想跟小主你学匹刹呢 顾四锦一扭头 又打去我 可能对于顾四锦对境为常在这件事 唯一不惊讶的就要属宁萧萧了 他侧脸看向一脸愁容的顾四锦 心想 别担心了 你在原住里可是 熬死了陆凌渊 成功当上了太后并把持朝政的大女主 三日后 顾四锦盛装打扮 让宁萧萧随他去参加一场宴会 陆凌渊坐在上手位置 随着一声高喊 西凉国国君 摩叶梭驾到 那三个比赛的项目到底是什么 你当时说呀 你怎么满脑子都想着吃吃吃 不吃你会死吗 这就是国宴吗 看起来好好吃 宁萧萧看着满桌子的美食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就在这时 一双大脚映入眼帘 宁萧萧才知道 原来这场宴会要宴请的就是西凉国君 摩叶梭 摩叶梭留着落腮湖 身高将近两米 体格也十分壮爽 十足像是个巨人 他一身抑郁装束 一举一动间都透着如毛隐穴的野蛮镜 起朝皇帝 许久不见 他说话的时候昂首挺胸 没有半点要失礼的意思 语气也十分轻蔑 压根就没把陆凌渊往眼里放 陆凌渊开口 没想到西凉国国王摩叶梭居然亲自前来 正是起朝的荣幸 被原作荼毒至深的宁萧萧 对这个人物还是有些印象的 他就是摩叶梭 这人可是个狠角色 知道陆凌渊爱面子 便带来了三个比赛项目 想要和起朝的能人一时一绝高低 陆凌渊自负起朝能人辈出 一点也不虚他 在激将法之下同意应战 结果西凉之前就买通了内务府首领太监 打听出来的起朝有哪些与西凉相比是国落的地方 所以西凉出的三个难题 全都踩着起朝的软肋 当朝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两人赌局开始之前 是用税收 粮草和兵马作为赌注 最后当然是满盘皆输 也导致起朝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宁萧萧在心里碎碎念 陆凌渊听得津津有味 心想 摩叶梭果然是有备而来 那三场比试是什么 却听见宁萧萧开始跑偏了 似有点饿 我闻到肉香味了 水晶虾仁 东坡肘子 佛跳墙 陆凌渊看着流着口水跑偏的 宁萧萧一阵无语 为什么突然开始满脑子 只想着吃了 宁萧萧一脸的委屈 他们吃饭我也吃不了 还得在一旁眼巴巴的看见 这是什么人间炼狱 等下宴席完了 我回宫要吃顿好吧 对了 今天发跃前 我可以去御膳房 让他们给我做一道东坡肘子吃 陆凌渊很是无语 那三个比赛的项目到底是什么 你倒是说呀 你怎么满脑子都想着吃吃吃 不吃你会死吗 他气急败坏 差点把手中的杯盏都给捏碎了 就在这时 摩叶缩开口道 大启国富力强 样样都优于西凉 西凉臣服大启也是应当 今日本王既然来了 也想和大启皇帝比试比试 不知皇帝可敢应战 宁萧萧突然抬头 要开始比赛了 陆凌渊 对呀 你快想想比试的内容啊 陆凌渊是被赶鸭子上架 起朝是大国 若是连西凉这种蛮野国的挑衅 都不敢应想 传出去起飞一笑大方 于是他镇定自若 并道 你既有这哑心 镇定奉陪到底 宁萧萧只想了个比赛了之后 又开始想他的美食了 水晶虾仁 东坡肘子 佛跳墙 陆陵渊厅的头都大了 别抱蔡明了 摩叶缩敞怀大笑 好 大启皇帝果然痛快 只是咱们单单比试没什么意思 不如天蝎堵住如何 便以税收 粮草和兵马为赌注 若是起朝赢了 我西凉燕脚双倍税收于起朝 并奉上粮草三万事 精兵两万旗 若起朝输了 便免西凉税收两年 粮草与兵马 与本王方才所说一致 不知大启皇帝意下如何 陆陵渊默然不语 旁人以为他是在考虑 谁知道他是在认真的倾听 宁萧萧想吃些什么 这个吃货走神了 一时半会儿 怕是不会搭理场面上的事 在陆陵渊关注宁萧萧的时候 摩叶缩又开口了 皇帝这么犹豫 不会是怕输吧 陆陵渊想着 若是这次宁萧萧翻车了 知道了对方来者不善 多少也可有所提防 便开口 好 正应你 要正一撮头发 还要去啃谁的鸡 你只要能赢下这场比赛 你就是要啃正的鸡 他低头看一眼自己的当 俊脸一红 呃 还是算了 陆陵渊刚应下鄙视 宁萧萧脑海中便传来的小气的声音 嘀嘀嘀 宿主你有新的任务 帮助暴君顺利完成与西凉的鄙视 让起朝获胜 任务完成 剧情崩坏值加3% 任务失败 宿主将直接寿终正寝 宁萧萧听后瞪大眼睛 低下头问道 寿终正寝 这次玩这么大 小气回道 这个任务成败于否 直接关系到本书崩坏后的结局 请宿主合理利用金手指 帮助暴君渡过难关 宁萧萧立马换了脸色 一脸间笑心想 我本来也是打算帮陆陵渊的 只不过我可不会白帮 我要的不多 只是狗皇帝的一小撮头发而已 拿去卖肯德鸡吃 唤起潮赢得比试不亏吧 陆陵渊听不见宁萧萧和小气的对话 但是宁萧萧自己碎碎念的声音 他这次听清楚了 要振一撮头发 还要去啃谁的鸡 你只要能赢下这场比赛 你就是要啃振的鸡 他低头看一眼自己的当 俊脸一红 还是算了 总之头发给你就是了 就在这时 摩叶缩再次开口 起潮乃大国 而我西凉不过弹丸之地 彼此比试 有本王出比试的内容 大起皇帝可有意见 陆陵渊有了宁萧萧这个先知 自然有恃无恐 便口吻戏谑回道 你开心就好 结果摩叶缩出的第一个比试项目 就足以令人傻眼 那么第一场比试 咱们就来比胸口最大时 说完还应景地 把自己的外套给脱光了 西凉都是蛮人 理拼这种项目 他们自然占尽上风 陆陵渊乃一国之君 一言九鼎 既然硬下就不能反悔 摩叶缩啪啪啧掌三下大声吼道 抬上来 砰的一声 厚重的青石板 被放到大殿之上 随之出现的 还有一个体型高大的光头男 手持大锤站在摩叶缩的身边 众人见到青石板后 焦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 这么大的石头 一锤头砸下去 石板能不能碎不知道 但是石板底下的人 八成会被压碎五脏六腑 陆陵渊此时是一脸的凝重 西凉的人都是彪悍见状 相比之下 我们起潮人略逊色一些 果然都是踩着我们的软肋有备而来 在陆陵渊正想的出神的时候 摩叶缩抱拳活动的手指咔咔响 皇帝 那便由本王先开始 只见摩叶缩抬手指着一名随从说道 躺下 明潇潇脸上挂满了问号 你又不自己上 你为什么要脱衣服 难不成是因为热吗 不过他指派的那名随从 比他看着还要虎背熊腰 他躺在长椅上 让人将青石板压上来 顾四锦担忧地问道 潇潇 你说咱们能赢吗 明潇潇笑着回道 奴婢也不好说 心里却想着 当然能赢 我改几个字就赢了 哎呀 随从手起垂落 哐当一下 垂头用力砸落 扑的一声 青石板吓得随从一口血喷出 青石板分毫未损 而青石板底下压着的随从 已经昏死过去了 陆陵渊一脸得意地冷哼一声 这个大胆的小宝女真是不要命了 当众跟人打赌 输了尽让暴君钻别人裤裆 人昏过去了 但石板没碎 摩叶缩一脸的不可置信 陆陵渊见惯了血腥场面 他目光探向一脸震惊的摩叶索 鼓掌戏谑道 这一招隔山打牛 着实是让朕大开眼界 皇后镇定道 鄙视的是胸口碎大石 不是碎人 现在那青石板完好无损 这一局戏凉败了 摩叶索故作镇定 启朝还没出人 如何能算戏凉败了 他扫一眼上守卫 皇帝 该你了 启朝哪里有这样的能人意识 戏凉壮汉都顶不住 让谁躺在那青石板底下 哪里需要皇上指派人来 便是我一个小小工兵 就足以应对 此话一出 满电哗然 顾四井赶忙起身拉住他 萧萧 不可胡闹 快回来 陆陵渊也被宁萧萧的举动给吓到 他虽然行为举止怪异 但是身无二两肉 手无腹肌之力是事实 那一锤子砸下去 还不得把他给砸成肉泥 宁萧萧 这里有你什么事 你退下 摩叶索打量了宁萧萧一番 嘲讽道 就凭你 冰萧萧白他一眼 加码吗 我要是赢了 你就跪下来对着皇上狗叫两声 然后在大殿里爬两圈 摩叶索起会被一个 看起来若不经风的小女子吓到 他立马道 可以 可你若输了 便要让启朝皇帝也跪着叫两声 然后从本王裤裆底下钻过去 岂有此理 你想让朕当狗 还钻你裤裆 绝对不可能 陆陵渊怒到 朕绝对 好呀 冰萧萧先他一步应下了摩叶索 陆陵渊脸色铁青 人都傻了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起身一把拉起冰萧萧的手腕 将他拉到了一旁 低声道 你胡闹什么 你是活腻了找死吗 他语气焦急 神情严肃 似乎十分关心冰萧萧的生死 冰萧萧抬头看着陆陵渊 他看起来好像真的很关心我 反倒不好意思地笑了 哎呀 皇上你放心 你不是常说我贪生怕死吗 我怎么可能自己找死 不瞒皇上说 入宫之前我卖过亿 胸口碎大石这样的杂耍经常表演 不会有事 话才说出口 他就后悔了 糟糕 怎么这个皇帝关心我一下 我就没底线了 虽然我肯定不会有事 但是我也得装一装 毕竟我得问他要头发呀 我的肯德基在向我招手 陆陵渊听着他的心里话 头顶有一片乌鸦在飞过 还在愣神的陆陵渊被宁萧萧的话给拉了回来 只是 凡事都有个意外 奴婢也确实不能保证自己会安然无恙 但是为了皇上 奴婢愿意一世 他用力眨眼睛 憋得眼眶红红的 愈发楚楚动人 只是奴婢要是真的出了意外 一不小心撬垫子了 以后可就不能再伺候皇上了 奴婢临死之前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皇上可以满足奴婢吗 陆陵渊静静地看他装逼 你说 奴婢想拔几根皇上的头发 然后缠绕在奴婢的手指头上这样的话 如果奴婢死了 下辈子投胎 还能找到皇上 可以继续做牛做马蒂服侍您 瞧瞧 这话说的 好一个中仆 陆陵渊都快被他给感动哭了 结果他还没答应 宁萧萧就自己动手 猛地拔下了他一小撮头发 陆陵渊头皮赤痛 气得脸都绿了 宁萧萧拿着手里那一撮头发 开心地想着 拿到了 拿到了 二十根 不对的有三十根了 所有人都呆住了 这青石板是怎么碎的 该不会是被他的地给震碎的吧 陆陵渊揉着发痛的头皮 还是不愿意让宁萧萧涉险 看着收起头发的宁萧萧心想 头发已经给你了 那就赶快退下老师呆着 他不肯承认自己已经开始在乎他的安危 只在心里说服自己 他要是死了 日后谁来帮朕预知未来 于是他用手拍得下宁萧萧的肩膀 你既然可以保证自己无恙 那你就将这事的窍门告诉朕 朕自己上 宁萧萧心想 你上 你一锤子被抡死了 这世界又得崩 我吃饱了撑得没事干了 要给自己找麻烦 于是他对着陆陵渊露出 那你死人不偿命的甜甜笑容开口 放心交给奴婢吧 没问题的 说完 甩开陆陵渊的手就躺在了长椅上 我准备好了 来吧 随从把石板放到了宁萧萧的身上 宁萧萧才意识到这个石板的重量 直接被押得脸色铁青 好重啊 押得我都快喘不过气了 等陆陵渊反应过来的时候 青石板已经盖在宁萧萧身上了 等一下 他出手想要阻拦 摩叶缩剑 他似乎很关心这个功力 他更巴布地让宁萧萧赶紧死 于是一声令下 给本王砸 石锤高举砸落 眼见着就要砸到青石板上的时候 冥萧萧按下了暂停键 重死了 光是这块石头就快压死我了 就算我修改剧情让石块碎开 但这一锤子下来 我的半条命也快要没了 我得想点别的办法 于是他费力地想要推开压的 他喘不过气的石头 突然一个翻落 石头直接砸在地上 碎了 冥萧萧爬起身来 看着掉在地上碎裂的石头 竟然掉地上自己碎了 那我就不用改剧情了 真是天助我也 于是他重新躺下 将碎掉的石块一块一块 摆放在自己的身体上 准备就绪后 按下播放键 剧情继续 那随从的锤子 才接触到青石板 青石板就四分五裂 碎了一地 所有人都呆住了 包括陆凌渊 只有冥萧萧跟个没事人一样 陆凌渊长舒一口气 心中的担忧尽数散去 他看着冥萧萧会心一笑 不过 这青石板是怎么碎掉的 陆凌渊看一眼地上碎裂的石块 又看一眼刚坐起来的 凌萧萧胸前的地 难不成 那老大的一块石头 是被他的地给震碎的 凌萧萧众目睽睽之下 赢了这一局 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嚣张地说道 西凉王你输了 别忘了你的赌注 刚才还信心满满的摩叶索 此刻尴尬无比 凌萧萧见他愣着不动 催促他 西凉王怎么说也是一国君主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你该不会想反悔吧 西凉人最重视诚信与诺言 宁可丢了面子 也不能落人口实 于是摩叶索丹西下跪 身体前倾 凌萧萧又补了一句 西凉王别忘了叫 摩叶索被他气得憋红了脸 小声地叫了一声 王 凌萧萧走到陆凌渊身边问道 好小声啊 皇上听见了吗 陆凌渊摇头冷笑 朕什么都没听见 贵妃看热闹不嫌是大 在一旁拱火 西凉王要叫就大声点 怎么方才叫嚣的时候嗓门那么大 这会儿却哑巴了 摩叶索怒不可遏 抬头对着陆凌渊就是一顿狂吠 王王王 这下你听见了吧 陆凌渊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摩叶索爬起身满脸怒火眼睛 都被气得成火球了 愤怒地指着陆凌渊吼道 下一场比试 本王要和皇帝你比胆识 怎么 你是学完了狗将 就不打算当人了 他击掌三下 吼在门外的随从用木车 拉进来了一个大铁笼子 铁笼子外面罩着一层乌黑的布 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大家都在议论着笼子里面装着的会是什么 摩叶索走到铁笼前 此番本王前来 特意从西凉带的一贵客 而他 就是本王要和皇帝比试的下一项内容 说完摩叶索一把扯掉了黑布 众人这才看见 里面困着的是一只个头逼近三米 眼底赤红 口舌流行的巨大黑熊 他四肢粗壮的像是柱子 覆盖在身体上的棕色毛发又长又密 看见周围围了这么多人 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兴奋 竟然站起来用力拍打着铁笼 口中发出嗷嗷的咆哮声 顾似紧胆子小 不由地抓紧了宁潇潇的手 这么大的熊 我还是第一次见 让人看着害怕 宁潇潇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这么大的熊 摩叶索看巨熊吓得他们一个个面色惊恐 于是愈发得意 这科尔熊还只是个熊孩子 并非成熊 即便是成熊 在我们西凉也是司空见惯 西凉勇者更可徒手制服他 怎么 堂堂起巢 地大物博 竟然连这种熊孩子都没见识过 陆灵渊懒得听他说这些阴阳怪气的话 你只管说比什么就是了 摩叶索 痛快 既然是比胆识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 皇帝可找个人钻进铁笼里去 可这头熊共储上一炷香的时间 若能安然无恙地出来 就算是圣 陆灵渊心想 起巢也有训兽师 让训兽师和这头熊独处一炷香的时间 也不是什么难事 于是他小声吩咐站在一边的三福公共 三福 将御用训兽师带过来 三福刚回道 是 摩叶索便开口道 还请皇帝在大殿之内寻出一人来 若是要找训兽师 那和鄙视胆识还有什么关系 皇后不遇到 说是鄙视 哪能项目有你定 规则也有你定 话都让你说完了 你打量着咱们都是傻子 好被你诳骗吗 与皇后的脑目相比 陆灵渊显得异常淡定 西凉王 规则便是如此 你可还要修改 摩叶索回道 不改 陆灵渊笑了 那便请你进入笼中 去参加这场比试 摩叶索眼陆凶光 皇帝这是什么意思 陆灵渊 就是你听到的字面上的意思 你不是说要阵指派在场的任意一人吗 怎么 你是学完了狗叫 就不想当人了吗 摩叶索冷笑一声 哼 心想 竟被陆灵渊给摆了一道 不过不怕 于是他应下陆灵渊的要求 并说 那也不必那么麻烦了 本王进入笼中 要是能和这头熊相处超过一炷香 这一局便算稀凉胜 若不然 胜者就是起巢 皇帝意下如何 他能说出这话 陆灵渊便知道他有十足的把握会赢 陆灵渊开口 朕答应你的要求 心想 就算这局输了也只是平局 下一局赢了就可以 只见摩叶索进入铁笼中 巨熊立马跑到他身边来 他摸了摸熊脑袋 心想 这头熊在稀凉的时候就是我的宠物 跟我十分亲密 日常都是放养在寝宫里的 别说是相处一炷香 就是相处一整天也不会出事 宁萧萧看着笼子里的一熊一人 心想 这只熊看起来跟西凉国王很熟悉 要怎么才能让他不愿意和这只熊待在一起呢 而这时笼子里面突然传出哈哈哈哈的笑声 宁萧萧看着那副慈子笑的画面 突然灵光一闪 有了 我只要在剧情里修改几个字就可以了 放我出去 快放本王出去 摩叶索抓着笼子来回晃动 发出筐机筐机的刺耳声响 顾四锦疑惑地问道 刚才西凉王不是还和那只熊相处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嚷着要出来 宁萧萧在心里哼哼了两声 面上一副笑而不语 两人正小声聊天 这时突然一股难闻的味道袭来 顾四锦用手捂着鼻子小声说道 这是什么味道好难闻 童贵妃动作更夸张 说的声音也大了些 这熊怎么挑在这个时间上厕所 真恶心 笼子里的磨叶缩更是身无可恋 不要把你的屁股凑过来 离本王远点 快 快把本王拉出去 宁萧萧这时用力地捏着鼻子 快要顶不住了 心想 熊得便便好臭啊 真是一个伤敌一万 自损八千的办法 陆灵渊也捂着鼻子 努力保持住皇帝的威严 畜生就是畜生 竟然在大雅之堂上做出这样的事 才过半炷香 若这个时候放你出来 可就算你们西凉输了 摩叶缩大吼道 输便输了 快放本王出去 被放出来的摩叶缩 整个人跪爬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身后的陆灵渊高举酒杯 对着众人开口道 多谢西凉王千里迢迢来给大启朝送兵马粮草 话说 小编插一句嘴 我就想问一下 在那样难闻的味道下 你们是怎么喝得下去的 呵呵 摩叶缩满脸愤怒 气得差点当场去世 散席之后 陆灵渊马上吩咐三福公公 三福带人去将内务府总管拿下 关境天牢 三福公公赶紧应下 是 皇上 内务府总管和三福一样 都是正义品的宦官 是皇城里醉得脸的奴才 因此两个人私下里总是一个瞧不上一个 见陆灵渊毫无征兆的就要处置了他 三福不免好奇多嘴问一句 敢问皇上 他犯了何事 陆灵渊神色淡淡 朕今日心情不好 就想要了他的脑袋 三福哪里还敢说话 等下他心情不好顺便再要了自己的脑袋怎么办 这不是吃瓜吃到自己家了吗 他刚要走 陆灵渊又叫住他 你再去让御膳房给朕备几道菜 他回想了一下 当才宁萧萧碎碎念的时候点到的菜名 要东坡肘子 水晶虾仁 还有佛跳墙 三福公公诧异地问道 东坡肘子就罢了 只是海线一位皇上觉得心从不动快 今日正事 陆灵渊扭头脸微微发红 朕没说自己要吃 御膳房备好了 送去中翠宫给宁萧萧 想了想 又补充一句 算了 做好了拿过来 朕亲自给他送 三福听完 唇角扬起了莫名的笑意 奴才遵致 心想 自家主子这是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甜甜的恋爱了吗 真好 宁萧萧在和顾四锦回宫的路上 没少听顾四锦的唠叨 萧萧 你不怪我说你 你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刚才你胸口碎大石的时候 我心都快要跳到嗓子眼了 生怕你有个什么意外 宁萧萧笑着回道 小主放心 没把握的是奴婢不会做 从前奴婢在宫外的时候 是跟着杂耍团四处卖一套生活的 胸口碎大石奴婢经常表演 小事一桩 彩莲瞄了一眼宁萧萧的胸口 又羡慕又嫉妒的说 怪不得这样大 原来是被砸肿的 你立了一功 今日就好好休息 有彩莲伺候我就行了 宁萧萧躬身行礼 谢小主 他现在一心都铺在了他的肯德基上 只想赶紧回去 回到住的地方 宁萧萧就从里面反锁了 自己五房的门 然后开始一根一根数着 被他薅下来的暴君的头发 一根 两根 三根 好家伙 整整二十六根 宁萧萧开心地拿着头发心想 都可以兑换一份全家桶了 好你个宁萧萧 真有你呢 正供你吃穿用住 你竟然敢在宫里养男人 宁萧萧在脑海中点开了便利店 迫不及待地用二十根暴君的头发 兑换出了一份全家桶 全家桶传送到他手中 他闻见浓郁的炸鸡香气 是现做出来的 汉堡鸡腿鸡块鸡米花热的烫手 可乐还加了冰块 于是他开启了暴风吸入模式 就在这时 终于完成十分之一了吗 小气爆完了 宁萧萧也吃了一半了 肚子撑得浑圆 实在吃不下去了 好饱啊 还十分配合地打了个格 剩下的就留着晚上吃吧 就在这个时候 咚咚咚 他听见了敲门声 谁啊 快开门 青天白日你锁着门做贼吗 陆灵渊冷漠的声音飘进来 吓得宁萧萧猛地坐起身来 差点打翻了全家桶 心想 陆灵渊的声音 这个皇帝跑来找我干嘛 还是开口说道 皇上 来了 来了 奴婢在睡觉 你等一下他马上就来了 慌乱之中 他将全家桶放在床上 然后拉开被子将他盖起来 又擦了擦嘴角的油渍 确定自己看起来没有任何一样后 才将房门打开 门一开 他人傻了 暴君手中竟然提着个石盒 陆灵渊看着他震惊的目光 有几分得意 今日你胸口碎大事表演得不错 这些 是震赏你的 快让开 让震进去 他一边说一边往里走 将石盘放在桌案上 宁潇潇看着桌案上的东坡肘子 水晶虾仁和佛跳墙三道大菜 看上去色香味俱全 比今日在练习上看见的还要好吃的样子 陆灵渊看了一眼傻站着的宁潇潇说道 坐呀 盯着看什么 宁潇潇呕了一声 缓缓坐下 宁潇潇坐在陆灵渊的对面 看着这些他当才还垂涎三尺的美食 此刻却是一点胃口都没有 陆灵渊见他迟迟不肯动快 心想 难道是不好意思了 于是拿起筷子夹起一块水晶虾仁 递到了他嘴边 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吃 宁潇潇盯着那递过来的虾仁 心想 他都亲自喂我了 我不吃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 于是他深呼吸一口气 强行将那块虾仁吞了下去 陆灵渊问他 好吃吗 他点头 用不怎么愉快的声音说道 好吃好吃 陆灵渊再次开口 好吃你就多吃点 把这些吃完 宁潇潇呼的瞪大眼睛 心想 我肯得鸡才吃完 现在哪还有胃口 陆灵渊眉头青醋 啃谁的鸡 啃完了已经 他隐有怒意 目光在不大的舞房里来回扫视着 最终将眼神锁定在了宁潇潇的床上 那床胡乱盖着的被子揉成了一个疙瘩 还真像是里面藏了个人的样子 好你个宁潇潇 谁有你的 正供你吃穿用住 你竟然敢在宫里养男人 本以为是抓奸在床 谁料却发现意外之喜 陆灵渊二话不说起身就朝着床边走去 宁潇潇在身后一惊 皇上 话还没说完 陆灵渊一把将被子给掀了起来 陆灵渊这一套动作一气呵成 宁潇潇还没反应过来 被子就已经被掀开了 同时 藏在里面的全家筒也被陆灵渊看了个正程 宁潇潇服额 完蛋 我该怎么跟他解释这玩意儿是从哪来的 陆灵渊拿起全家筒后 第一眼就看见了筒上面印着的那个白胡子老头 他仔细端向着这个长得和起朝人一点都不像的老头 眼底一斗横生 这是何人 宁潇潇一听陆灵渊的问题 大脑飞速运转 人 包装上画的人吗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两秒后就编出了一个既合理又离谱的理由 只见他垂下眼皮 微微敏唇 看起来十分悲伤 奴婢不敢欺瞒皇上 这 这其实是我爹的画像 你爹 陆灵渊又深深看了一眼KFC老头 你说这个胡子拉差的老头 是你爹 宁潇潇点头如捣算 你爹长得未免有些血潦草 陆灵渊冷笑 不过他能有你这么个年轻女儿 也算是老当义壮 老棒生猪 宁潇潇却从身后悄悄靠近陆灵渊 心想 我的炸鸡 不成 我得想办法把桶从他手里抢过来 不然他要是打开盖子 发现里面装着的都是炸鸡 他肯定又得给我抢走吃了 他凑近陆灵渊 满口胡舟地解释道 皇上 其实奴婢的身世可凄惨了 奴婢和爹爹失散多年 他一边说着 一直都很想找到他 所以才会带着父亲的画像进宫 一边扑向陆灵渊手里的炸鸡 却被轻轻松松躲开了 明潇潇继续说 盼着如果有机会的话 便让人帮奴婢印发画像 继续扑 结果还是被陆灵渊躲开了 只要有一丝的机会 可以找到奴婢的父亲 奴婢都要试一试 明潇潇还是不死心 结果 刷刷刷 每次都被陆灵渊轻松躲开 扑了个空 陆灵渊抱着炸鸡 看着气喘吁吁的明潇潇说道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孝心 朕听着都觉得感动 又一本正经的说道 这样吧 朕将这画像拿回去 让如一方的人临摹上一批 帮你四处张贴 必求找到你爹的下落 如何 那这 皇上 其实心里想的确实 还我炸鸡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陆灵渊打断了 朕知道 你什么都不用说 陆灵渊用食指挑起他的下巴 冲他摇头 你不用感谢朕 毕竟大恩不言谢 你只需要做好你分内的事就行了 宁潇潇总是在关键的时候 容易脑子短路 我怎么又忘记 自己有金手指的事情了呢 刚才就不应该跟他费这么多的话 现在就是按了倒退键 也是白瞎 陆灵渊抱着全家筒 慢开脚步准备走了 丢给宁潇潇一句 画像过几天再还给你 宁潇潇不情愿地攻身行礼 奴婢恭送皇上 就在这时又听见宁潇潇 在心里碎碎念了一句 狗皇帝 喝我奶茶 抢我炸鸡 撑死你 他又扭头看着桌子上的东坡肘子 水晶虾仁和佛跳墙 心中还稍稍有些许腥味 算了 没有鸡吃 起码这些菜看起来还不错 等晚上饿了 热一热和琪琪他们一起吃 半只脚跨出门框的陆灵渊突然折返回来 将桌子上的石盘端了起来 宁潇潇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皇上 你这是这是干嘛 陆灵渊看着宁潇潇 朕看你刚才吃他们的时候一脸痛苦模样 想来怕是御膳房做的东西不合你的口味 正确就把他们拿下去倒掉 说完拿起石盒转身就走 宁潇潇在身后跟上 别皇上 到了多浪费呀 陆灵渊心情大好 浪费什么 东西做了就是要吃 你既然不喜欢吃 那到了和你吃了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没了吗 最终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陆灵渊提着石盒 扬长而去 气得宁潇潇咬牙跺脚 狗皇帝 你给我等着 下次你要是再有事 姑奶奶我肯帮你才怪了 回到朝阳宫 陆灵渊第一件事 就是将全家桶里的炸鸡拿出来品尝 毫无形象地把炸鸡砍得干干净净 脸上还沾了不少的碎屑 此时却完全顾不上 这简直太好吃了 为什么这么好吃的东西 朕今天才吃到 做皇帝的 当然具备危机意识 他一样都只吃了一半 剩下一半让三副拿去御膳房 吩咐道 让御厨们照着这些东西 给朕研制出来一样的菜式 谁做得好 朕有赏 空空的盒子里 只剩下被陆灵渊砍得 干干净净的击骨头 陆灵渊心想 还想吃 只是奴才不明白 那明明是皇上吩咐 御膳房现做的菜式 为何要说那些是中午的剩菜 晚膳时 宁萧萧对着自己桌子上的 两个窝窝头和一叠腌酸菜 迟迟不肯动快 拖撒怀疑人生 本来是有炸鸡可以吃的 结果现在只能吃窝头腌菜了 正难受着 突然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 谁啊 是砸家 开开门 三福在门外低声回道 宁萧萧打开门 一脸疑惑 三福公公你怎么来了 三福公公倾咳了两声 提着个石盒送到宁萧萧面前 这里是东坡肘子 水晶虾仁和佛跳墙 而且还是热乎的 皇上说这些菜扔了喂狗也是可惜 就让咱家随便热一热拿来给你 说完 他把石盒塞给宁萧萧连忙跑了 宁萧萧回到屋里 咚的一声把东西丢在桌子上 双手抱胸气愤的心想 狗皇帝这是说我连狗都不如呗 我才不吃 他负气地把头扭向一边 可是菜味实在太香了 在自己的尊严和美食的诱惑之下 他果断选择了后者 管他的 全吃光 真香 三福办完差事回朝阳宫去复命 陆灵渊一边批阅奏折一边问他 送去了 三福公公回道 送去了皇上 只是奴才不明白 那明明是皇上吩咐于膳房现做的菜式 且还挑的都是顶好的食材 皇上为何要说那些是中午的剩菜 跟地有什么关系 陆灵渊抬眉横了他一眼 然后敲击着桌案上放着的一叠宣纸 三福玄机会议 上前捧过宣纸看了一眼 才发现上面统一画着的是一个笑嘻嘻的白胡子老头 皇上 这是何人 你最近问题怎么这么多 奴才该死 拿着他们宫里宫外张贴出去 找到这老头 郑重重有赏 第二天一大早 宁萧萧起床打着哈欠就走了出来 突然发现琪萧恰恰蹦蹦拉拉 他们正围在一起讨论着什么 宁萧萧凑上前去 你们在说什么呢 萧萧你看这个琪萧将一幅画像递给他 内务府的人一大早就在宫里面四处张贴这个画像 说谁若是见过这人能提供有用的线索 皇上重赏 明萧萧不经意瞄了一眼 实话了 这他瞄的不就是肯德基那个老头 陆灵渊找他干嘛 他没事吧 他不会真的以为这玩意儿是我爹吧 这是什么赖任务 睡一晚上 让我抱着他睡一晚上 你要是想让我死就直说 萧萧 你说这个人会是谁啊 皇上这么着急找他 琪萧继续问道 心想看到这张画像又想起了我的炸鸡 下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搞到暴君的头发 琪琪突然把鼻子凑到宁萧萧脸上使劲绣了绣 好奇地问道 萧萧你用什么洗头发的 怎么这么香 宁萧萧故作神秘 就是寻常的薄荷造脚呀 往里面勾兑了一些鲜花之子而已 恰恰也凑了过来 我也是不但味道没有这么香啊 宁萧萧在心里想的确实 其实是用陆灵渊头发在便利店兑换的洗发水 可我不能这么跟你们说呀 之后赶紧扯个理由 小主快醒了 我先过去了 你们也别偷懒啊 说着话摆了摆手就赶紧走了 宁萧萧刚走出没几步 突然闻着自己的发丝心想 对啊 这洗发水的味道这么香 既然这味道所有人都喜欢 说不准陆灵渊也会感兴趣的 哪天在去读奏折的时候 我就把洗头膏带着 他要是问我头发为什么这么香 我就给他洗头 则则则 这样我不就能想耗多少头发就耗多少头发了吗 放 宁萧萧开心的手舞足蹈慢着欢快的步伐 我可真是个小天才 正在为自己想了个白嫖暴君的万全之策 而沾沾自喜的时候 小七又带来了新的任务 弟弟 宿主你有新的任务了 抱着暴君睡一晚上 任务完成剧情崩坏值加1% 任务失败宿主寿命减10% 宁萧萧突然顿住脚步 脸上写满了拒绝 啥 你说啥 你再说一遍 这是什么烂任务 睡一晚上 让我抱着他睡一晚上 折瘦程度可不止10% 你要是想让我死就直说 小七盘腿坐在宁萧萧面前 西西宿主干嘛这么抗拒呢 暴君要长相有长相 要身材有身材 可不比宿主追的那些男团差 可他睡一觉宿主也不亏吗 再说了 宿主在追男团的时候 不是也天天对他们喊哥哥我可以吗 暴君的长相 可比那些男团成员能打多了 宁萧萧脸红得别过脸 停停停 别借我老底 我睡就是了 小七飘到宁萧萧身边神秘兮兮兮的说道 这次任务完成后 系统会触发奖励哦 宁萧萧抬眼 兴致不太高的样子问了句 什么奖励 到时候就知道了 反正只是睡一觉 又不是要干嘛 到时候等陆凌渊睡着了 用金手指加一句 今夜他睡得很沉 就行了 等等 小编弱弱的插一句嘴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是想要发生点什么吗 等到入夜的时候 宁萧萧推门走进了顾四锦的寝宫 小主 时间差不多了 该去皇上那边了 心里却吐槽着 果然暴君又翻了顾四锦的牌子 就趁今晚做任务 顾四锦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我已经做完热身了 萧萧 我们走吧 看着准备充分的顾四锦 明萧萧静意识不知道说什么 等顾四锦从他身边走过去后才反应过来 等到了朝阳宫 好家伙这都已经有了条件反射了 还没等陆凌渊给他布置任务 他自己就开始跳了起来 而陆凌渊则依旧带着宁萧萧去了书房 让他读奏折 微臣近日读了一本书 书中阐述的观点十分有趣 在此向皇上分享 念到此陆凌渊觉得无聊 下一本 这时宁萧萧得空赶紧做任务 他拿起奏折在自己面前扇着风 今天感觉有点热呢 皇上不热吗 陆凌渊嗅到了好闻的味道抬起眼皮 看向宁萧萧 他能闻见一股来自于他身上的异象 便问道 你头发上涂了什么 香味甚异 宁萧萧咧嘴一笑 来了来了 大鱼上钩了 什么玩意儿 朕拿你个洗头膏 你就想睡朕 这代价未免太大了吧 回皇上 奴婢用的是自己自制的洗发水 留香持久 长效控油 还有去除头皮屑的功效 皇上要不要试试 心里确实想着 快说你要试试 然后我就拿出洗发水来给你洗头 洗头的时候再疯狂好你头发 陆凌渊被他真实的想法搞得一阵无语 但还是向他伸出了手 把你的洗发水拿出来 给朕瞧瞧 宁萧萧吃一欠短一掷 都被暴君抢过那么多次东西了 还是不长脑子 跟个傻儿棱一样 乖乖将装着洗发水的陶瓷罐 拿出来递给了陆凌渊 陆凌渊将罐子打开 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 他看着倒在手心里的乳白色膏体 于是他皱着眉头 这就是什么玩意儿 心里想着 好香啊 宁萧萧还在努力推销 洗发水啊 奴婢克制的 皇上你沾点水揉搓一下 还能起泡泡呢 可好玩了 谁想到陆凌渊进不按套路出牌 笑着说 挺好的 朕要了 宁萧萧尬在了原地 皇上 去 陆凌渊边擦着手上的洗发水边说 这那什么 这又不是什么珍贵东西 朕还要不得了 继续读你的奏折 宁萧萧当场就傻眼了 又在心里骂了陆凌渊的祖宗 十八代一万零八十六遍后 一边念奏折一边开始想自己的任务 陪的夫人可不能再折兵了 既然狗皇帝拿了我的洗发水 那我今天晚上就必须睡了它 陆凌渊听见这话 差点没把自己给吓死 什么玩意儿 朕拿你个洗发水 你就想睡朕 这代价未免太大了吧 他下意识将自己的衣精合拢一些 心想 你已经洗过朕的胸了 你还想怎样 于是他又赶紧开口道 朕乏了 你退下吧 宁萧萧也没说什么 毕恭毕竟行了礼之后便退下 陆凌渊想起昔日被他洗胸的场景 仍心有余悸 所以睡觉的时候 他刻意从里面锁上了房门 不给宁萧萧一丁点轻薄他的机会 可他即便在谨慎 也没宁萧萧大比一挥来的威力大 锁门是吧 加一个字 变成没锁门 睡觉浅是吧 改一个字 变成睡觉沉 等宁萧萧再度溜进寝殿的时候 陆凌渊已经进入了深度睡眠了 他走到床边 低头仔细端向了一番他的帅脸 目光渐渐向下一动 发现他竟然抱着那瓶装着洗发水的陶瓷罐在睡觉 嘖嘖 这是怕我偷吗 还抱着睡 不就是平洗发水 宁萧萧抬起陆凌渊的下巴 笑得不怀好意 你以为你能躲得出我的手掌心 他真的因为一罐洗发水 就把阵给睡了 陆凌渊满脸羞红 一边往后退一边大喊 放开阵 换来的却是宁萧萧可怕的笑声 嘿嘿嘿嘿嘿 陆凌渊突然被宁萧萧伸出来的一只大手掌一把给握在了手心 陆凌渊拼命地挣扎 快放开阵 嘿嘿嘿 宁萧萧笑得邪魅狂眷地说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陆凌渊猛然惊醒 发现自己只身一人躺在床上 原来是梦 陆凌渊抬手抚上额头 这才犹如劫后鱼生般长舒了一口气 突然感觉手心里黏黏糊糊的 陆凌渊皱起眉头看着手心里的乳白色物体心想 手上是什么东西 扭头他看着床上的那一滩洗发水 撒了 有些心疼 看来这好东西他是无服消瘦了 陆凌渊出请殿的时候 他吩咐三幅 去叫人把镇的床单被褥都给换了 说完 他就去洗漱了 三幅抬手招来两名宫女 让他们进去更换床单被褥 结果宫女们收拾的时候 一眼就看见了洒在床单上面的洗发水 两人好奇嘀咕 这是什么东西 闻起来似乎还有一股香味 不知道啊 我也从没见过 他二人交头接耳引起了三幅的注意 他挥着浮沉走进来 训斥道 让你们干活 念到什么呢 三幅公公 您看皇上床上那是什么东西啊 洗发水后 眼神发亮 他试探着用手摸了摸 洗发水粘手的质感 让他动了歪脑筋 这颜色 这质地 这手感 八成是陆陵渊的 嘶 昨天晚上顾四井士气 不是后半夜就回宫了吗 那这是从哪来的 三幅公公问道 你们今儿的一早就在洒扫庭院 可见着了谁从皇上寝宫里出来 一个宫女赶紧回到 是顾长在身边的宁萧萧 奴婢们四更天的时候 见他慌慌张张从皇上的寝宫里面溜了出来 果然是他 三幅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 看来后宫家里三千 都抵不过他一个宁萧萧让皇上留恋的 三幅看一眼床上的洗发水 感慨道 瞧瞧 这也太秦南自尽了吧 宫女们被他莫名其妙的笑容给整猛了 公公笑什么呀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公公知道 不 三幅挥了一下手中的浮沉 故作神秘压低了声音 不该你们问的话别问 他嘴上虽然没明说 但是坏笑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宫女瞬间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一个个脸瞬间红到了耳朵根 三幅肃清声音 提点他们道 嗨嗨 日后当只眼睛都给砸家擦亮点 有人进而个还是山鸡 明日指不定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该八戒讨好的 你们自己掀量着看 伺候对了人 往后的好处还多着呢 宫女们红着脸 齐声道 是 奴婢多谢公共提点 彼时 已经洗漱完的陆灵渊站在寝边外面 双脚像是被灌了签 三幅和那些宫女在里面的大声密谋 被她听得一清二楚 她脸红得发烧 心响 所以 宫萧萧今早四更天从朕的寝宫里出来 她真的因为一罐洗发水 就把朕给睡了 陆灵渊羞愤不已 咬紧牙关 双手死死钻拳 宫萧萧 你还朕的清白 今日是彩莲去陪顾寺景给皇后请安 所以一夜没睡好觉的宫萧萧 一回到五房就一头扎进了被窝里 困死了 趁现在不忙睡一会 我不要去偷暴君那玩意儿 不姑姑 绝对不要 今天我亲自下厨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宫萧萧看着桌子上的红烧肉开口 为什么每次我下决心减肥 你都会做我喜欢吃的东西 妈妈你是会独心吗 小孩子减什么肥 你那里胖了 妈妈说完夹起一块红烧肉 放进了宫萧萧的碗里 还有你喜欢的西湖牛肉羹已经不烫了 可以喝了 说完就递给了宫萧萧 瞧你把她给宠了 连碗汤都要给她吹凉了 爸爸笑着又递过去一碗 也有你的 也有你的 萧萧 萧萧在睡梦中就流下了眼泪 她缓缓睁开眼睛 呆呆地看着头顶 心里酸酸的 爸爸 妈妈 小七的声音传来 宿主是想家了吗 宁萧萧用衣袖掩盖眼角的泪水 亲吻了一声 小七也很心疼她 这样吧 看在宿主一直以来完成任务都很积极的份上 本筒可以给宿主一个隔空取物的奖励 宁萧萧好奇道 隔空取物 那是什么 小七开始给她介绍 宿主可以选择你在现代所拥有的任何的一件物品 我会帮宿主把它带到书中世界来 以排解宿主的思乡之情 但是宿主需要注意 你选择的东西出现在书中世界必须是合理的 宿主可不能妄图把手机 电脑 电视冰箱什么的带过来 虽然限制很多 但有总比没有强 宁萧萧仔细想了一下 必须符合书中的世界观 想起妈妈送给自己的翡翠手镯 那是妈妈送给她的陪嫁 她记得妈妈送她那个手镯的时候还开玩笑对她说 南南要是以后嫁不出去 拿着这个手镯回来找妈 妈养你一辈子她是真的很想妈妈呀 对着小七问道 我妈妈给我的翡翠手镯 这个可以吗 小七查询了一下翡翠手镯和书中世界的匹配度 然后开心地说 恭喜宿主 翡翠手镯和书中世界的匹配度达到百分之百 宿主可以将它带来书中世界 真的 那你快点给我 但是宿主要想拿到翡翠手镯 必须得先以物异物 宁萧萧疑惑地问道 以物换物 暴君的头发吗 不是 小七说完 宁萧萧脑海中又出现了一个大转盘 这个转盘可不就是跟幸运奖励盘差不多 就是里面写的东西 千奇百怪 什么暴君的腿毛 皇后的指甲 贵妃的袜子宁萧萧看着上面的字 满脸惊恐地看着小七 这是在干什么 你该不会是要 小七见笑了一声 解释道 宿主转动转盘 转盘停在哪里 宿主就必须用这个东西来跟我交换翡翠手镯 好吧 他就知道想占这个坑爹系统的便宜没那么容易 他转动转盘 最终指针停在了最下方 那一栏赫然写着醒目第五个大字 暴君的内裤宁萧萧看清了这一行字后 汉毛瞬间就竖了起来 赶紧抓住转盘 我要重新转一次 我不要去偷暴君的那玩意儿 不不不 绝对不要 不可以这样的宿主 小七鼓励他 宿主又不是没见过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如果宿主不同意的话 那么唯一一次隔空取物的机会 可就要被浪费掉了 再权衡了一番自己做这件事的死亡指数 明潇潇双手抱胸 偷就偷 小七见嘻嘻地提醒道 好的宿主 宿主去偷暴君内裤的时间有12个小时 这12个小时之内 为了防止宿主作弊 金手只会暂时关闭哦 直到宿主成功偷到暴君的内裤 或12个小时过后 金手只会解除封印 在坑他这件事上 小七从来就没有让他失望过 明潇潇扭头 瞪着小七 你这那里是奖励 你这是在坑我 门外有人 该死 暴君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要是被他给带到了 自己还不得玩玩 没关系 就算没有金手指 我还有聪明与才智 宿主 明潇潇十分地自信 说干就干 偷暴君内裤计划第一步 先确定陆陵渊下潮之后的动向 他提着顾四锦昨天吃剩下的糕点 假装是替顾四锦去给陆陵渊送糕点 他去上书房的时候 在门外看见了三福 便知道陆陵渊肯定在里面 三福公公远远地见了他 邪尖铲笑地就迎了上去 哎呦 萧萧 你怎么来了 宁萧萧心想 萧萧 我啥时候跟他这么熟了 他见了我怎么这么开心 有病 但面上还是开心地说道 三福公公 我家主儿做了桂花糕 想着送来给皇上 三福接过他手中的食盒 笑意更甚 这种小事哪儿还用你亲自跑一趟 下次有什么东西要送的 你让人智慧砸家一声 砸家亲自派人去取 宁萧萧萧的更开心了 公公事务繁忙 哪敢劳烦公公公 心想 这老东西没事吧 他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他该不会想跟我那啥把宁萧萧不由地打了个颤 后退两步离三福远些 那烦请公公等下帮奴婢把桂花糕送给皇上 对了 今儿公公怎么没在皇上身边伺候笔摸 三福叹了口气 陈大人和官大人在里面与皇上说事 岭南一带最近闹了饥荒 估计皇上还有的烦呢 宁萧萧听完后内心一阵狂喜 他有的烦不是更好 他被前朝官员牵绊着 就没那么快回寝宫 我岂不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偷他的内裤 于是他连忙和三福告别 匆匆赶去了朝阳宫 陆凌渊的独心术虽然有距离限制 但是仅一门之隔的距离 他还是可以清楚听见宁萧萧的心声的 彼时 尚书房内正在听大臣们汇报灾情的陆凌渊 脸色逐渐变得难看起来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要去偷朕的内裤 宁萧萧 朕真想把你的小脑袋给撬开 看看里面装的是哪一年的江湖 偷暴君内裤计划第二步 进入暴君寝宫 朝阳宫守卫森严 别人如果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去 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对于宁萧萧来说 这件事简直易如反掌 我天天在狱前晃悠 侍卫 宫女对我都已经十分眼熟 宁萧萧趴在一个柱子上往里偷偷看去 接下来就是进入皇帝的寝宫了 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 哎呀 萧萧你怎么来了 一个脸上有志的宫女迎上来 咬现出一副好想跟她很熟人的样子 牵住宁萧萧的手 以前咱们在宫女所的时候 我就跟你关系最好了 后来你根据照顾顾常在 我在宫女所连个能说得上话的人都没有 可闷了 是呢 真的好久不见了 宁萧萧盯着她脸上的那颗痣 看了半天心想 大姐 你哪位 你拉着我的手干嘛 就在这时小宫女再次开口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宁萧萧突然卡住了 这小宫女来得太突然了 一时还没找好理由 是我的小主让我来 宁萧萧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小宫女打断了 宁萧萧心想 你知道什么呀 不耽搁你了 等你那天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可不要忘了我呀 一边说一边冲着宁萧萧把白手跑开了 哈哈 再见 宁萧萧整个人都不好了 完全听不懂这个人在说什么 算了 不管了 偷内裤要紧 没想到自己这么轻松就能溜进来 这么想着宁萧萧赶紧把门关上 宁萧萧驾轻熟路地打开衣柜 映入眼帘的 是暴君各式各色的明黄色内裤 她看得眼花缭乱 随便偷了一个藏进了自己的衣袖 大功到城 正准备溜走的时候 她听见了寝宫的门传来响动 门外有人 该死 陆陵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要是被她给带到了 自己还不得玩玩 大胆 晴天白日 你二人躲在镇的衣柜里干什么 这要是被她给逮到了 自己还不得玩玩 带门被从外面推开 一双脚踏了进来 却不是陆陵渊的衣服 一个小太监模样的人鬼鬼祟祟的走了进来 此时陆陵渊的寝宫静悄悄的 一个人影都没有 无奈之下的宁萧萧 在听到动静后只能先钻进衣柜里 所以来人并不知道衣柜里还有一个人 小太监模样的人捏手捏脚的在屋里小心翼翼的来回走动 宁萧萧一直在听着外面的动静 她从衣柜的缝隙看出去 看见了一个穿着太监服制 生得十分静俏的小太监 躲在衣柜里的宁萧萧心想 还以为是陆陵渊回来了 原来是个小太监 此时在外面的小太监 打开陆陵渊床头的抽屉 在里面翻找了什么 不一会儿 就见他掏出了几叮金子 往自己怀里揣 躲在衣柜里的宁萧萧 看着外面的操作不由心想 好家伙 这小太监胆子够大的 敢偷到陆陵渊头上来 他不怕被五马分尸吗 私质不行啊 陆陵渊丢了条内裤可能不会在意 但是丢了银子肯定会想查 如果这个小太监没被人看见 那今天偷偷跑进朝阳宫的 不就只有我一个人啊 不成不成 我得想个法子拦住他 正当宁萧萧想着 要如何拦下小太监的时候 门外再一次传来响动 这一次 他听见了陆陵渊的声音 朕小气一会儿 将奏折从上书房拿回来 死了死了 郑主回来了 他慌了 小太监比他还慌 咔哒衣柜门被小太监猛的一把拉开 宁萧萧与他尴尬对视 小太监愣了一下 然后笑着挥手跟他打招呼 好巧你也来偷啊 说着就往衣柜里钻 相互救急 给我疼的位置 说完就一脚迈入衣柜里 宁萧萧还没反应过来 人就挤了进去 宁萧萧极尴尬又生气 瞪大眼睛说道 没地方了 你别乱动了 小太监就已经窝在了他身边 顺手关上了衣柜的门 两人蹲在衣柜里十分憋屈 小太监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姿势 宁萧萧怒了 用手肘狠狠推了他一下 你能不能别动了 小太监瞪大眼睛笑着问道 你袖子里放的是什么 宁萧萧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 管好你自己 这是外面 陆凌渊哐当一声 用力把门推开 阴沉着脸走进来 原本陆凌渊这个时候赶回来 就是要逮宁萧萧一个正着的 血剑寝殿店里没人 心想 宁萧萧不是要来偷朕的内裤吗 他人呢 一开始还以为他已经走了 直到他听见了这熟悉的吐槽声 这封女人正在嘀咕呢 不要打开柜子 不要打开柜子 陆凌渊走到衣柜前 看着自己的衣柜一阵无语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个跨步跃到了衣柜前 一把将衣柜门拉开 还有我去 宁萧萧和小太监就这样 毫无防备地从衣柜里摔了出来 两个人叠罗汉一样摔倒在陆凌渊脚下 小太监在下 宁萧萧在上 陆凌渊看着倒在脚边的两人 竟然还有一个人 此时的他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怒喝道 大胆 青天白日 你二人躲在镇的衣柜里干什么 这难道就是霸道帝王宫和傲娇王夜兽 青天白日 你二人躲在镇的衣柜里坐身 要死要死 宁萧萧看着发怒的陆凌渊 慌乱之际 见小太监正被自己压在底下 突然灵机一动 对不起了小太监 愿你下辈子能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他学着自己在视频里看来的女子房伸数的动作 顺手将身子底下的小太监给擒拿住了 小太监疼得呲呕乱叫 宁萧萧则如同巾帼不让须眉的坑枪玫瑰一般 架足了气势 老实点 皇上 这小太监偷你银子刚好被奴婢撞见了 奴婢方才是在擒拿他 小太监连声求饶 努力想要抬起头来 可怜巴巴地探着陆凌渊 哥 你就是给你宫里养了个什么母霸王啊 啊 疼疼疼 宁萧萧一下子就愣住了 那你 你叫他什么 宁萧萧冷汗连连 哥 被压着的小太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此时的陆凌渊脸色更加阴沉 原来是你小子 然而阴沉着脸的陆凌渊却没人看到 宁萧萧正在给小太监拍身上的尘土 奴婢眼捉 得罪王爷了 小太监拍开他的手 哼 你别见本王生的好看 却要占本王便宜 话刚说完耳朵就被陆凌渊一把揪住 陆一秋 你长本事了 扮上太监了 朕倒不知道你有这批好 小太监陆一秋被揪得生疼 啊 疼疼疼 哥你别打我 宁萧萧看着两人内心又开始活跃起来 这就是禁王陆一秋 原助理陆凌渊最宠爱的弟弟 因为母妃被宫中的药给堵死了 被有心之人利用 导致她认为这一切都是陆凌渊刻意为之 最终黑化 而被陆凌渊揪着耳朵的陆一秋嘴也没停 要打也别打脸 我还要靠脸吃饭 陆凌渊根本没听陆一秋的话 她正在专注地听宁萧萧吐槽的话 但现在假人生的是提前曝光 也就意味着她母妃不会被堵死 所以她应该没什么黑化的理由了吧 听完宁萧萧的话后 陆凌渊趴的一巴掌拍在了陆一秋的脑瓜上 大白天的跑道真的请宫来做什么 随着压的一声大叫 陆一秋也狠狠地挨了一巴掌 她抹着被拍疼的脑瓜一点都不能 笑咪咪的 嘿嘿 我想哥了吗 所以才偷偷溜进来藏起来 想给哥一个惊喜 陆凌渊一付我信你个鬼 你就是来偷我的钱的 她也没说 直接亲自上手 在陆一秋的身上开始来回摸索 陆一秋一边笑一边扭动身体 哥 你突然干嘛 不许动 陆凌渊冷冷地丢出这句话后 就到了她身后继续在她身上来回摸索 心想把钱藏哪里了 宁萧萧也被这两人的操作给整个面红耳饰 这是什么 为什么突然就开始摸来摸去 耳边不断传来两人的对话 你挡着那里做什么 把手拿开 哥 那里不可以 看着两人拉拉扯扯的话语 让宁萧萧不禁响入非非 这难道就是霸道帝王宫和傲娇王爷兽 然后他们就这样这样 再那样那样 然后再那样那样 陆凌渊时刻听着宁萧萧的吐槽 不由得满头黑线 宁萧萧这压的 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啥玩意儿 突然一个转身 暴怒的指向看戏的宁萧萧 躲在镇的衣柜里做什么 宁萧萧被暴怒陆凌渊突然一个点名 有些跟不上节奏 满头大汗的压了一声 赶紧编借口 回 回皇上 奴婢来朝阳宫是帮着撒扫的 结果刚好看见静王装成的小太监 鬼鬼祟祟地溜进了皇上的寝宫 奴婢当他是小贼 就跟了进来准备把他拿下 宁萧萧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陆一秋给打断了 陆一秋用手指向宁萧萧 哥 他骗人 你俩用镇的钱和镇的内裤在这交朋友呢 合着镇在你们眼里就是个大冤种呗 哥 他骗人 陆一秋截断了宁萧萧的话 抬起他的手臂将里面藏着的内裤往外一扯 在陆凌渊面前晃了两下 嬉皮笑脸道 哥你看 他分明就是来偷你的内裤的 宁萧萧脸色铁青 我真是双Q了 陆凌渊则脸色阴沉心想 终于看到自己被偷的内裤了 陆一秋正得意着 宁萧萧却突然蹲下身来 破罐子破摔了 趁其不备将他的靴子脱下来 皇上 静王殿下也不是真的想你 我的鞋 被强迫脱下鞋子的陆一秋还没反应过来 宁萧萧抖了抖鞋子 几个金钉子就从靴子里面掉了出来 宁萧萧迎着陆一秋错愕的眼神 拿着刚从鞋里倒出来的金钉子 伸到陆凌渊面前 他是来偷你钱的 陆凌渊猝眉 连连后退 压根就没有想要接那几个金钉子的意思 陆凌渊捂着胸口 强忍着犯恶心的冲动心想 这皇宫里的封定是会传染吗 为什么自从宁萧萧出现之后 自己身边的人好像都变得不太正常的样子 在陆凌渊转身之际身后两个逗逼 你推我抢的打了起来 陆凌渊猛的回头 两人又好笑的 规矩地站在那里谁也不理谁 他看着这两个人就气不打一出来 但一个是他亲毙 一个是他亲祖宗 他谁也不能重罚 于是他只能无能狂怒 指着门外高声呼吓 你们两个 去给阵站在太阳底下罚站 虽然罚站不算什么严厉惩 但夏天正午的太阳 也能晒得人头脑发猛 宁萧萧被晒得满头大汗 还得听进王这个话牢 在他耳边一直吓嗶嗶 你是哪个宫的宫女啊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就是脾气不怎么好 我才想起来 我哥干嘛让你跟我一起站着 他那暴脾气 不该直接把你打死吗 宁萧萧无语 只觉得 好吵 思难不成 你在我哥心里的地位跟我一样 陆一丘嗶嗶嗶赖赖了一堆 宁萧萧丫根就懒得搭理他 他急得原地蹦了两下 哎呀 本王跟你说话呢 你能不能理一理本王 我好歹是个王爷 你尊重一下我好不好 宁萧萧瞥他一眼 扭过头 害我没偷成内裤 还要大中午在这里罚站 我才不要理你 陆一丘看他摆着一张臭脸 竟然无视本王 不理你了 但他突然发现 自己藏在靴子里 而被陆凌渊嫌弃的金钉子 现在正别在宁萧萧的腰间 他盯着那金钉子 这钱得要 于是他对着宁萧萧露出 没脸没皮的笑 哎呀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要不 本王给你变个魔术吧 他大脑袋凑到宁萧萧面前 伸出两只大爪子 在宁萧萧的面前晃了晃 看 我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哦 然后我把手放到背后 变变变变 宁萧萧看着 跟个二愣子的陆一丘 疑惑地想着 这货不会是个傻子吧 突然陆一丘大喊 变 一只手伸了出来 凭空揪出来了一条龙内裤 宁萧萧眼睛一亮 是暴君的内裤 陆一丘拿着陆凌人的内裤 一脸得意地冲着宁萧萧说道 心不惊喜 意不意外 想不想要 宁萧萧看着暴君的龙内裤 眼睛都亮了 要要要 他指了指宁萧萧腰间 别着的银条 这样吧 咱们也算是患难之交了 我给你我哥的内裤 你把金钉子给我 咱俩一物换一物 交个朋友如何 宁萧萧拿出 别在腰间的金钉子一脸金光 没问题 当然可以啊 其实你有这样特殊的癖好 我也能理解 毕竟我哥那么完美 你暗恋他一点也不奇怪 内裤不内裤的不重要 奴婢主要是想高潘净王殿下这个朋友 在灵窗下默默听着两人对话的陆凌渊 被这一幕着实气的不清 你俩用阵的钱和阵的内裤在这交朋友呢 和这阵在你们眼里就是个大冤种呗 暴君有种想要呼死这个让人头疼的傻弟 这个弟弟真不想要了 有人要吗 剑脉 陆凌渊本来打算让他们两个人最少占足一个时辰 但这才一刻钟 就见宁萧萧原本清爽飘逸的发丝 已经被汉叶粘在脖子上了 这活祖宗要是热重数了可不成 于是他隔着窗户冲外面喊了一嗓子 正看见你们就烦 赶紧有多远走多远 宁萧萧像一只叙事待发的兔子 陆凌渊一声令下 他就以百米冲刺的姿态窜得没影了 陆一秋也坐视要跑 却被陆凌渊给滴溜到屋里 陆凌渊坐在他上伸出手 阴沉着脸开口说道 把钱交出来 哥 你说什么呢 我哪里还有钱 陆凌渊也不惯着他 你还想继续罚战士吗 陆一秋一时无语 别过脸不去看他 最后经不住强大的眼神震慑 还是乖乖地拿出一钉金子 放到了陆凌渊的手心里 还有呢 陆凌渊继续伸着手 而陆一秋则眉头轻皱了一下 嘟着嘴在内站着 最后还是乖乖向资本老大低头 交出了仅剩下的两个金钉子 也放到了陆凌渊的手里 用内裤换回来的钱又没了 只能忍着心痛憋着眼泪 陆凌渊看着他一副憋屈的样子 就气不打一出来 月出内务府才给你发了一千两的利盈 别的王爷每月只有六百两 你还有正隔三差五给你贴补 一月近两千两文银还不够你花销 陆一秋憋着嘴 一脸委屈 那上个月南方水患 我不是还捐了五百两银子吗 你捐钱 震出银子 陆凌渊伸手在他撅起的嘴巴上捏了捏 你这脑瓜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美事 况且你缺银子可以问正要 不问自取是为偷 这习惯正不能惯着你 可刚才那个小宫女偷你内裤你怎么不说他 正 不问自取算偷 那哥的意思就是 那内裤是你同意给他的了 陆一秋冲他做了个鬼脸 哥不给我银子就算了 我去找太后聊天 顺便告诉太后你给小宫女送内裤的事 说完把腿就走 陆凌渊慌了 连忙起身叫住他 回来 给朕站住 他将三个精病子一把丢给他 你若再敢提今日之事 朕就断了你一年的花销 陆一秋笑得何不拢嘴 伸手拍了拍陆凌渊的肩头 哥你放心 你赠人内裤 手有鱼香的小品号虽然我不理解 但我表示尊重 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 陆凌渊有种想要呼死 这让人头疼的傻弟弟 这个弟弟真不想要了 有人要吗 贱麦 回到中翠宫的凝潇潇内裤寄天 成功从小七那里兑换出来了 妈妈送给我的翡翠手镯 拿着翡翠手镯 凝潇潇忍不住想起妈妈来 这是你姥姥留给我的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她将手镯凑到鼻尖上绣了绣 依稀还能闻见上面残存的味道 那是家的味道 对家人无尽的思念瞬间涌上心头 催红了她的眼眶 她轻轻在手镯上吻了一下 用极小的声音呢喃道 爸 妈 我一定会回去的 你们等着我 小宫女心心念念 好不容易用暴君内裤 换回来的镯子竟被偷了 这手镯翡翠的橙色极好 她日常干活的时候 让琪琪看见了 这么好看的翡翠手镯 我从来都没见过 萧萧 这是谁给你了呀 宁萧萧无比自豪地说道 是我娘给我的陪嫁 彩莲也上前去凑热闹 她瞥了一眼宁萧萧的手镯 不屑道 这算什么好东西 小姐从前在府上的时候 可没少赏赐给我 比这橙色好的都有 琪琪瞄了她一眼 那怎么从不见你带 彩莲冲着琪琪愤怒地喊道 我来宫里是伺候小姐的 不是打扮的花枝招展 给别人看的 我可不像某些人 宁萧萧懒地跟她起争执 便拉着被气到的琪琪说道 别理她 彩莲哼了一声 转身气冲冲地大步离开 这天夜里 宁萧萧睡着以后 彩莲二更天起夜的时候 瞥了一眼她的舞房 动了邪念 她看不得宁萧萧那副轻狂样 于是便鬼鬼祟祟地摸进房间 将她手上的手镯偷走 彩莲想着反正翡翠手镯都长一个样 她偷走带了 也没人有证据说 她是拿了宁萧萧的 被偷走手镯的宁萧萧 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睡得跟头珠一样 第二天晨起 她陪顾四景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就带着这枚手镯 皇后笑着说 这批颠男来的妃子笑 快马扬鞭 只用了三日便送来了京都 路上都用冰块保鲜 送过来的时候 还跟从树上新摘下来的一样 吃起来淡是爽口 口夹流香 你们尝尝 众人包开荔枝品尝起来 皆对这妃子笑的味道赞不绝口 唯独贵妃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 呸呸呸 这荔枝也太甜了吧 她凤眸抬起 仰着春波看向皇后 皇后娘娘该不会以为甜的就是好了吧 这万事万物都讲究一个过犹不及 太甜的东西 臣妾吃着总觉得腻挽 或许也只有皇后娘娘这种过惯了苦日子的人 才能吃得下这么甜的东西吧 她一日不对皇后 仿佛生活就没了乐趣 圣母心发作的顾四锦又看不下去了 于是笑着对皇后说 这荔枝甜而不腻 嫔妾觉得甚好 哎呦 顾长在当然觉得好了 贵妃支着脑袋冲她挑眉 你一月事情六次 刚入宫一个月就从答应爬到了长在 有皇上宠爱 你本就泡在荔罐子里 再甜的东西入了你的口 可不没滋味了 不过既然你喜欢 那本宫这些就赏你了吧 顾四锦顾计她贵妃的身份 但这毕竟是皇后的东西 只能尴尬地开口 贵妃娘娘 这是皇后娘娘的 话还没说完 皇后就接过话来 既然顾长在喜欢 就不要浪费了同贵妃的好意 顾四锦只得起身应下 多谢皇后 贵妃娘娘的赏赐 顾四锦喊道 彩莲 她向彩莲使了个眼色 彩莲玄吉会议上前去取 她端起荔枝的时候露出了一小节手臂 贵妃一眼就看见了 她腕上戴着的翡翠镯子 撕你这镯子不错 这镯子本宫倒是越看越喜欢 这样吧 本宫借花献佛 给了你家主子这一盘子的妃子像 你用这手镯来跟本宫换 你也不亏 彩莲欺软怕硬 贵妃看上的东西 她敢不给吗 于是连忙将手镯摘下来 是 是 贵妃娘娘 彩莲毕恭毕敬地把镯子奉给贵妃 而顾四锦却看得清楚 她从没有给过彩莲什么翡翠手镯 这个手镯 倒看着有些像宁萧萧这两日一直带着的 这场小风波很快散去 情安结束后 顾四锦前脚才出了凤兰宫 后脚便一脸严肃地问彩莲 我从未给过你什么翡翠手镯 你那镯子从哪来的 彩莲支支吾吾 是 是奴婢托顺公公出宫帮奴婢买的 真的 顾四锦用审讯的口吻问她 可那手镯我似乎见萧萧这两天带过 你跟我说实话 镯子到底是从哪来的 就是 就是我给顺公公钱 让她帮我买的 彩莲虽然还在嘴 但她慌乱的表情明显透露出了心虚 顾四锦紧紧地盯着她 突然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语气强硬道 好 那你现在就跟我去找顺公公 把事情说清楚 说完拉着她就往前走 小姐 哎呀小姐 彩莲极力正托顾四锦的拉扯 站在那里小声说道 是我拿了她的莱带 可那手镯翡翠橙色连贵妃都稀罕 哪里是她一个工地能买得起的 说不准她是手脚不干净 偷拿了 啪的一声 彩莲话还没说完 顾四锦就狠狠地裹了她一巴掌 她瞪着彩莲 浑身都在发颤 眼角含泪心痛地说道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彩莲捂着烧红的脸颊 觉得委屈 小姐 你竟然为了她打我 你从未打过我 我不是为了她打你 我是替你娘打你 你娘临终前将你托付给我们顾夫 这些年来我一直拿你当亲妹妹看待 所以我才会觉得痛心 你今日偷人东西 明日你又要做什么 明抢吗 小姐 我知道错了小姐 你别生气了 顾四锦被她气得有些头疼 一把抓住她的手一边拉着彩莲走一边说道 跟我走 去找贵妃把手镯要回来 宁萧萧懒叫睡过了头 一起床就发现自己的手镯不见了 正在屋里翻找 我的手镯呢 我记得昨晚我是带着她睡觉的 难道是落在什么地方了 可问了一圈工人 他们都说没见着 正好蹦蹦营练走了过来 蹦蹦 你有见到我的手镯吗 蹦蹦摇头 没看见 你的镯子丢了吗 是啊 找了半天了 蹦蹦犹犹豫豫的开口 昨晚我起夜的时候 好像看见彩莲从你屋里的方向出来 不会是她偷了吧 明霄笑一听 彩莲 除了她还能有谁 小宫女费尽心思用暴君内裤换回来的翡翠镯子 就这么被摔碎了 坐在轿子上的同贵妃闻听动静 瞥了她们一眼 怎么了 顾四锦上前 贵妃娘娘 这妃子孝是皇后赏给咱们的 贵妾已经有了一份 不能再贪娘娘这一份 说话间 是一彩莲将那一盒妃子孝交给了贵妃宫里的奴才 同贵妃懒懒的声音传来 就这是啊 瞧顾长在跑得气喘吁吁的本宫 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了 顾四锦又道 贵妾确实还有一事 今日彩莲手上佩戴的手镯 其实并非是她的 而是贵妾宫里另一名宫女的母亲留给她的东西 对她而言十分重要 所以 能不能请贵妃娘娘把手镯还给贵妾 另一个宫女 是那个什么肖肖吗 贵妃冷笑 看着手上的镯子 这样的好东西 顾长在觉得她配吗 顾四锦硬着头皮说道 配与不配 总是她母亲留给她的一点念想 贵妾恳请贵妃娘娘将手镯归还给贵妾 贵妾从家中也带入宫了不少首饰 稍后可拿去娘娘宫中 供娘娘挑选 贵妃冷笑 哼 你这话说的 本宫是贵妃 还能问你一个常在要首饰 这镯子你既要回去 本宫还给你就是了 说着童贵妃将手上的翡翠镯子摘了下来 她伸手将镯子递给顾四锦 眼看着顾四锦伸手就要接到了 她却突然松手 手镯掉落在地 顾四锦瞪大眼睛 眼看着鹰生碎裂成了好几半的翡翠镯子 贵妃故作姿叹叹了一声 哎呀 摔碎了 宁萧萧在路上加快脚步一路狂奔 赶往皇后的凤鸾宫 心里不断地想着 彩莲 如果让我发现就是你偷我的镯子 我绝不饶你 结果等她在半路上遇见贵妃和顾四锦的时候 手镯已经摔碎了 她瞪大眼睛看着碎了一地的手镯 跪在地上的顾四锦抬头 看着脸色难看的宁萧萧 竟啥也说不出口 只能喊了句 萧萧 又像是在问你怎么来了 顾四锦反应过来后 站起身来一把抓住宁萧萧的手臂 萧萧 对不起 彩莲今天偷戴了你的镯子 被贵妃娘娘看上要了去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你的镯子 需要回来的时候却出了意外 萧萧萧直直地看着童贵妃的背影 童贵妃扭头嘴角上扬得意地扫了他们一眼 萧萧萧瞪着童贵妃的脸色越发难看 她是故意的 暴君的娇娇贵妃竟被一个小宫女给狠狠抱走了 宁萧萧一脚踏出 拦住了童贵妃的轿子 童贵妃眉头一皱 大胆竟敢拦本宫的叫你 而宁萧萧根本不会回她的话 一个劲地往童贵妃身前冲 直到走到她跟前一把拉住她的手把她拉下来 童贵妃大惊 彩莲跟顾四锦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然而下一秒让他们更震惊 只见宁萧萧一拳头挥出眼角含泪 咬牙切齿地说道 已经来不及了 砰的一声拳头狠狠地打在了童贵妃的脸上 童贵妃只能拼命地喊救命 无论怎么倒退 也回不到手镯摔碎前的时间了 宁萧萧只能蹲在空间里抱着头 心里非常难过 手镯已经被摔碎了 那枚手镯对她而言 不单单是稀释罕见的翡翠 更是她对家人的精神寄托 她好不容易费尽周折将手镯从现代带回了古代 竟然就这样被彩莲偷走 让贵妃给砸碎了 小七在这个时候也主动地飘了出来 只能在她身后默默地飘着 萧萧 小七也不知道该要如何去安慰她 因为她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个镯子对她的重要性 宁萧萧抱头谜难着 已经没有用了 满肚子委屈化为怒 又是一拳呼在童贵妃的脸上 把她摁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 顾四镜见她疯狂地揍着童贵妃 连忙拉她一把 萧萧 手镯已经碎了 顾四镜将发怒地宁萧萧拦了下来 然而宁萧萧无论怎么拿童贵妃撒气 妈妈的手镯 看着碎成渣渣的镯子 再也回不来了 宁萧萧捧起被抱住的碎镯子 无声地哭泣着 时间回到现实宁萧萧的表情 看着像是要杀了贵妃 手上一个用力竞生生地扎入皮肤染透了手上的帕子 看着着实有点吓人 大胆奴婢 你瞪着本宫做什么 静胆兰本宫的叫你 来人 将这婢子给本宫拖下去 狠狠地打 顾四锦却用力一把将她拉到了自己身后 她张开双臂 像是老鹰护着小鸡一样将宁萧萧护在身后 贵妃娘娘 萧萧她合挫之友 她母亲送给她唯一的东西已经被摔碎了 贵妃娘娘难不成还要打死她吗 她是我宫里的人 若娘娘真觉得她有错 便先打我吧 贵妃吃笑道 这么贱的要求 本宫还是头一次听见 来人呢 主仆两个给本宫一块打 有阵在 谁敢动她 同贵妃如遭雷劈 猛地扭头看向声音来源的方向 站在角落的陆凌渊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她看见了贵妃是如何刁难顾四锦 也知道了这个手镯对宁萧萧有多重要 于是她缓缓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众人纷纷跪下行李 皇上万福惊安 贵妃第一个起身凑到陆凌渊身边 皇上 不是臣妾要动她 是顾长在自己要替她的奴婢受罚 一个奴才自己的镯子碎了 还要怪在臣妾身上 顾四锦是个明白人 手镯已经碎了 想着陆凌渊也不会因为一个手镯就重责贵妃 自己如果这个时候跟陆凌渊告状 那么不但替宁萧萧讨不回公道不说 还很有可能会得罪贵妃 于是她恭敬道 皇上 是贫妾笨手笨脚没有接住贵妃娘娘给的手镯 让手镯摔碎了 惊扰圣驾 贫妾有罪 宁萧萧此番却安静地出奇 她眼眶红红的 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小白兔 陆凌渊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 她什么也没说 走到宁萧萧身前一把抓起她被鲜血染红的手 同贵妃各顾四井两人同时瞪大眼睛 愣愣地看着两人 宁萧萧也愣愣地看着自己被牵起的手 一时静呆住了 阵罚你回宫闭门思过半个月 没有阵的命令 不许踏出姚华宫半步 暴君的恶毒娇娇贵妃终于被罚 小小惩戒竟让她怀恨在心 抬起头 正与陆凌渊那张完美无瑕的剑魔率脸对上 她愣了一下 有些结巴 皇 皇上 陆凌渊的目光落在手镯碎块上 修长的手指捧起冥萧萧受伤的手 细腻与温柔从来就不该出现在她的人设词条里 但此刻 冥萧萧看着逆光站在自己身前皱着眉头的她 莫名的心跳快了半拍 脸静不自觉地红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陆凌渊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嘀咕了一句 这翡翠的橙色极好 摔碎了实在可惜 若是玩物 朕还可要来打完 冥萧萧一听 突然有点想要骂人 哼 那是当然 这可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还以为她真的会关心我 合着你捧着我的手看了半天 就是为了看看翡翠成色呗 陆凌渊一听睁大眼睛 确实 这是 她母亲 留给她的 陆凌渊紧接着又看向贵妃说了一句 这样好的翡翠被你给砸碎了 简直是抱舔天物 贵妃一下子就慌了 皇上 顾长在都说了 是她自己不小心 不是 陆凌渊打断了她的话 朕从不听旁人说什么 只认自己看见的 方才你们起争执的过程 朕从旁看得清清楚楚 你如何为难顾常在 如何故意将手镯摔碎 朕都尽收眼底 同贵妃这下更慌了 皇上 臣妾 陆凌渊直接无视她从她身边走过去 朕罚你回宫闭门思过半个月 没有朕的令 不许踏出摇滑宫半步 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表面上 她是在心疼橙色极好的翡翠 但她身为帝王 什么样的好东西她没见过 所以贵妃自然以为她惩罚自己 是在偏袒顾四锦 便恶狠狠地瞪着顾四锦 咬牙切齿地说道 顾四锦 宫中时日还长 本宫有的是时间 陪你慢慢动 她信心而去后 陆凌渊走后 顾四锦赶紧来到宁萧萧身边抱住她 萧萧 我知道这手镯是你母亲送给你的 今日出了这样的事 我替彩莲给你赔的不是 手镯都已经碎了 宁萧萧还得抱顾四锦的大腿 她自然不能说什么 当时彩莲得了便宜还不要脸 阴阳怪气道 不就是个破镯子吗 小主都跟你道歉了 你还板着张脸做什么 彩莲 你住口 顾四锦立色呵斥她 今日之事你实在做得太过 你便在这儿跪足一个时辰 想清楚自己错在哪里 想清楚以后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你再回宫 小姐 别叫我小姐 这是在宫中 不是故夫 彩莲没料到一向温柔甜静的顾四锦 会为了宁萧萧跟她生这么大的气 刚才打了她一巴掌 现在又要她跪在涌刀上丢人 顾四锦画落看了眼跪下的彩莲 她牵着宁萧萧的手便走了 彩莲跪在地上 看着她二人离去的背影 哭得气不成声 回到中翠宫后 天空传来轰隆隆的电闪雷鸣 一场毫无征兆的暴雨又落了下来 这只红玉手镯是我替彩莲赔给你 宁萧萧萧的说道 这是小姐最喜欢的镯子 我不能要 顾四锦却道 你收下 否则我心中难安 我知道母亲留给你带入宫中的东西 是你的念想 今日被贵妃这样毁了 彩莲有责任 我也有 宁萧萧没有接她这话 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累了 想休息一会儿 顾四锦看着难过的宁萧萧心里也很难受 皱着眉头 只能先离开 那你先休息吧 顾四锦走后 宁萧萧萧看着外面哗啦啦地下着大意 却在想着顾四锦对彩莲的这点惩罚 在她看来实在是太轻了 彩莲 我可没有顾四锦这么圣母心 我可不会惯着你 总有一天 我要你加倍奉还 我要是收了她的金疮药 她改天让我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许怎么办 不行 我才不要嫁给一个太监 这瓶药我可不能收 琪琪他们知道彩莲还在永道上跪着 便对顾四锦说 小主 这雨太大了 不如让彩莲先回来吧 顾四锦爱之身责之妾 她虽也心疼 但仍旧没有松口 说了一个时辰便是一个时辰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她好 她今日敢偷了潇潇的东西 明日就敢偷了我的东西 后日便能把那双不干净的手 伸到端飞宫中 此番不让她长个记性 由着她胡闹 才是真的害了她 而跪在涌刀上的彩莲 被雨水哗啦啦地淋着 还要承受路过的宫女太监们的议论纷纷 那个不是彩莲吗 怎么跪在这里 远处童贵妃带着宫女 看着跪在雨里的彩莲 不静地冷哼一声 悄然来到彩莲身边 哎 小编悄悄说一句 两个人非要作死 谁也拦不住 也没人想拦 在宁萧萧的屋里 顾四井走了没多久 琪琪又来看她了 萧萧 我听说你的手滑破了 我这里有上好的金疮药粉 你拿去用 说着将一个白瓷瓶地给了宁萧萧 宁萧萧疑惑 金疮药 为什么你 我还有活药做 先走了 话还没问出来 琪琪就跑走了 这金疮药可是价比黄金 琪琪怎么会有这药 奈何琪琪送了药就走了 你说三副公公为什么不自己把药送给萧萧 非要说是你送的 谁知道啊 说不定三副公公喜欢萧萧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之前的 宁萧萧巴着门缝听见了这样一番对话 不禁打了个哆嗦 冷汗直流心响 三副公公前几天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得很好 现在又送我金疮药 难道他真的喜欢我 我要是收了他的金疮药 他改天让我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许怎么办 不行 我才不要嫁给一个太监 这瓶药可不能收 想到这儿 他拿起金疮药就往朝阳宫走去 朝阳宫 正在批阅奏折的陆灵渊听见堂下的动静 头也不抬地发问 东西送去了 三副打了个签回话 按着皇上的吩咐 给了中翠宫东偏店的宫女 让他说要是他的 嗯 还有一事 奴才依着皇上手绘的草图拿去给宫巧方的匠人看 他们说宫巧方没有与其相似的手镯 没有就现做 陆灵渊有些不耐烦 正是让你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手镯来 不是让你把问题抛给朕的 皇上息怒 奴才这就去办 三副公身退下 准备再走一遭宫巧方 前脚才出了正殿的门 就在庭院里碰见了急匆匆的宫潇 他斜肩铲笑地迎上去 潇潇 你怎么来了 宫潇潇看着他笑起来满是褶子的脸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三副公公 你以后还是叫奴婢全民吧 他将装着金疮药的白瓷瓶拿出来 这东西贵重 奴婢不能要 说完就把瓷瓶逼了过去 三副公公一脸为难 可不敢接过东西 这只又不是杂家给你的 宁潇潇打断三副公公的话 直接将白瓷瓶直接丢给三副公公 公公就别装了 我都听见琪琪说金疮药是你给他的 我手上的伤不碍事 用不上这么名贵的药材 公公的好意奴婢心领了 宁潇潇的操作可把三副公公给难住了 但这要是皇上让我给你的呀 三副公公愣愣神之计 宁潇潇还完要扭头就要走 可三副公公却急了 陆灵渊交给他的任务 是让他把金疮药送到宁潇潇手里 让他用上的 现在人把药退回来了 这要是让暴君知道了 还不得扒了他的皮 于是他急了 拉了宁潇潇的胳膊一把 潇潇 这要你得拿着 宁潇潇反应很大 用力将胳膊一甩 想要从三副的手里挣脱出来 事到如今我也不怕和公公您说 公公带我的好我都看在眼里 但我与公公并不合适